第121章 沈一山死 蒋氏撒泼 亲颖他们又去附近的山里打了几只野鸡 沈向晚全部一锅炖了 两家人围坐在一起 吃得特别满足 相比之下 闻着那浓郁的肉香味 其他人就难受了 对他们来说 这简直就是另一种非人的折磨 沈向晚 站住 蒋氏的嘶吼声与敬畏的呵斥几乎同时响起 两家人吃饭的动作都是一顿 沈向晚扭头看了看 重新加起一块鸡肉 快吃吧 冷了就不好吃了 我看看你相继动快 谁都没有大理蒋氏 沈向晚 蒋氏剑撞气的火冒三丈 很想冲过去狠狠地给他起巴掌 却又被警卫们拦着 根本无法靠近 只能冲着他歇斯底里的咆哮道 沈向晚 你父亲都快不行了 你居然还在这里吃肉 你个不孝女 你会遭天打雷劈的 沈一山快不行了 他们的动静早已引来了其他人的注目 听到他说的话 不少人都朝沈家聚集的角落看过去 隐约可见 沈一山似乎真的躺在地上 赵山不懈地撇撇嘴 这就是偷到他钱财的下场 只要还在流放途中 他就有的是办法折腾他们 晚晚 沈一山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 赵玉萍不禁担心地看着沈向晚 娘 深深地叹口气 沈向晚颇觉无奈 见所有人都担心地看着他 他又不得不耐着性子说道 当我被莫名其妙地替驾到王府 而他们却全都选择相信沈向月 认为一切都是我设计的时候 我跟他们就没有关系了 因为从那一刻开始 活着的人就是他沈向晚 而非原主 他是真的已经死了 被沈向月的恶毒 和沈家人的末世 活活害死的 不管沈一山是不是真的不行了 他都不打算搭理 吃饭 吃完早点休息 坐在他身旁的魏成义 给他加了一块鸡腿肉 低沉的声音雌性悦耳 沈向晚扭头冲他笑了笑 再次动快吃了起来 其他人健壮也不再担心 气氛似乎回到先前和乐的模样 只是 蒋师还在那里骂骂咧咧的 多少有些刺耳就是了 沈向晚 你个孽障 你不得好死 你 把他给我丢回去 眼见他越骂越难听 满口的诅咒 魏成义面色一沉 携带着内力的声音 清晰地传进了在场 所有人的耳朵里 是 你们要干什么 啊 静未走 就不耐烦了 抓住他的后衣领 就将他提拎了起来 不顾他的挣扎与呐喊 提着他丢给了沈向东兄弟俩 解查们全程都安静地看着 没有任何要上前阻止的意思 对他们来说 沈家人偷到赵山钱财的行为 无疑就是在挑战他们的权威 没直接弄死他们 就已经是便宜他们的了 哎呦喂啊 嗯 蒋氏被丢回去的时候 沈向东兄弟俩 居然双双让开了身体 导致他直接砸在 躺在地上的沈一山身上 本就出气多进气哨的人 更是瞪眼欲裂 身体僵硬地抽搐几下 猛然疲软了下来 彻底地没了气息 那双死不明目的眼里 还残留着愤怒与不甘 曾经的一招丞相 如今却是被自己的夫人活活砸死的 他也算是死得凄惨的了 爹 老 老爷 后知后觉的发现 他已经没了气息 沈向东几人大吼一声 蒋氏也是一愣 随即立马翻身查看 老爷 见他真的没了呼吸 蒋氏扑在他身上 哭得撕心裂肺 爹 沈向东兄弟俩 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沈向月和谢云云略有迟疑 却也慢吞吞地跪了下去 剩下还活着的几个数子庶女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相继沉默地跪下 其他人见状俱事一愣 却又很快默然地转头 这一路上 他们已经见过太多的死亡了 心里早已掀不起太大的波澜 还真死了 已经吃完的沈向晚挑挑眉 仅是扭头看了一眼沈家人所在的方向 什么都没有说 更没有要起身前去查看的意思 对他来说 沈家人连陌生人都不如 当初若不是为了给原主出口气 他甚至都懒得设计他们一起被流放 可 是你 沈向晚 是你们害死了老爷 你这个谋害亲生父亲的杀人凶手 你会遭报应的 他不愿意搭理别人 不代表别人也不愿意搭理他 这不 哭泣中的蒋氏突然朝他们冲了过去 疯狂地指着沈向晚怒斥 如果不是为诚意让人将他丢回去 砸在了老爷身上 老爷又怎么可能会死 如果不是沈向晚太寡毒 连亲生父母都不管 他们又怎么可能落得如此田地 以沈向晚的能力 但凡他跟拆头说一句好话 他都不至于那般刁难压迫他们 一切都是沈向晚的错 是他害了他们 无法接受沈一山死亡的事实 蒋氏将一切都怪罪到了沈向晚身上 放肆 啊 眼见他如此疯狂 敬畏们也没有跟他客气 直接一脚将他踹了回去 蒋氏倒在地上 往后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来 可他并没有就此消停 反而是不顾身上的疼痛 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老天爷啊 你快想到雷批死那个不孝女吧 是他害了我们 害死了老爷 哼 原本沈向晚是不想搭理他的 左右不过是疯婆子罢了 可他似乎越来越得寸进尺了 沈向晚冷笑着扯了扯嘴角 起身朝他走过去 魏诚一见状也跟上了他脚步 轻盈更是直接带着敬畏们 护卫在他们周遭 每个人脸上都渲染着赤裸裸的厌烦 娘 眼见情况不对 沈向东一瘸一拐地上前 沈向南略有迟疑 却也跟了上去 你 你们要干什么 似乎终于意识到害怕了 蒋氏翻身从地上爬起来 脸上 眼底满 是恐惧与戒备 内心深处而言 他还是有点出他的 哼 现在知道怕了 沈向晚一声冷笑 拨开挡在前面的近卫 一步步地朝他逼近 本章完 第122章 收拾蒋氏 啊 蒋氏吓得尖叫一声 反身躲在沈向东身后 估计是觉得安全了 他又探出头骂道 杀尖刀的不孝女 是你害死了老爷 苍天有眼 你会不得好死的 娘 暗骂一声蠢货 沈向东不可谓不恼怒 在他看来 身后那些近卫 他们可全都是先天高手 即便他的腿没有瘸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会不会不得好死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你肯定会不得好死 没有理会沈向东 沈向晚还在逼近 魏诚意和近卫们 也紧随其后 逼得沈向东 不得不往后倒退 脸上眼底满布了赤裸裸的戒备 沈向晚 你要干什么 她始终是你的亲娘 当他们退无可退的时候 沈向东只能直面沈向晚 话里话外 男言底气不足 滚 还想拿亲娘来说事 沈向晚眸光一沉 对准他腿部重弹的部位 狠狠地踹下去 啊 由于子弹一直卡在他的腿骨上 没有取出来 哪怕伤口看起来痊愈了 实在根本没有好 沈向东痛地倒在地上 紧紧抱着自己的腿 高大的身躯不停地颤抖 足见他痛得有多狠 向东 向东 你怎么 嗯 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长子受难了 讲事做事 就要哭喊着扑上去 可沈向晚却是一个剑步上前 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将他提拎了起来 讲事大害再也顾不上儿子 双手试图扒了他的手 可 咔嚓 啊 沈向晚抓住他的手 利用巧劲轻轻地一扭 只听到咔嚓一声 他的手臂就成不自然的状态 垂落了下去 痛得他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娘 见状 沈向南想要上前 却被魏诚义闪身拦了下来 清颖和近卫们 也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沈家的其他人 不用怀疑 但凡他们有一点点的动作 他们就会立马拿下他们 淡淡地扫一眼沈向南 沈向晚掐着蒋氏脖子的手 缓缓收拢 不 不要 咔嚓 啊 清晰地感觉到了死亡的恐惧 蒋氏顾不上又手臂的疼痛 泪流满面地抬起另一只手 想要掰开他 可他的手 还没有碰到沈向晚 又一道清脆的咔嚓声响起 伴随着凄厉的惨叫 他的左手臂也被卸了下来 不远处看到这一幕的沈向月 畏惧地缩了缩脖子 没有任何要上前求情的意思 沈家的人 几乎各个都是利己主义者 一旦有可能威胁他们的利益或生命 他们就全都会变成安纯 只顾自己 不管亲人的死活 嗯 不放 两条手臂都被卸了下来 脖子还被紧紧掐住 蒋氏早已是泪流满面 干瘦的身躯 也恐惧地颤抖了起来 先前他之所以敢那样蹦跋 完全是仗着母亲的身份 吃定了沈向晚就算再挠 也不会跟他动手 存心拿他当发泄口 直到此时 他才意识到 沈向晚不是不会跟他动手 只是懒得搭理他罢了 害死父亲 已经没办法了 不如直接掐死母亲 无视他的求饶 沈向晚凑近他音侧侧地说道 与此同时 掐住他脖子的手 再次收拢 嗯 不 不要 求你 呼吸突然变得困难起来 蒋氏痛苦地张着嘴 拼命想要发出声音 却只能挤出几个不成条的单字 满是泪水的脸颊 迅速泛红 又渐渐 转变成了猪干涩 干瘦的身体一阵抖索 一股子尿骚味弥漫开来 就这点胆量 也敢一再招惹他 沈向晚嘲讽地撇撇嘴 掐着他的手 越收越紧 嗯嗯嗯 已经无法再呼吸了 蒋氏的两条腿 痛苦地蹬踢 泪眼逐渐翻白 他真的要掐死母亲 被魏承意和静魏拦着的 沈向东兄弟俩 双双瞪眼 至此 他们终于真正地意识到 沈向晚有多恨他们 不过 出于畏惧 他们不但不敢阻止 甚至连声音都不敢发出 碰 就在蒋氏即将被掐死的时候 沈向晚猛地甩手 直接将他甩飞了出去 啊 可嗨嗨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蒋氏的身体砸向了沈向月 可他却抢先一步尖叫着躲开了 掉在地上的蒋氏 也顾不上那么多 剧烈咳嗽的同时 还不忘拼命地呼吸 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啊 沈向晚上前一脚踩在他的肩上 硬生生将他踩回地面 看看你的好女儿 我特意将你丢给他 他却躲开了 还有你的两个宝贝儿子 他们甚至连帮你求饶都不敢 蒋氏 你这辈子活得也太窝囊了 知道吗 我连杀你都觉得脏手 这番话不可谓是不诛心 沈向晚不会亲手杀他 但他要击溃他的心理防线 让他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痛苦 最后再凄惨地死去 倒在地上的蒋氏 抽搐了几下 突然垂着地面 嚎啕大哭 看到这里 沈向晚又邪腻了一眼 沈向月和沈向东兄弟俩 转身走向魏诚意 回去吧 嗯 魏诚意伸手过去 握住他的手 就在他们准备迈开脚步的时候 王爷 沈向月勾勾缠缠的声音 舒得响起 沈向晚猛地扭头 脸上一瞬间浮现绿色 呵 见状 沈向月吓得倒吸一口凉气 不自觉地往后倒退了好几步 想要说的话 也卡在了喉咙深处 换做事以前 他肯定会尽情地恶心他 但今天 沈向晚真的差点掐死 蒋氏的事儿 已经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 直觉告诉他 绝对不能在此时招惹他 否则 沈向晚真的有可能杀了他 呵 冷笑着扯了扯嘴角 沈向晚满目击窍 少惦记别人的男人 再有下次 死 与毕 沈向晚拉着魏诚意就走 刚才他可不仅仅只是跟蒋氏动了手 还借机查看了一下 沈一山是因为身上的鞭伤感染而死的 同样被重点照顾的沈向东兄弟俩 身上也隐隐有伤口化弄的恶臭 只是他们比较年轻 抵抗力稍微好一点 还没有爆发而已 接下来 只要解查继续找查 他们就算想不死都难 至于蒋氏 一个突然死了丈夫 又被儿女们集体背弃的人 等于整个信念都崩塌了 差不多已经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不可能再掀起什么波澜 简而言之 沈家的人已经全部废了 很快就会一个个凄惨死去 没必要亲自杀了他们 弄脏自己的手 本章完 第123章 沈向东倒下 沈一山的死虽然上演了一出闹剧 却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一日天际刚刚泛起雨堵白 解查们就催着沈家人 挖坑埋了沈一山 讲是再次哭得肝肠寸断 直到流放队伍继续上路 他都还在抽抽叶叶地抹眼泪花 而他的儿女们 随口劝了几句 就没再搭理他了 赵山的报复 并没有因为沈一山的死去而终止 解查们依然盯紧了沈家人 几乎每天都要抽沈 向东兄弟几尸鞭子 他们身上的伤口就没有好过 很多都发炎化浓了 如沈向晚预料的那样 没几天兄弟俩先后发热 身体不住地打摆子 脸色也苍白地跟死人一样 砰 大哥 这一天 当流放队伍进入一片树林的时候 沈向东脚下一个踉枪 突然向前栽倒 跟他一起的沈向南 想要伸手去扶他 也被他带着倒在地上 向南 终究是自己的丈夫 哪怕心寒失望 谢云云还是担心地 上前蹲在沈向南的面前 大哥 二哥 反应慢半拍的沈向月紧随其后 让人意外的是 向来疼爱孩子的讲世 就跟个木头一样 处在那里一动不动 仿佛根本没看到 两个宝贝儿子摔倒一般 谁他娘的 让你们停下来 还不快给老子走起来 啪啪啪 啊 不要 不要打 解插们可不会给他们 拖慢队伍速度的机会 扬起鞭子就狠狠地抽了上去 谢云云和沈向月 都下得一蹦三尺远 沈向南拳 坐在地上 两手护着自己的头 嘴里还不断嚷嚷着求饶 至于沈向东 他像是死了一样 始终趴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解插们似乎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其中一人走过去 用脚踹了踹他 喂 死没死 没死就给老子起来 沈向东别说回应 依然一动不动 解插索性翻过他的身体 只见他满是脏污的脸上 一点血色都没有 连唇瓣都是惨白的 若不是呼吸非常急促 真就跟个死人一样了 怎么回事 流芳队伍早就停了下来 赵山带着两个解插大步走近 面上渲染着赤裸裸的布鱼 他好像不行了 指了指已经昏死过去的沈向东 解插摇头道 不行了 醋梅 赵山上前简单的查看了一下 扬声道 原地休息两刻钟 携带着少许内力的声音 清晰的传进了所有人的耳朵里 几乎是立即的 大部分人都一屁股坐倒在地 曾经的尊荣 似乎已是上辈子的事情 短短三个月 他们就彻底的大变样了 二爷 夫人是沈向东 他昏迷了 队伍的最前方 清隐第一时间就汇报了队伍里出现的状况 是吗 沈向晚并不意外 当日沈一山死的时候 他就察觉到 那兄弟俩身上的伤口都发炎化浓了 倒下只是迟早的事 估计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我们下去走走吧 相比沈向晚 魏承意更是默然 没有半点要关注的意思 嗯 点点头 沈向晚回身掀开门帘 安哥过来 娘 陈赫铃都下去活动活动吧 哦 听到沈沈的召唤 小幼崽立马从小叔叔的身上滑下去 跑过去一把抱住他的脖子 沈沈 我想吃糖 小吃货 宠腻的捏了捏他的小鼻子 沈向晚抱着他跳下驴车 疼出手摸出一根棒棒糖地给他 谢谢沈沈 拿着棒棒糖 小幼崽笑得见牙不见眼 他就知道沈沈最疼他了 你呀 就这张小嘴最甜 沈向晚忍不住笑了出来 顺手将他放在地上 魏成赫跳下驴车后又回身跟兄长一起将母亲和妹妹搀扶下来 几人同时往队伍的后方看了看 什么都没问 很快就跟严家人聚在一起了 那天晚上 他们彻底的清楚了沈向晚对沈家的态度 也不会再对沈家的事上心 呼呼 队伍的最后方 坐在地上的沈向南跟抽风箱一样大口大口的喘息 脸上布满了冷汗 身子也不住颤抖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一口气上不来 状况并不比已经昏迷不醒的沈向东好多少 夫君确定解查们应该不会再动手 谢于运跑过去跪在他的身旁 当他触碰到他的身体时 忍不住惊呼道 好烫 夫君你在发热 他的体温高的吓人 原本苍白的脸色也泛着不正常的红 身上的衣服几乎都汗水净湿了 给你们一刻钟 如果没有弄醒他 那就派个人背着他走 指了指昏迷不醒的沈向东 赵山不耐烦地说道 可以说 沈家人落到这步田地几乎都是败他所赐 但他一点都不后悔 这就是偷到他钱财的下场 可 是 沈向月下意识就想反驳 却在接触到赵山狠立的眼神后 乖乖闭了嘴 解查们的手段太狠了 他可不想像沈向东他们一样 每天都被特殊照顾 差眼 我夫君他正在发热 求你们心心好 赏点药草吧 眼看着沈向南的状况越来越差 都快稍迷糊了 谢云玉也顾不上畏惧了 跪爬到赵山的面前抱住他的腿 滚 啊 一脚踹开他 赵山冷哼道 这队伍里谁没发过热 就你们娇贵 冷酷的说完 赵山转身就走 解查们 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纷纷转身 沈向东兄弟俩会这样 就是他们造成的 他们又怎么可能伸出援手 作为常年押送流放之人的官差 他们早就习惯了死亡 别说这兄弟俩 只是昏迷发热 就算真死在他们面前 他们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没有求到要 还被狠狠的踹了一脚 谢云云趴在地上崩溃的嚎啕大哭 自从沈向平死后 他们的好运就到头了 解查们简直不拿他们当人看 时不时的鞭打 就算了 偶尔还会恪扣他们的口粮 要不是抢夺了那几个数字数女的口粮 他们怕是早就活活饿死了 如今兄长昏迷不醒 夫君又发起了高热 他们该怎么办 本章完 第124章 沈向东兄弟俩死 大哥 大哥你醒醒 另一边 沈向月用力的摇晃着沈向东 见他始终没有反应 又扑过去拉住讲世 娘 大哥一直不醒 我们该怎么办 似乎是这才回过神 蒋氏动作缓慢地扭头看看他 又垂眸看看躺在地上的儿子 空洞无神的双眼 逐渐泛起波澜 但他没有马上扑过去 查看儿子的状况 而是一把推开沈向月 娘 沈向月亮腔着往后退了好几步 瞪眼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死老太婆 他怎么敢推他 没有理会他的瞪事 蒋氏起身蹲在沈向东身旁 啪啪地甩了他两个大耳巴子 见他还是没有反应 眉头忍不住皱笼 立即又俯身道 向东 向东你醒醒啊 我是娘 我是你娘啊 甭管他对儿女们有多失望 终究还是不忍心 可惜 不管他怎么摇晃 沈向东始终没有反应 原本麻木不仁的脸上 爬满了焦急 眼泪花也不受控制地滚落眼眶 娘 解查只对我们一刻钟叫醒大哥 现在该怎么办啊 强忍着心里的不爽 沈向月摆出一副 担心焦急的模样 虽然沈向东越发阴致变态 但他无疑是沈家 唯一能担得起事的男人 如果现在就死了 接下来 他们将会更难 闭嘴 狠狠瞪他一眼 蒋是反射性地想起了沈向晚 可脑海里瞬间浮现出 当日他差点活活掐死他的画面 那点心思 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嗯 碰 夫君 就在他们不知道所措的时候 沈向南的身体突然一僵 抽搐着往后倒在地上 谢云云立马连滚带爬地扑上去 夫君 夫君 抱着他的头 谢云云嘶哑地哭喊 即便在心寒失望 他也是他的丈夫 他完全没办法想象 如果没有他 他该怎么办 向南 蒋是健壮 也暂时丢下长子冲了过去 只见沈向南痛苦地微张着嘴 似乎是想要说什么 却又说不出来 赫然已是出气多尽气少 向南 我的向南 拉着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 蒋是泪如雨下 难道继丈夫之后 他又要失去刺子了吗 呼呼 沈向南转动着眼珠子看看他 又尝试着张了张嘴 流泄出来的依然是粗重的喘息声 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不行了 沈向南又看向了自己的妻子 此时此刻 他的心里终于有了悔意 可是 他已经没有机会再弥补他了 夫君 呼 似乎是读懂了他眼里的情绪 谢云云哭得更加撕心裂肺 将要失去他的恐惧 促使着干瘦的身躯止不住的颤抖 呼 或许是被妻子的眼泪刺激到了 沈向南一个激动 双眼猛的圆瞪 身体僵硬地抖动了几下 突然就软塌了下去 彻底地没了气息 向南 夫君 短暂的正愣后 蒋氏和谢云云扑在他的尸体上 哭得稀里哗啦 从始至终 沈向月都没有靠近 瘦血的脸庞一片凄然 死了 二哥居然死了 嗯 与此同时 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沈向东嘴里 一出一声呻吟 双眼缓缓睁开 大 大哥 你醒了 见状 沈向月一脸的惊喜 甚至露出了笑容 他是真的高兴 眼看着沈家除了数字 就只剩下沈向东一个男人了 他要是也死了 他们接下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 大哥 可是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 沈向东的确是醒了 可他却跟搁浅的鱼一样 身体不停地抽搐 满是脏污的脸 一片扭曲 没多大会儿 功夫就静止不动了 沈向月的笑将在了脸上 后半想后 才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探向他的鼻尖 哼 死了 大哥居然也死了 没有感觉到他的呼吸 沈向晚下的往后倒退 瞪大的双眼影 满了不敢置信与震惊 向东 终于发现这边的不对劲 蒋是连滚带爬的扑向长子 当他发现他 已经没有气息后 当场就晕厥了过去 谁能想到 沈向东兄弟俩 竟会一前一后的死去 如果沈向东知道 偷到赵山钱财的下场是这样 他怕是就不会让沈向平下手了吧 可惜 这个世界什么果都有 就是没有如果 为了区区二百两银子 沈家父子三人 全都葬送了性命 全都死了 得知道兄弟俩死了 赵山一愣 随即摆手道 让他们挖个坑就地掩埋 我们还要继续赶路 是 解查做事就要转身 赵一山又突然道 再仔细地搜搜 看他们身上有没有银票 他始终坚信 一定是沈家人指使沈向平 偷了他的钱 银票肯定在他们身上 是 解查转身大跨步离去 他们不顾蒋氏和谢云云的挣扎 强行脱光了沈向东两人 拿着他们的衣服 一点点地搜索 直到 找到了 一个解查突然惊呼 只见他竟从脏兮兮的 蟹库抽绳那里 抽出卷成筒状的银票 展开一看 不多不少 刚刚好二百两 我看看 赵山带着两个解查 大跨步上前 一把抢过解查手中的银票 是我的 这就是我丢失的两百两银票 呸 还敢跟老子讲 这不人脏病货了吗 收起银票 赵山狠狠地踹了 沈向东的尸体一脚 而蒋氏 谢云云和沈向月 甚至是那些数子数女们 他们全都傻眼了 明显没料到 沈向平居然真的 偷了拆头的钱 而且钱就在沈向东身上 呜呜 你个杀千刀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 蒋氏突然扑到沈向东尸体上 用力锤打 他终于是反应过来了 肯定是长子 让沈向平那个贱人偷的钱 如果不是因为那些钱 他们也不会被解查重点照顾 是他害了他们 则则 仅仅为了二两百银子 就搭上了三条命 队伍的最前方 得知经过的沈向晚则则称奇 他都不知道 该说沈向东是狠还是蠢了 不做就不会死 他们终究还是做死自己了 蠢货 单手揽着他的肩 未成一冷漠的评价 亏他还曾是丞相府嫡长子 眼皮子居然那么浅 赵山的钱不见了 怎么可能不追究 作为押送他们的岔头 他要弄死他们 简直不要太容易 可不是吗 扭头看看他 沈向晚唇脚微钩 如果沈向东不让沈向平偷钱 他或许也不会那么倒霉的 被沉江海杀死 他们自己更不会被解查们活活折磨死 本章完第125章 即将抵达 沈州状况 解查们搜出的银票 证实了他们的确偷到了拆头的钱 剩下的蒋是几个女眷 根本不敢闹 很快就挖了个大坑 把两兄弟埋了 一个时辰后 流放队伍再次启程 最多三天 他们就能抵达沈州 这趟拆事特别不顺 赵山和老周都想赶紧脱手 更是催促着大家拼了命的赶路 今晚就在此地休息 三日后 流放队伍进入了沈州地界 但还没有到州府 眼看着天色已经黑沉下来 赵山不得不放弃 直接赶到州府的决定 勒令队伍原地休息 最近 他们已经在荒郊野外露宿惯了 一厅可以休息了 所有人都原地瘫坐在下来 沈向晚照例拿出驱散蛇虫鼠蚀的药 撒在地上 赵玉平母女和严家的女人们 则迅速拿出锅碗瓢盆 准备做今天的晚饭 为了给大家补充体力 清颖再次带着两个敬位 钻进了树林中 明天应该很早就能抵达州府吧 最近 已经不需要他亲自做饭了 沈向晚也懒得去凑热闹 带着小幼崽 跟魏诚意一起坐在 敬位们升起的火堆前 整整三个月 总算是要到了 嗯 点点头 魏诚意拨了拨火堆后 继续说道 我们要先去州府登记 再由州府的户机关 将我们分配到下面的村庄落户 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应该 会落户在大同县永安村 前世他们全都没有活着抵达郑州 但魏家不少人 都落户到了永安村 今生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就算有 他也会想办法转到永安村去 他的人已经在那里安排好了 只要前往永安村 他们就能直接安顿下来 你怎么知道 沈向晚不禁有些疑惑 他们落户到哪里 应该是不可控的吧 想知道 挑眉 魏诚意凑近他小声地说道 这可涉及到我的秘密了 想知道的话 用你的秘密来换 你没听说过吗 有秘密的女人 才更有魅力 抬手推开他的脸 沈向晚狡黠地笑道 魏诚意忍不住笑出了声 极其自然地伸手过去 握住他的手 我的确知道 很多你们不知道的事情 有空再跟你说 关于我们会落户到永安村的事情 我也是猜测 只有八成的把握 不管他愿不愿意告诉他 他的秘密是什么 他都不介意让他知道 他是重生的 但现在明显不太适合说那些 以后有机会 他会慢慢跟他说 行吧 左右明天我们就会知道 究竟落户在哪里了 你跟我说说沈州的情况吧 沈向晚也没有纠结 对他来说 落户在哪里都没差 他更想知道的是有关于沈州的事 接下来的几年 他们就要在这里扎根了 嗯 拉着他的手 魏诚意看着面前的火光 缓缓说道 沈州是天启王朝最西边的一个州府 关外不是是茫茫不着边际的草原 常年受到游牧民族侵扰 太祖和太宗都曾试图剿灭他们 可却全都杀鱼而归 因为他们常年气息在草原中 居无定所 军队根本无法准确定位他们的方位 而且 关外的草原面积极其庞大 一眼望去 根本看不到头 军队进去后 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更别说是追击那些游牧民族了 久而久之 朝廷就懒得管了 百姓也因此过得苦不堪言 还有就是 游牧民族大都擅长骑射 几乎人人都是天生的骑兵 而天启王朝大都是步兵 连优良的马种都没有 更别说是骑兵了 镇守西部边陲的士兵 也是各地军队中人数最少的 堪堪只有五万人 且还有很多老弱残兵 很难形成真正有效的战斗力 懒得管了 沈向晚忍不住骤媒 意思是 朝廷就任由那些游牧民族 闯入关内烧杀抢夺 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 他们就不怕 有一天游牧民族一路长驱直入 直接占领各个城池 打到皇城去 嗯 知道他为何骤媒 魏诚意也忍不住叹了口气 几乎每年开春的时候 游牧民族都会闯关 郑州最边境的三个县 往往都是最先遭罪的 是以流放之人 大都聚集在那三个县中 还有流放营 也设置在其中的大原县 每次游牧民族闯关的时候 流放饭都会被冲入军中 作为先锋部队抵挡他们 结果不用说 他们往往是死得最快的 是吗 看来 郑州的情况 比他想象的还复杂且艰难 沈向晚深深的吐出一口浊气 片刻后才再次抬眼 那言书他们 他们可是流放饭 是要被冲入流放营的 嗯 他们明天不会跟我们一起去州府 而是会直接去大原县流放营 不用担心 我会想办法 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他们捞出来的 紧了紧与他骄傲的手 为诚意坚毅的说道 不用那么劫 先顾好你们自己 我们没有老人 孩子拖累 短时间内 应该还熬得住 听到他们对话的阎朗 突然凑了过去 他也清楚 明天他们就要分别了 这一路上 要不是有他们照拂 他们怕是没几个人 能活着抵达此地 而且 沈向晚还救了他的命 对他们 他是打从心底里感激的 也不愿意看到 他们为了救他 而陷入险境 我心里有数 严书 你们且安心 我会尽快救你们出来 对上他的双眼 魏诚意难得的严肃 前世死得太早 作为灵魂状态 看到俊林他们遭罪 也无能为力 今生他不会再让悲剧重演 定会护他们周全 你呀 深深地与他对视伴想 阎朗无奈地叹了口气 行吧 我就等着你来救 我们出去了 不过诚意 一定要先过好自己 阎朗不可畏视 不与重心长 他跟魏诚意的父亲 亦是好友 可以说是 看着魏诚意和他的兄长 魏诚意是如何威震三军 建功立业的 如今魏诚意已经战死 魏家嫡系掌房一脉 就只剩魏诚意和魏诚贺 他只希望 他们都能好好的 嗯 知道说再多 都不如实际做到来的好 魏诚意也不再多言 倒是被他们夹在中间的 沈相蚓眼珠子 滴溜溜一转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但他并没有马上说出来 正好轻隐他们 带着猎物回来了 他索性牵着小幼崽去帮忙了 将空间留给了两个明日 就会分别的忘年之交 本章完 第126章 魏里儿的要求 轻隐这次打回一只傻袍子 沈相婉照 立分了一些给解查们 剩下的 就由赵玉萍掌勺红烧了 傻袍子山味比较大 他还悄悄从空间里 偷渡出不少香料 让赵玉萍烧肉的时候 添加进去 闻着浓郁的肉香味 其他人全都不住地吞咽口水 却不敢再像刚开始流放那般 理所当然地上前讨要了 二哥 明天就要到州府了 我们身无分文 可怎么办 看看魏诚意等人 魏敬红起身走向魏敬鸾一家 经过三个月的流放 他们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少 目前一家仅仅只剩几个人 我咋知道该怎么办 肚子正饿的难受呢 魏敬鸾的语气十分不耐 自从魏诚意那些敬畏出现后 他就不敢再时不时地靠上去了 偏偏母亲又没了 没人冲锋陷阵 他们更是不敢动作 每天都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魏诚意他们 轻轻松松地搭乘驴车 顿顿好吃好喝 他心里憋得都快内伤了 不是二哥 咱能冷静点吗 强忍住不爽 魏敬红凑过去 坐在他的旁边 明天抵达州府后 我们就会被分到下面的村子落户 据我所知 流放之人一般都是分在最危险 且最贫穷的村子 我们身无分文 到时候该如何安顿 又要怎么养活自己 他是真有点急了 流放的时候 解查还能每天给他们两个窝窝头 至少不会活活饿死 一旦落户到村里 就没有人再免费提供食物了 他们身无分文 难道就等着活活饿死不成 除此之外 他们也还需要 能够遮风挡雨的房子 否则住哪里 总不能木天席地吧 现在天气炎热还好 以后天凉了怎么办 总之一句 他们需要钱 有钱才能买房 才能吃饱穿暖 万事不愁 我 不是 静红 你说官府分派落户的时候 是按人头分 还是按户头分 魏敬鸾做事又要动怒 却在张嘴的瞬间转了口风 深陷的双眼 闪烁着明晃晃的算计 二哥的意思是 魏敬鸾也不蠢 几乎瞬间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并且快速在脑子里 计算着可行性 如果是按户头分 我们被流放之前 还没有分家 只能跟魏丞一他们分在一起 到时候 剩下的话魏敬鸾没有继续往下说 但他脸上的得意 已经说明了一切 只要不是个傻子 都能一回 嗯 魏敬鸾没有马上附和 稍作沉思后 才抬手道 能行吗 魏丞一可不是以前的他了 而且 他们一口咬定 将我们逐出魏家了 就算我们真被当做一户人分在一起 他们也有可能会赶走我们吧 要说一点都不心动 那肯定是骗人的 可前前后后被收拾了那么多次 魏敬鸾心里还是有些打鼓 魏丞一和沈相晚会 让他们那样靠上去 我就不相信 当着官府那些人的面 他们还敢那么狠 不是不清楚魏敬鸾的顾忌 但魏敬鸾太想靠上魏敬鸾他们享福了 根本不愿意去接受 他们有可能拒绝 并且再拿出族谱说事的问题 万一他们真的敢呢 可以的话 魏敬鸾也不想泼他冷水 毕竟如果真的可行 他也能跟着受贿 可他始终是不太放心 那你说该怎么办 魏敬鸾不禁有些恼怒 两眼瞪得如铜铃一般 见状 魏敬鸾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要是有办法 也不会跑来找他商议了 貌似目前 他们也只能启斗 明天顺利的跟魏丞一他们分到一起 至于以后 大不了再死皮赖脸的缠上去 无论如何 他都不想再过这种食不饱腹的日子了 丝毫没察觉到 他们又被盯上了 吃饱喝足后 两家人围坐在火堆旁闲聊 他们都知道 明天要分离了 多少有些不舍 特别是严家的女人们 只要一想到明天就要去留放营了 他们心里就忐忑不安 情绪难免有些低落 放心 我保证你们很快就会出来的 男人们在聊他们的 沈向晚也凑到沐云然耳边小声的说道 不用急 你们自己先安顿好再说 公公和夫君他们的武功都不错 我自己也会点圈脚功夫 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 拉着他的手 沐云染柔声笑道 流放营不是洪水猛兽 他相信至少短时间内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当然 他也看出弟妹他们的不安了 那只是对未知的恐惧罢了 就像他们刚被流放一样 时间长了 自然就安定了 嗯 抽手拍拍他的手背 沈向晚继续说道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不会把自己陷进去的 他挺喜欢沐云染的 能嫁入颜家 并且是嫁给嫡长子 他的家世应该也不差 但他的身上 找不到半点大家小姐的傲慢与娇气 性格十分爽利 做事也很有分寸 就像是一朵结语花 默默地站在严峻林的身旁 是他不可多得的嫌内主 嗯 知道他不是没有分寸的人 沐云染也没有多说 两人如同多年的好友 默契地相识一笑 二嫂 你教我武功好不好 见他们似乎说得差不多了 魏林凑过去巴巴的要求 略显税嫩的小脸满是期盼 这段时间他仔细想过了 不能再像从前一样 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做一个只会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娇小姐 他也想帮忙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至少不能每次都扯后腿 啊 文言 沈相婉一愣 随即笑道 我不会武功 只会一些防身术 最近修炼的内功 还是你二哥传给我的 你要是想学的话 我也可以教你 他并不反对魏林儿学武 女孩子嘛 有武傍身才不会被人欺负 好啊好啊 谢谢二嫂 不管是武功还是防身术 只要他肯教她就好 魏林儿忙不迭地点头 换做事以前 赵玉萍早就反对了 但现在嘛 经历了那么多 他也想通了 孩子们多一份本事 也就多一份保命的本钱 这也是为什么 他已经发现 魏成和在习武 却也没有反对的原因 等安顿下来后 我再教你吧 别看小姑娘娇娇弱弱弱的 实际上心性比赵玉萍还坚韧 沈相婉婷喜欢她的 嗯 魏林儿点头如捣蒜 双眼笑成了两道弯弯的月牙 魏成一兄弟俩 彼此对看一眼 双双露出勾起了唇角 这段漫长的流放之旅 即将结束 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 本章完 第127章 再见龙影卫 半部大宗师 行了 早点睡吧 明儿还要继续赶路呢 瞧着时间不早了 沈相婉笑着催促 嗯 众人不约而同的应声 赵玉萍母女俩连忙起身 从车厢里拿出几床凉席 那是他们前不久买的 现在已是六月底 天气逐渐炎热 晚上露宿野外的时候 只需要铺一张凉席即可 沈沈 喝奶奶 女人都在忙着铺凉席 小幼崽走到沈相婉面前 奶生奶气的要求 每天睡觉前 她都要喝一瓶奶奶 整整三个月的流放 别人家的孩子都瘦成了皮包骨 也就只有她 还是跟流放钱一样 白白嫩嫩的 不 正确的说 她似乎还长了一些肉 身形也抽高了几分 那 早就给调好了 谢谢沈沈 结果奶瓶 小幼崽抱着她 转身走向已经铺好的凉席 乖乖的躺在上面 抱着奶瓶咕噜噜的一顿炫 没多大会儿功夫 就吸着奶嘴睡着了 很快 赵玉平母女俩 和严家的女人们 也先后入睡 周遭渐渐安静下来 沈相婉等人围着火堆 盘坐在地上 净卫们则护卫在他们周遭 以防发生什么变故 整片区域唯一能够听到的 就是其他人的呼噜声 以及柴火噼里啪啦燃烧的声响 谁 夜半时分 魏诚义猛地睁开双眼 静卫们也一跃而起 每个人都戒备地注视着 前方不远的夜色 取你性命之人 昏暗的夜色中 数十道人影先后显现 他们统一身着黑衣 以黑面金蒙面 只露出一双眼睛在外面 为首的男人 似乎极为强大 浑身都裹挟着圣人的杀气 那双看着他们的眼睛 仿佛是在看死人一样 半步大宗师 感觉到为首之人的武功等级 未成一己不可查的醋眉 不是怕 而是 他们这边大部分人 都手无腹肌之力 已经落了下风 半步大宗师 文言 轻盈等人也皱紧的眉头 虽然武道等级只有那么几个 但每一集都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 半步大宗师 比一般的宗师可强多了 更别说跟他一起那些人 散发出的全都是先天高手的气息了 今晚他们 怕是很难全身而退 你们是什么人 赵山的声音猛的响起 怎么说 他也是先天高手 那些人现身后 就不再隐藏自己的气息 他怎么可能感觉不到 同样察觉到的还有老周 不过他并没有吱声 他已经看出来了 那些人是冲着魏诚义来的 为首的黑衣人 冷漠地扫他眼 并未回应 视线再次对上魏诚义 真是没想到 你竟然也是半步大宗师了 难怪先前他们派来的几拨人马 会音讯全无 幸亏这次是他来了 否则怕是又要折起沉沙了 事有如何 殷红的唇瓣轻轻如动 魏诚义高冷淡漠 看起来似乎毫无压力 早在他们察觉到动静的时候 沈向晚就跟着起身了 不过他全程都没有吱声 那些人不用说 肯定又是龙影卫 单纯就武力职而言 他估计一个打不过 但他善用毒 还有热武器 不过 对真正的高手而言 不管是毒还是热武器 只要有所防备 都能轻松躲过 所以他只能寻找机会 出其不意地拿下他们 晚晚 待会儿我跟静卫引开他们 你跟赵山说一声 立即赶往周府 就在沈向晚琢磨着 应该怎么最大限度 发挥他的优势的时候 魏诚意的传音突然响起 沈向晚抬手看看 挡在他面前的高手身影 眉风微微皱拢 好一会儿后 才再次舒展开 但他并未回应 以防对方察觉到什么 是你就更该死了 男人眸光一沉 猛然仰手 上 两人几乎同时下达命令 黑衣人一冲而上 近卫们也不落人后 但他们没有恋战 挡住黑衣人的第一波攻势后 集体洋装攻击他们的首领 成功引开他们的同时 带着他们 窜入不远处的树林 激烈的打斗声紧跟着响起 晚晚 护好自己 再次跟沈向晚传音后 魏诚意刷的一声抽出软件 飞身刺向为首的黑衣人 对方也不是吃素的 脚尖一点就赢了上去 两人在半空中激烈的交锋 操 半夜三更的 吵什么吵 他们是什么人 解插们和流放之人陆续被吵醒 刚开始 前者还骂骂咧咧的 等他们看清楚状况 当即就是一个机灵 纷纷冲到赵山或老舟的身后 后者在短暂的震愣后 静下的尖叫了起来 战斗中的魏诚意和静卫们 全都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闭嘴 裹挟着内力的声音陡然响起 沈向晚狠狠地瞪着那些尖叫的人 谁要是敢再发出声音 老娘就让她永远都发不出声音 鲜瘦的身形 弥漫着浓浓的杀气 不用怀疑 如果谁敢继续尖叫 她绝对会杀了她 尖叫的女人们 吓得瑟瑟发抖 却也不敢再乱叫了 同样被吵醒的赵玉萍抱着 还在呼呼大睡的小幼崽 刚要说什么 就被沈向晚强势地打断了 看看她 再看看正在跟黑衣人打斗的儿子和静卫们 赵玉萍咬咬牙站起来 莲儿 帮忙收拾 我先将安哥儿抱到车上去 好 点点头 魏莲儿马里的起身 严家的女人们 见状也帮着一起收拾 至于男人们 在严朗的带领下 包括魏诚鹤在内 所有人都护卫在周遭 以防有黑衣人突然杀过来 拆头 我们必须马上走 大跨步走向赵山 沈向晚神情严肃地说道 好 早就察觉到 那些人的武功有多高强了 赵山也没有反对 回身就招呼道 快 叫上那些流放之人 我们连夜赶去周府 是 解察们虽然也吓得不轻 但见魏诚鹉他们 成功地拖住了那些黑衣人 他们也强忍着 害怕行动了起来 本章完 第128章 连夜奔逃 伺机而动 赶紧地 给老子起来 快快 卫神两家的人 全都吓得两腿发软 浑身直颤 有些人甚至连裤裆都湿了 根本没办法迅速起身 解察也不跟他们客气 鞭子抽得啪啪作响 男人们吃痛后 勉强能够起身了 女人们急得哭了起来 却又不敢哭得太大声 以免引来沈向晚那只母大虫 只能流着泪不住的乌液 快 云染 你们全部都上车 回到驢车旁 沈向晚低声吼道 好 沐云染是个爽力的人 也没有浪费时间推诿 带着严家的女眷钻进驢车里 严叔 俊玲 麻烦你们护着他们先去周府 记住 我们如果没有追上来的话 不要急着进城 等我们来了再说 见状 沈向晚又大步走向阎朗父子 不错 他没打算跟他们一起离开 看就知道 今晚这些龙影卫 跟以前的不一样 全都是真正的高手 他要留下来 伺机协助魏诚义他们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 听出他话里的意思 阎朗猛的皱眉 眼底写满了不赞同 嗯 不行 二嫂 你不能留下 沈向晚刚点头 就遭到了魏诚赫的强烈反对 二哥正在跟强敌战斗 作为弟弟 他有义务护着二嫂 晚晚 停 见阎朗也要复合 沈向晚连忙道 你们忘了 我有很厉害的武器 放心 能要我命的人 还没出声呢 见过狂妄的 谁见过狂成这样的 如果不是时机不凑合 他们高低的吐槽两句 曾亲眼见过他 使用那种武器的魏诚赫 和严俊凌双双一正 倒是阎朗沉声道 再厉害的武器 也要看使用他的人 有几分真本事 晚晚 不是严书瞧不起你 跟真正的高手比起来 你还差得远呢 当日的事儿 我已经听俊凌说过了 若非你出其不意的攻其不备 那些人也不会全部折在你手里 听我的 跟我们一起离开 不愧是当过军师的人 几乎瞬间就点名了重点 热武器在这个时代 的确具备很大的优势 但对武林高手而言 只要有所防备 杀伤力也不会大到哪里去 严书 我可不仅仅只有厉害的武器 别说了 你们快走 以免那些黑衣人杀过来 他的底牌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沈向晚懒得再说 直接催促了起来 可是 没有可是 严书 你必须听我的 严朗还想再劝 沈向晚却强势地打断了他 精亮的眸子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哎 我们先走 深深地与他对视伴想 严朗无奈地叹息 转身就跳上了旅车 二嫂 小心 临走前 魏承赫又担心地叮嘱 得到他点头应允后 才转身 跳上旅车的另一边 你们先走 我断后 丢给弟弟们一个眼神 严俊凌晨声道 是 严家的男儿们 有序地朝旅车靠拢 虽然他们都会武功 但都跟魏承赫一样 只会点皮毛 内功也是最近几个月 才开始修炼的 留下来 只会扯后腿 走 又看了看 戒备着那些黑衣人的沈向晚 和严俊凌 严狼猛地甩动鞭子 吃痛的驴子 瞬间便跑动起来 快 登上 同样已经准备好的 赵山和老周 驾驭着牛车紧随其后 解插们也懒得 再管那些流放之人 纷纷跑了起来 等等 等等我妈 眼看着他们跑远了 流放之人忙不迭地追上去 看他们跌跌撞撞地就知道 估计全都吓得不轻 其他还活着的女人 基本都有男人依靠 沈家那边就惨了 只剩下几个女人 至于数字 他们早就跑出去了 那些数字的胆子就大了 这几天 蒋氏一次都没能从他们那里 抢到窝窝头 你们几个箭中 都给我等着 眼看着数字们越跑越远 蒋氏气得破口大骂 可不管是沈向月 还是谢云韵 亦或者是那两个数女 谁都没有搭理他们 为了活命 他们只能强忍着恐惧 拼命地追赶 奇怪的是 那些龙影卫 并未阻止他们离开 依然跟静卫们缠斗着 他们不可能连一个人都分不出来 沈向晚眸光幽暗 盈盈已经猜到 为何会如此 心里也多了几分颠量 不过现在不是昨梦那些时候 她主要的注意力 还是在那些龙影卫身上 嫂子 小心 该走的人都走了 严俊玲离开前沉声道 嗯 点点头 沈向晚想了想 又补充道 娘他们就拜托你和严叔了 嫂子客气 退后两步微微汗手 严俊玲又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才转身奔入黑夜之中 等到只剩下她一个人后 沈向晚一边注意着 未诚意他们的打斗 一边移动到一棵大树后面 让自己的身体 融入到黑夜中 确定应该没人注意她后 闪身进入了空间里 碰碰 夜空中 剑花与剑花的碰撞十分激烈 魏诚意和龙影卫首领 都是半步大宗师 虽然前者是 刚突破不久 但她身体的暗伤 都被灵井水修复了 战斗起来 更是游刃有余 当然 后者也不是吃素的 看得出来 她突破半步 大宗师已经很久了 始终在跟魏诚意正面刚 并且丝毫不落下风 啊 另一边 青影和静卫们的战斗 也不遑多让 刚开始 他们人数比较少 无疑是落了下风 不少人都受了伤 很快 当隐身于暗处的静卫赶来后 他们就绝地反击了 树林中不时传出 凄厉的惨叫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战斗上 谁都没注意到 周遭曾有过细微的波动 沈向晚没有惊动任何人 迅速利用空间的延展近距离 查看了战斗的状况 见青影他们尚且能够御敌 他又回到了先前隐身的那棵大树上 藏身于茂密的枝叶间 缓缓从空间里 拉出一把带着夜视镜的狙击枪 小心翼翼地趴在树干上 架起狙击枪 对准战场 本章完 第129章 配合攻击 解决龙影位 狙击枪的镜头 很快便瞄准了与魏诚意交战的那人 经过先前的探查 沈向晚已经基本掌控了状况 这一批龙影位 救赎那人最强 其他人虽然也比以前那些龙影位强 却还在控制之中 只要狙杀了他 今晚的危机就算是解除了 对付那种等级的高手 绝对不能慌 必须一击击重 否则 恐怕再难有机会出手 沈向晚耐着性子静静地等待时机 可惜 他跟魏诚意的交锋不仅激烈 攻防之间的切换速度也非常快 他等了很久 都没有等到机会 操 老娘就不信了 时间缓慢地流逝 沈向晚面上平静 心里不禁发痕 借由瞄准镜 不断地试图锁定对方 碰 不知道是不是心有灵犀 魏诚意右手挽起剑花 左手推出掌风 两道强劲的攻击 以几乎撕裂空气的威势 激射而出 龙影位首领挡住了剑花 却没能防住掌风 高大的身体 往后倒退了好几米 好机会 碰 抓住这一瞬间的机会 沈向晚瞄准对方的胸口 扣动扳机 什么 男人几乎立即就察觉了 来自邪后方的危机 但他以为是 无耻小人用暗器偷袭 并未太过防备 仅是转身精准地 锁定沈向晚所在的方位 碰 啊 他注定将为自己的轻视 付出代价 子弹入体 虽然没有如玉琪那样 射穿他的心脏 却打中了他的右肩 并且瞬间爆炸开来 重弹的右肩 出现一个血淋淋的窟窿 他也惨叫着 从半空中落了下来 碰碰碰 短暂的震愣后 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魏诚意立即挽起剑花攻击 沈向晚也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 接连不断地扣动扳机 男人落在地上的时候 身体已经多了好几个血窟窿 操 还不死 碰 见他居然还没有死 沈向晚低咒一声 这次瞄准了他的脑袋 何方鼠背 该死 男人怒不可歇 做事就要飞向沈向晚所在的方向 可一颗子弹再次迎面而来 惊得他瞳孔一缩 全身的汗毛都倒立了起来 身形迅速往后倒退 噗哧 啊 他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恐怖的暗器上 竟大意地忽略了魏诚意 不知道什么时候 魏诚意出现在他的身后 手中利刃直接捅穿了他的身体 男人不敢置信地回头 谋底充斥着浓浓的绝望与不甘 他堂堂一个半步大宗师 居然就这样死在了魏诚意手上 噗哧 碰 没有理会他究竟有多少不甘 魏诚意毫不留情地抽出利刃 男人血淋淋的身体 往前旋转半圈后 碰的一声倒在地上 终于是死了 沈向晚两手空空地来到魏诚意身旁 虽然先前看起来好像很顺利的样子 实则不然 但凡他跟魏诚意稍微反应慢一点 都有可能被男人反击 他要是想逃跑 他们应该是拦不住的 同时 这也让他更坚定了 一定要加倍休息内功 在真正的高手面前 热武器的作用真的不大 你的暗器还能爆炸 垂眸看看男人身上的血窟窿 魏诚意疑惑地问道 他有强大武器的事严峻临走 就跟他提过 是以他并不觉得奇怪 此时也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 是开花旦 先别说那些 去帮忙轻盈他们 迅速解决这些龙影卫 两人不再多言 魏诚意飞身 进入树林 迅速加入到战斗之中 以绝对强势的手段 快速收割龙影卫的性命 沈向晚没在使用狙击枪 而是拿出了手枪 靠近后找到机会 就不停地放冷枪 为轻盈他们制造击杀的机会 哎呀 有了两人的力量投入 龙影卫的人数迅速减少 伴随着最后一道惨叫声 凄厉的响彻耳畔 今晚的战斗也落下了帷幕 二爷 夫人 他们已经全部死亡 没有一个人逃走 仔细清查过后 轻盈抱拳道 受伤了 见他的手臂 正在勃勃地冒血 未成一击不可查的皱眉 轻盈不仅是他的敬畏统领 也是他一起成长 一起建功立业的伙伴 他可不从没拿他当外人看 皮外伤而已 不碍事 垂眸看看自己的手臂 轻盈咧嘴笑道 不碍事才怪 沈向晚边说边走向他 直接上手 想要查看他的伤势 夫人 别动 轻盈反射性地往后缩 却被沈向晚和止住了 确定他不会再躲闪后 他才撕开他手臂处的衣服 一条长约十几公分 深可见骨的伤口 正在薄薄地冒血 看起来十分害人 坐下 还有谁受了伤 全都过来 我先简单地给你们处理一下 让他原地坐下后 沈向晚看向其他的敬畏扬声道 听夫人的 敬畏们闻言有点不知所措 直到魏承意的声音响起 受伤的敬畏才陆续靠拢 今晚那些人的武功普遍都比较高 他们也有很多人受伤 有些伤势还十分严重 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 他们并没有死亡 都还活着 承意 这是酒精 先让他们把伤口都露出来 互相用酒精清洗消毒 看看受伤那些人 沈向晚无奈地叹口气 从随身携带的包袱里 摸出两大瓶酒精 现在这种情况 他也不可能把三号他们弄出来 只能慢慢来了 嗯 结果酒精 魏承意分了一瓶给没受伤的敬畏 自己则拿着剩下那瓶 亲自帮敬畏们处理伤口 由于以前在军营里的时候 他也时常这样做 敬畏们倒是一点都不扭捏 只是 啊 当酒精喷洒在伤口上的时候 饶食他们个个都堪称硬汉 还是忍不住叫了出来 其中最凄惨的非青隐莫属 正在给他处理伤口的沈向 挽手一抖 略有些鄙视的瞪他一眼 你还敢叫得更大声吗 亲隐顿时欲哭无泪 他那不是没准备吗 接下来肯定不会了 去那边 我要帮你缝合伤口 月光太微弱了 简单的给他止血 并做了局部麻醉后 沈向晚指了指他们先前休息的方位 那里 还有火堆在燃烧 嗯 点点头 亲隐起身跟上他的脚步 其他人见状也跟了过去 就在这里吧 往火堆里添上柴火 沈向晚又洗了洗手 给自己消消毒 戴上橡胶手套 拿起缝合针线 开始帮亲隐缝合伤口 本章完 第130章 抵达周府 暂时分别 咦 怎么一点都不痛 明明他就在他的手臂上穿针引线 他却一点都没感觉到疼痛 亲隐不禁大为诧异 诧异的何止是他 包括魏诚意在内 所有人都静静地 看着他熟练的动作 牟底充斥着浓浓的震惊 他们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 受伤几乎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还是第一次看人如此处理伤口 虽然有些吓人 却比往伤口上撒进窗要干净多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总觉得 这样似乎更顺眼 好了 很快便缝好了最后一针 沈相婉收起缝合针线 又拿出纱布 将伤口包扎起来 未免他乱动崩裂伤口 他干脆让他整个手都掉了起来 处理完伤口 沈相婉也没忘给他注射消炎止痛药 记住 这几天 伤口绝对不能碰到水 是 谢谢夫人 麻药的作用还没散去 秦莹感觉很轻松 脸上也有了笑容 懒得再搭理他 沈相婉又 接着帮其余的禁卫处理伤口 整整花了两个时辰 天际都泛起雨堵白了 禁卫们的伤口 才全部处理完 还有几个内伤的 暂时他也没办法 只能让他们自己调理 这一路上 他不是没想过 针对习武者弄出 相应的药物和毒药 那不是一直没时间吗 等到安顿下来后 他就会着手准备了 狗皇帝此次又折了个半部大宗师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在那之前 他也得有所储备才行 上来 往前半部蹲在他的面前 魏承意宁声道 在他帮进卫们处理伤势的时候 他也跟没有受伤的人 把那些尸体处理了 现在 他们必须尽快赶到周府 去跟流放队伍会合 好 没想到他还挺暖心的 沈相婉一愣 随即含笑 趴在他的背上 走 天际已经逐渐明亮 他们也不能再继续耽搁了 魏承意背着他踏空而行 眨眼间便激射出去好几十米 速度之快 堪比流光 清隐和近卫们 见状也跟上了上去 很快 热闹了一晚上的树林 就安静了下来 除了林间七夕的鸟兽 没人知道 这里曾发生过 怎样激烈的战斗 终于到了 趴在魏承意背上 远远看到周府威娥的城墙 沈相婉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 不管郑州有多复杂 将来的处境又有多艰难 只有彻底地安顿下来 他们才能真正地着手 准备推翻狗皇帝的相关事宜 是啊 又到了 顺着他的泥男抬手看了看 魏承意不无感慨 前世作为鬼魂游荡的时候 他也来过郑州 那个时候 娘和成和他们早就没了 在这里 他碰到了严峻林 亲眼看到严家人惨遭折磨 可他却无能为力 他也没想到 老天爷竟会给他再来一次的机会 不同的是 这次他还活着 并且有了晚晚 娘他们也还活着 这一次 轮也该轮到他们打回皇城 将狗皇帝从龙椅上拉下来 千刀万剐了 这又是怎么了 敏锐地察觉到 他的情绪似乎不太对 沈相挽覆在他的耳边 担心地问道 没什么 娘他们在那里 回过神 挥去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魏承意的视线定格在城外的某处 流放队伍全部聚集在那里 娘 是二哥 二哥他们回来了 与此同时 正在张望的众人也发现了他们 魏林拉着母亲激动得又蹦又跳 是 是他们 认出为首的 正是他的儿子 赵玉平激动得热泪盈眶 天知道他这一路有多担心 他们好不容易才抵达陈州 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 他都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活了 幸好 幸好他们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总算是追上来了 阎朗父子俩双双松了口气 其他人不知道 他们可是清楚的 昨晚那些人可都不是善茬子 相比他们 某些人就不太爽快了 比如说 魏靖鸾和魏靖红兄弟俩 在此之前 他们都已经在琢磨 要怎么霸占他们的财物了 没有魏承意和沈向晚 他们可就不怕了 在他们的眼中 赵玉平母女俩和魏承和舒直 都是可以随意拿捏的 他们怎么就是不死呢 魏靖鸾兄弟俩 恨得咬牙切齿 却又莫可奈何 脸色别提 有多难看了 娘 不管他们都是些什么想法 魏承意很快就背着沈向晚 落在了他们面前 回来就好 晚晚这是咋的了 话说到一半 见他背着沈向晚 赵玉平连忙担心地问道 生怕他是不是受伤了 没事 娘 诚意怕我太累 才会背着我 从魏承意背上下去 沈向晚笑着说道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赵玉平夸张地拍了拍胸脯 他是真有点草木结冰了 二嫂 沈沈 魏灵和小幼崽双双扑过去抱住他 沈向晚脸上的笑容更深 拍了拍魏灵已是安抚后 弯腰抱起小幼崽 不用担心 我们这不是没事吗 嗯 点点头 魏灵悄悄抹了抹眼泪 倒是小幼崽皱着 小眉头说道 沈沈 你去哪了 我 我都想你了 沈沈也想安根了 轻轻他白嫩的小脸蛋 沈向晚满眼的宠蜜 嗯 又得了沈沈的香吻 小幼崽红着脸 埋首在他的肩窝处 他最喜欢沈沈了 我还以为 你们要折在那里呢 另一边 阎朗泪起拳头 垂了垂魏承意的胸口 托你的福 我还活得好好的 摇摇头 魏承意失笑道 也只有在这些清静的人面前 他才会露出这一面 在别人的眼中 他永远都高冷疏离 宛如神圣不可侵犯的折仙 只能远观 不可靠近 嘿嘿 那个 我们该上路了 老周不是很自然的咳嗽两声 他也知道 自己有些惹人闲了 但现在已经天光大亮 不远处的守城士兵 早就注意到他们了 再继续耽搁下去 怕是有些说不过去 欢乐的气氛瞬间凝滞 两家人脸上的笑容 都渐渐消失 他们差点都忘了 今天要分别了 稍等片刻 将孩子递给魏灵 沈向晚跑向旅车 掩去别人的目光后 从空间里 拿出十几套崭新的细棉衣裳 又往里面塞了一些银票和碎银 最后在天上挤瓶他自己弄的药 抱着两个巨大的包袱 钻出旅车 云染 这些东西你拿着 先将就着用 过两天 我们安顿下来了 我在想办法 给你们送其他的东西 将包袱交给沐云染 沈向晚低声说道 目前为止 他能做的只有这么多 嗯 谢谢你玩玩 紧紧地抱着两个硕大的包袱 沐云染难得地红了眼眶 在他的心目中 早就拿他当清静的密友了 我们之间不用说什么谢谢 摆摆手 沈向晚靠过去 附在他的耳边小声说道 里面有几种药 瓶身上都贴着使用方法 另外 红色瓶子里 装的是见血封喉的毒药 关键的时候 应该能够保命 好 含泪点点头 沐云染心里引满了感动 他真是什么都为他们考虑到了 我们该走了 该说的昨晚已经说过了 阎朗跟为诚意点点头 转身带着家人们 走向等在不远处的老舟等一众检查 保重 携带着内力的声音 清晰地传进他们耳中 阎家众人脚步一顿 阎朗背对着他们摆摆手 你们也是 他日再见 他日再见 魏诚意近乎泥男的回应 沈向晚靠过去握住他的手 两人食指紧扣 并肩看着他们一步步走远 准备进城 赵山也是识去的 直到已经看不到阎家人的身影 他才扬声招呼 众人进城 清颖你们留在城外等候 是 解插和流放之人 陆陆续续地迈开脚步 临走之前 魏诚意将驴车交给了清颖等人 一个没受伤的禁卫上前 便拉着驴车靠到一边 清颖又跟他们点点头后 才带着剩余的禁卫离开主干道 他们都知道 流放之人进入州府 只是走个过场 很快便会再次出城 本章完 第131章 民风 分级落户 称州作为西部边陲州府 地域广袤 下辖九个县城 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州府 同时也是最穷的州府之一 几乎每年开春的时候 游牧民族都会闯关 他们不只会抢夺财物 还会屠戮村庄 可以说是极其残忍 而官府和驻军 一个无能 一个无力 基本没什么作为 百姓因此过得极其艰难 为了抵御外敌 称州每一座城池 都见得十分高大雄伟 其中又以府城为罪 落在队伍最后方的沈向晚 一手被魏诚意牵着 一手则牵着小幼崽 沿途边走边打量周遭 相比一般的县城 哪怕是边境州府的府城 似乎也更加热闹繁华 来来往往的路人络绎不绝 此地的民风似乎更为开放 六月已经非常炎热了 大街上来往的人 穿着都十分单薄 有些操汉子 甚至还穿着亮膀子的短打 女人也有露出半截手臂的 跟其他地方大不相同 要知道 这个时代 可是男人不小心触碰 或看了女人手臂 都是要负责的 陈州的民风可不仅仅只是更开放而已 受游牧民族的影响 包括女人在内 大部分人都是很彪悍的 扭头看看他 魏承逸缓缓说道 相比皇城 他其实更喜欢边境 不用在意那么多繁文入节 只要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就行了 好事啊 民风彪悍 灾难降临的时候 百姓才能保护自己 并且灾难过去后 还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站起来 总算是听到点好消息了 沈向晚不自觉地勾纯 以后 如果他们成功推翻了狗皇帝 他一定会建议魏承逸推动全民习武 如同未来世界 但凡是成年的人 都可以免费领取基因药剂 觉醒异能一般 只有百姓强大了 国家才会立于不败之灵 没人敢在招惹后 他们才能平稳地发展民生 真正迈向盛世繁华 他的想法 总是跟别人有所不同 听到他说的话 魏承逸唇狡辫也勾勒出少许弧度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他发现 自家媳妇 总能从百姓的角度看待问题 虽然有些想法 难免惊世骇俗 却全都是对百姓好的 如果这个天下交由他来打理的话 百姓一定会过得很富足吧 说话间 赵山等一众解释 已经将他们带到了衙门 跟户机关交接过后 他们此次的押解任务 就算是完成了 不过 当户机关看到死了那么多人 其中还不乏解释时 脸色刷的一下就垮了下来 直到经过赵山的解释 他才逐渐释怀 宾州遭遇地龙翻身 附近几个州府都遭了秧的事 他也有所耳闻 的确怪不了解释 不知道我们会被落户到哪里 我听说流放之人 都会被分到最危险最贫穷的村子 与其担心那个 不如想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我们身无分文 要怎么在村里落脚 流放之人全部聚集在 衙门前方的空地上 等待的时间里 众人不禁交头接耳的小声议论 说着说着 不少人都抹起了眼泪花 他们身无分文 根本不知道 落户在村里后该怎么办 有些人悄悄看了 看站在最前方的魏成一等人 暗暗琢磨着 伴随着一声高鹤 护及关手持毛笔和护及侧 大步走向他们 跟他一起的 还有腐牙的牙翼 以及落在后面的罩山等一众解查 等护及关处理完 他们就可以离去了 魏家的人站左边 沈家的人站右边 手持毛笔看看他们 护及关羊声道 两家人不敢迟疑 纷纷按照他的指示站好 三个月的流放 足以磨平他们所有的棱角 至少在关差的面前 他们是不敢随便放肆的 看到这里 护及关满意的点点头 魏家总共有七户四十九人 你们将分别落户到 大同县永安村和永宁村 待会儿会有牙翼 用牛车送你们去 沈家还有六户四十人 你们同样被安置在大同县 分别是永安村和永平村 另外 凡是流放树人 每户官府都会免费划分 半亩宅基地和两亩荒地 希望你们能尽快安顿下来 户及关边说边翻月册子 早在跟赵山他们交接的时候 他就顺便分配好了 流放树人不是犯人 不会收监 都是直接落户到下面的村子里 大人 请问魏家分别是哪七户 每个人都在沉默的时候 沈向晚抬手问道 他可不想再跟二房三房一户 从昨天就开始关注 这一点的二房三房众人不约而同的抬手 魏靖鸾和魏靖红兄弟俩 脸上满是期盼 流放前 本家是没有分家的 他们理应是一户才对 如此一来 他们就能顺理成章地靠上魏成义 跟着他们好吃好喝的享福了 貌似他们好像忘记了 沈向晚可从没让他们占过便宜 就算他们真是一户 他也有的是方法分开 怎么可能养着他们一群吸血虫 魏家的其他人 见状也纷纷竖起耳朵 特别是魏靖鸾和魏靖汉 他们跟嫡系一脉 应该是分开的 不然怕是真要被嫡系那些人压一辈子了 户籍官没有马上回应 而是低头翻阅着户籍册 片刻后才说到 魏家本家三户 户主分别是魏成义 魏靖鸾和魏靖红 分家四户 户主分别是魏靖鹏 魏靖纯 魏靖鸾 以及魏靖汉 什么 他们的户籍全是分开的 满怀期望的魏靖鸾兄弟俩 激动的脱口 户籍没在一起 甚至有可能不在一个村 他们还怎么靠着魏成义 好吃好喝 同样不爽的 还有分家另外两户 他们分别是魏靖鸾和魏靖汉家的嫡系一脉 这段时间 仗着自己是嫡系 他们没少抢夺两家的东西 特别是吃食 如今分开了 他们就没办法占便宜了 相比之下 魏靖怡和魏靖汉两家人都悄悄的松了口气 总算是摆脱他们了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沈相婉也不再出声 只要他们没跟二房三房一户就行 至于会不会一个村 无所谓 家里这么多敬畏呢 他们就算想上门打秋风 也得先掂量掂量 本章完 第132章 白扯 前往永安村 你们有意义 视线扫向魏靖鸾兄弟俩 户籍官眉风微皱 他最烦的就是这种 没有没有分寸之人了 我 我们 缩缩脖子 魏靖鸾做事就要退缩 可将如意却悄悄掐了他一把 为了以后的好日子 他又壮着胆子说道 大人 刘放前 魏家本家并未分家 不应该分为三户 对 我们一直是一户 魏靖红健壮也忙不迭地附和 王岚等人纷纷点头 他们身无分文 连唯一遮体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 如果不靠上位诚意 他们接下来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赵山 这是怎么回事 户籍官不约的质问 他划分户籍是按照解查交给他的名册来的 上面明明写着魏家已经分家 魏和这些人又一口咬定 他们并未分家 大人 抢在赵山之前 沈向晚再次站出去 大人 此事与岔头无关 魏家被流放前 的确是没有分家 可我们才刚被流放 老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 也就是二房三房 就嫌我们掌房是累赘 且身无分文 不但嚷嚷着要分家 还往死里逼迫我们 为了自保 作为家主和夫人 我跟夫君就代替已过世的祖父 修建了他的忌器 将二房三房逐出了家族 大人请看 这是祖谱 他们的名字早就不在祖谱上 另外 老夫人乃是祖父的续贤 跟掌房并无血缘关系 而且 他已经死了 不管怎么看 我们都不应该再跟二房三房一户 沈向晚边说 边从绣带中取出祖谱 二房三房还想攀上他们西血 他只能说他们是在想辟吃 确实如此 魏诚意也表示认同 从始至终 他连看都没看也二房三房的人 结果祖谱看了看 护机关点头道 的确 他们已不在祖谱上 不 大人 那是他们故意的 我们不承认 就是 我们已经作为魏家人被流放了 怎么能说我们已经不是魏家人了 魏靖鸾兄弟俩急了 一前一后的站出去反驳 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如果不能靠上魏诚意 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是你们的事 我只认祖谱 将祖谱地还给沈向晚 护机关又走了回去 可是大人 嗯 魏靖鸾兄弟俩还想继续 护机关一扫先前的平和 神情陡然严厉 脸上眼底充斥着明晃晃的警告 两人到嘴的话 硬生生卡在喉咙深处 不管江如意和王岚 怎么悄悄拉扯 暗示他们继续争取 他们都不敢再随便出声了 张扬 把护机发给他们 确定他们 应该不会再找事了 护机关从侧子中 抽出一叠纸 是 被叫做张扬的牙翼攻身上前 双手接过护机后 挨个点名 送到各家的护主手中 魏诚意拿到后 随意的瞟了一眼 就给了沈向晚 后者也没跟他客气 反手连同族谱 一起收进绣带 实际上是送入了空间 只有放在那里 才永远都不会损坏或遗失 张扬 派人送他们去大同县 见护机已经发放下去了 护机关又吩咐一句 才转身离开 是 冲他的身影 抱拳一躬身 张扬回身道 兄弟们 干活了 是 牙医们一冲而上 两家人反射性的缩了缩脖子 乖乖跟上牙医们的脚步 明不与关斗 现在的他们 谁都招惹不起 真要惹得牙医们不快 谁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走吧 魏诚义和沈向晚 依然带着家人 追在队伍的最后面 他们也没有跟那些人一起挤牛车 而是悄悄给牙医塞了点银子 单独跟在牛车旁边 城门外 轻影带着一个禁卫等在那里 其他的禁卫 已经先行一步回大同县了 远远看到魏诚义他们出来 两人立即拉着驴车迎了上去 跟牙医们带了招呼 魏诚义和沈向晚 就在所有人艳羡的目光中 带着家里人坐上了驴车 陈州是真的穷 刚开始离开府城的时候 沈向晚还不觉得 等他们进入下面的县城 看到的全都是低矮的泥草房 甚至干脆就是茅草房 他才彻底体会到 所谓的穷究竟到了什么地步 怎么了 见他久久没有接话 魏诚义疑惑地问道 没 摇摇头 沈向晚从袖带里拿出户籍 被你猜中了 我们的确落户到大同县永安村了 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伸手过去握住他的手 魏诚义轻柔地说道 嗯 扭头对上他的视线 沈向晚放松地笑了出来 无论如何 至少他们马上就要安顿下来 不用再颠沛流离了 大同县位于沉州的南面 群山环绕 十分贫穷 连关道都是坑坑洼洼的 驴车和几辆牛车一路颠簸 花了将近一个时辰 才抵达永安村 落户在这里的 除了魏诚义他们 还有魏静怡 魏静汉 以及沈家本家 也就是强势他们 魏诚义 魏静怡 魏静汉 沈向阳 下车 牛车在村口停了下来 张阳跳下车 拿出册子 点名了落户在此的几个户主 见他们竟跟魏诚义落户在一个村里 魏静怡和魏静汉两家人都十分高兴 倒不是他们想要像魏静鸾他们一样 靠上去吸血 怎么说呢 本家底蕴深厚 只要他们安分守己 有事的时候 也能求助一二不适 同样高兴的还有沈向月 户主又因为沈向东他们已经死了 变成了庶子沈向阳 以前他可没少跟母亲和两个哥哥 一起欺压那些庶子庶女 他们能善待他 才奇了怪了 要是魏诚义能 思及此 他不禁又细意地看向魏诚义 可惜 对方眼里只有沈向晚 压根没关注其他 魏诚义 我们 见过岔爷 小的是永安村村长赵大山 他们居然真的不在一个村 魏静鸾颇有不甘 刚准备说点什么 另一道更加洪亮的声音突然响起 闻声看去 只见一个约莫四五十岁 身量虽然高大 却十分黑瘦的男人 小跑而来 本章完 第133章 永安村 未诚意的人 永安村算不上十分偏僻 村口距离官道 顶多一炷香的路程 前往县城走路 也只需要半个时辰 但他们非常穷 村民住的全都是低矮的泥草房 即便是村长 身上穿的短打和长裤 也是洗得发白 且补丁重补丁 早已看不出本来面目 这些是分到你们村的流放树人 总共四户老规矩 给他们每户画半亩宅基地 两亩荒地 没有理会魏敬鸾 张扬边说 编指了指卫成一等人 年年都有很多人 被流放到郑州来 别说是他们这些官差了 连下面那些村长 处理这种事 也都游刃有余了 又是流放树人 闻言 赵大山忍不住皱眉 可以的话 他很想拒绝 这些年不是没有流放树人 被分派到他们村 刚开始想着 他们也曾是官爷 都是读书人 大家多有礼遇 却不想 他们大部分人 都没有读书人的风骨 不但喜欢搞事 还偷鸡摸狗的 渐渐的 大家就十分厌恶流放树人了 怎么 有意见 没风一阳 张扬唬着脸问道 有些事 他们不是不知道 只是 上面如此安排 别说一个小小的村长了 就是他们 这些牙医也没辙 只能乖乖地接受 不 小的不敢 只是 这次怎么这么多 整整四户 看起来起码二三十人 村里怕是又要闹腾了 只是想想 赵大山就忍不住 脑袋瓜子嗡嗡的疼 不只是你们村 剩下的全是 隔壁永宁村和永平村的 说着 张扬稍稍退开身体 让他看看 牛车上剩下那些人 哎 见他们人数也不少 赵大山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 行了 已经交给你了 剩下的你 看着安排吧 懒得再跟他废话 张扬很快跳上牛车 没多大会儿功夫 就跟其余的牙医们 一起驱赶着牛车离去了 嗯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沈向晚总觉得 张扬离开的时候 似乎很隐晦地看了魏诚意一眼 四季昨晚那些龙影卫 牟底快速划过一抹狠辣 甭管狗皇帝有多少爪牙 他都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似乎是察觉到了他的心思 魏诚意紧了紧与他骄傲的手 在他转头的时候温润一笑 瞬间便谎话了他的眼 沈向晚顿觉心里跟猫抓似的 满脑子都是色令至昏的念头 你们跟我 目送着官差们走远后 赵大山又忍不住叹了口气 就在他准备转身的时候 几个身形高大 气质出众的男人 急步而来 不约而同地 单膝跪在魏诚意面前 参见二爷 夫人 老夫人 三爷 小姐 小少爷 他们不是别人 正是魏诚意提前派到陈州的近卫 早在一个时辰前 随行的兄弟们返回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二爷到了 一直隐身于附近等候 魏诚意的人 包括赵玉平母子几人在内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 特别是沈向月 在他以为魏诚意已经够厉害的时候 没想到他居然还能更厉害 他到底有多少人 要暗中做了多少准备 难道他早就知道 王府会被抄家 怎么可能 前世他明明就 难道 他跟他一样 都是重生的 司机这个可能 沈向月经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魏诚意真是重生的 那他肯定知道 前世嫁给他的人是他 这就是他不待见他的原因 不 不可能 如果他真是重生的 为何不阻止王府被流放 不错 肯定是他想太多了 重生那种神奇的事情 怎么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 不得不说 沈向月歪打正着地 猜中了部分事实 不过 魏诚意可不是从第一世 重生回来的 而是他重生 改变了剧情后的第二世 在他的认知中 从始至中 嫁给他的人 都是沈向晚 压根没他什么事 诚意 他们 回过神 赵玉平疑惑地 看着自己的儿子 他知道 他早就收到了风声 知道他们会被流放 也做了一些准备 他以为最多 就是收拢了亲影他们 再藏匿了一些财物 却不想 他暗地里 到底做了多少事 他们也是敬畏 随口回应母亲一句 魏诚意招招手 吩咐你们的事情 做得如何了 二爷放心 早已办好 起身 敬畏们做了个请的手势 二爷 请 嗯 点点头 魏诚意牵着沈向晚说道 娘 我们先回去再说 回去 赵玉平有点傻傻的反应不过来 对 回去 魏诚意不禁失笑 他还是第一次看母亲如此失态呢 好了娘 我们跟着走就对了 没好气的横一眼某人 沈向晚正开他的手 走过去推着赵玉平的肩膀往前走 魏诚和兄妹俩 彼此对看一眼 默默地牵着小佑 再跟了上去 至于他们的驢车 自有敬畏们 拉着 不是 你们一起的 回过神 赵大山指着敬畏们问道 他们大概是两个多月前 来到他们村子的 一来就大手笔地将村委到山脚下 所有的地都买了下来 后来还雇佣了村里人帮忙建房 工钱给得极为丰厚 村民们都很高兴 即便他们不怎么言语 对他们的印象也很好 嗯 以后要麻烦村长多多关照了 揽着赵玉平的肩 沈向晚微笑着说道 这个村长看起来十分淳朴 应该是个实成人 他很乐意跟他打交道 嗨 什么关照不关照的 咱们装护人家没那么多讲究 以后咱们就是一个村的了 有事尽管招呼 豪迈的摆摆手 赵大山又热情了几分 不是因为他们有钱 买了很多店 还盖了青砖大瓦房 而是他们愿意雇佣村民 让大家都挣到了钱 村里的地太薄 产不出多少粮食 缴完赋税几乎就没剩了 有时候还要倒贴两个 龙贤的时候 壮毛利只好出去做工 可外面不管是地主老爷 还是门房管事 都喜欢克扣他们的工钱 辛辛苦苦干一个月 能拿到半个月的工钱就不错了 可村民们给他们干活 不但每天现接工钱 还从不克扣 它是代表村民真心地欢迎他们 行 那我以后可就不跟赵叔客气了 沈向晚就喜欢跟这种 直肠子的人交往 春户也自然而然地 从村长变成了赵叔 完事儿随便指了个亲卫说道 你跟赵叔他们去画地 我们先回去看看 是 他们早已从先移不回来的兄弟们 口中得知 二爷十分爱重夫人 他的命令等于就是二爷命令 听就完事儿了 本章完 第134章 靖村 他们的家 王爷 眼看着他们就要走了 沈向月也顾不上那么多 立即摆出一副 自以为惹人怜爱的表情 声音也嗲得逆人 不过 貌似他好像忘记了 此时的他有多狼狈 姑且不论 他多久没洗澡洗头了 经过半夜的那场逃亡 他的模样就不能看了 此时故意装出一副 角楼造作的模样 哪有什么美感可言 妈爷 这也太拉眼睛了 沈向晚夸张地抖了抖身 上得鸡皮疙瘩 他不会 直到现在还以为 魏诚意会联系他吧 走吧 仿佛是没看到 也没听到一般 魏诚意率先迈开脚步 王爷 滚 啊 沈向月一急 做事就要去拉他 沈向晚也顾不上嫌弃了 拉过魏诚意的悬身 一脚 就将他踹飞了出去 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彪悍的一面 敬畏们全都忍不住 在心里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他们的主母 太给力了有没有 记住 你是我的 不能随便 让那些妖艳见惑碰触 没有理会蜷缩在地上 哀嚎的沈向月 沈向晚面向魏诚意 整着他的衣巾 故作凶巴巴的熏道 好 魏诚意十分配合 眼底甚至闪烁着点点笑意 前世他作为鬼魂漂泊的太久 早已忘记了 被人需要是什么感觉 他很享受 小赖皮霸道的战友欲 巴不得他更强势一些 嗯 虎着脸一本正经的点点头 沈向晚拉着他转身 没人看到的地方 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他早就想试试 传说中的霸道总裁疯了 貌似感觉还不赖 赵玉平等人 见状也跟上了他们脚步 很快 一群人便进入了村子里 从始至终 他们都没有去管沈向月 这是哪家的女娃子 如此不知羞耻 可别带坏了咱们村儿的风气 赵大山可不管对方是不是女人 指着沈向月大声嚷嚷 他看得可清楚了 这女娃子不是个安分的 居然在众目睽睽下 勾打别人的汉子 简直是伤风败俗 蒋氏等人当即就黑了脸 魏靖怡和魏靖汉两家 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全都默不吱声 并且悄悄地远离了沈家人 而蜷缩在地上的沈向月 却是恨得咬碎了牙根 闹不懂自己都已经重生了 为什么还不如上一世 更想不明白 沈向月到底哪里好 前世有三皇子宠着 今生又有魏诚意护佑 难道他沈向月 就注定不如沈向月吗 进入村子后 入目所及的 全都是低矮的泥草房 有些甚至墙体都开裂了 一路上 靖卫们也简单地 跟他们说了说村里的情况 永安村算是比较大的村子了 总共有两百多户 将近三千余人 不过 村里的地大 都是沙地博地 产不出多少粮食 加上朝廷的赋税 一年比一年重 家家户户都过得十分艰难 而且 村里用水也很困难 偌大的村子 仅仅只有两口水井 村子的正中央一口 用于日常饮用 村东头一口 用于洗衣洗菜 洗各种东西 至于地理的浇灌 则是村民从村外的河道淡水回来 耗时耗力 非常不便 六月正是农忙的时节 村民们大都在地理忙活 沿途他们并没有碰到多少人 偶尔碰到 沈向晚都会微笑以对 尽可能地释放善意 或许是因为 禁卫们的名声很好的关系 村民也会腼腆地点头回应 永安村背靠山脉 偶尔会有野兽下山觅食 村里人大都住在比较靠前的地方 以前从村委到山脚 遍地都是灌木与荆棘 但现在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了 靠近山脚不远的地方 盖了一栋崭新的青砖大瓦房 农家四合院的设计 上下两层 左右两边分别延伸出十几间小瓦房 看起来整整齐齐 既亮眼又清爽 二爷 夫人 那就是我们买地建造的府邸 带着他们穿过村子 禁卫们指着前面的建筑说道 嗯 点点头 魏诚意牵着沈向晚继续往前走 后者打量着周遭的大片空地问道 这些地也是我们的 是的夫人 我们琢磨着 以后可能还需要增建房屋什么的 就把从村委到山脚这一片的地全都买下来了 当然 其中也有他们来来往往 不太方便让村民们知道的原因 嗯 结合禁卫们先前关于永安村的介绍 一个想法快速在脑海里成行 不过具体能不能行 还需要再勘察勘察 沈向晚没有说出来 只是独自垂谋沉吟 扭头看看他若有所思的侧脸 魏诚意并未出声询问 只是握着他的手 继续跟着禁卫们往宅院走去 这就是我们以后的家吗 一行人很快来到宅院门口 魏里尔挽着母亲好奇地打量 语气里难掩惊喜 一路上看多了低矮的泥草房 有些甚至还要到不倒的 突然看到这种崭新的青砖大瓦房 他真的感觉很满足了 嗯 看看女儿 赵玉萍含笑点头 幸亏儿子早有安排 以后他们就要在这里落地生根了 进去看看吧 沈向晚边说边进入宅院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个十分宽阔的院子 目前还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正房足有七间 左右各三间是卧房 中间那间则是堂屋 两侧还有各五间的东西厢房 导座则设有厨房和两个库房 而且 不管是卧室还是厨房库房 每间都很大 足有百余屏 楼上则只有三间房 两间卧房 一间书房明显是为卫成一准备的 除此之外 相应的家具也都摆放好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拎包入住 明儿我们去县城找牙型 买几个下人 房子的构造虽然简单 面积却不小 还是需要有人打扫的 卫成一可舍不得让他的 小赖皮亲力亲为 至于母亲和林儿 他们还要照顾孩子呢 嗯 这个时代买卖人口是合法的 沈向晚也没有拒绝 边说边牵着孩子往楼上走 靠近楼梯的房间 摆放着书桌和椅子 很明显是书房 后面两间则是卧房 面积很大 以木制屏风一分为二 前面摆放着桌椅和软榻 可以用于小些 也可以待客 绕到屏风后面 一张很大的木床 首先引入眼帘 左边摆放着衣柜和梳妆柜 右边则又处立着一座小屏风 后面放置着浴桶和宫桶 方方面面都准备齐了 真的只需要拎包入住即可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沈向晚眼珠子滴溜溜一转 转身面对着卫成一笑咪咪的问道 我们是住一起 还是分房睡 这么直接的吗 卫成一心里一跳 白皙俊美的脸庞微微泛红 片刻后才须我拳头掩嘴的 我们是夫妻 当然是住一起了 虽然暂时他还没打算对他做什么 可他也不想再像流放时那样分房睡 他想更多的亲近他 让他尽可能的习惯他 至于其他的 到时候自会水到渠成 本章完 第135章 挑选宅基地 哦 挑眉 沈向晚松开小幼崽 上前整着他的一惊调笑道 你就不怕 我对你做什么 他看起来像是会怕的样子 卫成一抬手握住他的手 深邃的毛子直勾勾地望着他 晚晚 我们是夫妻 换言之 他们要做什么都可以 没什么怕不怕的 以前之所以苦苦忍耐 只是因为 他们还在流放路上 不想委屈他罢了 说的也是 含笑点点头 沈向晚抽回手 楼上正好两间卧房 我们一人一间 晚晚 心里的气带落了空 卫成一难免有些低落 眸光也跟着暗淡了几分 我们暂时 二爷 午膳已经准备好了 沈向晚话未说完 敬畏的声音突然响起 司机他们 今儿还颗粒未尽 肚子确实也饿了 沈向晚也只能暂时作罢 等晚点找到机会 再跟他解释 夫妇俩带着小幼崽下去的时候 赵玉平母子三人 也正好从正房最左边的房间里走出来 一家人会合后 相继进入堂屋 百余平的空间 最里面摆放了一组柜子 左右两边的墙壁上 还挂着两幅山水画 中间摆放着一张大圆桌 周围安放着红木椅 虽然有些单调 却也足够实用了 以后要怎么装饰 就看他们自己的了 敬畏们很快将大盘中的菜端上桌 有白酌羊肉 清炖鸡 盐水鸭 红烧鱼 清炒蔬菜 简简单单的四荤一素 但每个菜分量都很足 几乎占据了小半张桌子 沈沈 吃饭饭 看到满桌子的肉 同样饿了的小幼崽 迫不及待的嚷嚷 好好 吃饭饭 吃笑着摇摇头 沈向晚给他舀了一碗米饭 将勺子递给他 又帮他加了几筷子菜 谢谢婶婶 乖巧的道谢后 小幼崽拿着勺子 买手吃了起来 快吃吧 在他照顾孩子的时候 魏诚意也给他舀好了饭 嗯 点点头 沈向晚端起碗筷 他喜欢吃鱼 首先就朝着红烧鱼进攻 早在流放路上的时候 他就知道 敬畏们的厨艺很不错 今儿的午饭 他们做得也很好 很符合他的口味 见他吃得满足 魏诚意和赵玉萍几人 也跟着吃了起来 这是他们落户到永安村的第一顿饭 或许是不用再颠沛流离 心里有了皈依 每个人都觉得 饭菜似乎特别香 忍不住吃的比平常多了很多 所有饭菜都被解决得干干净净 相比魏诚意早有安排 既有崭新的大房子住 又有可口的饭菜果腹 同样被分在永安村的魏靖仪 魏靖汉和沈家就有点惨了 官府的确是提供了半亩宅基地 可见房也是需要钱和时间的 当他们在村长的带领下 远远看到魏诚意他们的房子时 差点羡慕哭了 村长 我们就选这里吧 经过商议 魏靖仪和魏靖汉决定 将宅基地选在靠近魏家的村委 当初沈向晚分别借给他们一百两银子 因为嫡系那些人 就跟吸血虫一样 霸占抢夺他们的东西和吃食 即便再怎么节省 他们也没剩多少钱了 最多只能先盖几间茅草房 行你们两户挨在一起是吧 嗯 魏靖仪和魏靖汉 彼此对看一眼 不约而同的点头 本家底蕴深厚 靠他们近一点 他们才更有安全感 那我就帮你们丈量了 说着 赵大山熟练的拿出尺线 将属于他们的半亩宅基地 丈量给他们 明儿我再去官府 帮你们开具地契 好 有劳村长了 没事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们只要安安分分的 我就恶弥陀佛了 摆摆手 赵大山又转向沈家人 你们呢 准备选哪里的宅基地 因为沈向月一开始的骚操作 他并不待见他们 态度也谈不上好 我们选村里 我们也选这里 作为户主的沈向阳 刚出生 就被蒋氏和沈向月打断了 母女俩虽然闹翻了 这种时候 却是十足的默契 谁不知道 他们选这里 是想找机会 攀上沈向晚 可他的态度早就摆明了 连父亲死都没有看一眼 怎么可能搭理他们 纠缠过多的话 说不定还会出手教训他们 到时候 他们所有人 怕是都要跟着遭殃 沈向阳恨得牙痒痒 却又不得不耐着性子说道 母亲 此地太过偏僻 距离我们的地也很远 进进出出肯定不方便 我们还是选村子中间的宅基地吧 不行 我就要选这里 蒋氏极为强势 完全是没有商量的口吻 一旁的沈向月也帮腔道 杨哥 妹妹可是娘的亲生女儿 你怎么忍心 让她远离妹妹 瞧她一副责备的口吻 不知道的人 只不定以为她多善良美好呢 你闭嘴 她可不是沈向东和沈向南那俩的蠢货 沈向阳狠狠瞪她一眼 再次转向蒋氏的时候 垂在身侧的双手 不自觉地紧握成拳 母亲 现在我才是护主 你是护主又如何 我是你的嫡母 你必须听我的 蒋氏的态度依然强硬 在她的心里 不管是树子还是树女 都跟下人差不多 母亲 她还当她是像扶主母不成 沈向阳眼神阴逸 拳头松了紧 紧了又松 若不是还有外人在 怕是早就一拳挥过去了 同时 她的心里也滋生出 必须要解决她和沈向阳 以及谢云韵的念头 嫡系已经没人了 她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压 在她的头上 我不管 宅基帝必须选在这里 常年将树子树女 攥在手中拿捏 蒋氏大意地 忽略了她谋底的狠劲 这也为她接下来的遭遇 埋下了伏笔 不行 沈向阳你怎么回事 谁给你的胆子 敢这样跟娘说话 见她还是反对 谢云韵也忍不住出声 即便明知道不可能 内心深处而言 她还是希望 母亲能哄好沈向晚 只有那样 他们接下来 才会有好日子过 你个寡妇 够了 眼见他们闹得没完没了 赵大山一声怒喝 镜子拿起齿线 在魏静怡他们 对面了伴母宅基地 这就是你们的宅基地 爱要不要 说吧 赵大山背着手大跨步离去 她本就不待见他们 现在甚至隐隐有些厌恶了 村长 村长 蒋氏 但是沈向月和谢云韵倒是满意了 沈向阳却忍不住火冒三丈 眼见村长越走越远 心里那把无名火 嗖嗖地燃烧起来 更加坚定了 要尽快解决他们的想法 本章完 第136章 魏承邑的秘密 沈向晚他们并不知道 为了宅基地的事情 沈家那些人又闹了起来 还惹恼了村长 吃饱喝足后 他们就回个自选好的房间 洗漱书洗了 虽然这一路上 但凡是注意站 他们都会洗澡洗头 不至于像其他人那么脏 但他们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了 都想洗去一身的晦气 行了 该去安抚 安抚我的便宜夫君了 换上一身细棉衣裳 沈向晚唇角微钩 披在着头发拉开房门 先前他可没有错过 某人瞬间低落的表情 他不跟他住一起 并不是害羞或矫情 只是单纯的感觉有点不方便 现在安顿下来了 他也要着手 做一些应对武林高手的准备 需要时常进出空间 住在一起的话 估计要不了两天 他所有的秘密就要曝光了 再则 没住在一起 他就时常想要色令置婚 满脑子儿童不移的画面 住在一起还得了 他是真怕自己会忍不住 要知道 他可不是这个时代的女人 完全不受那些条条框框的约束 任何不可能的事 他都干得出来 扣扣 站在魏诚意的房门前 沈向晚唇起手 只敲了敲门 稍等 魏诚意性感慈性的声音 从房里传了出来 沈向晚只觉耳朵 都要怀孕了 暗骂一声狗男人 现在居然连声音都受不了了 只呀 不多话 房门从里面拉开 魏诚意同样披散着长发 发烧还在滴水 怎么不休息会儿 很少看到他这副模样 沈向晚没有回应 尽量的毛子 灼灼发光地打量着他 妈爷 这眼眉也太够人了吧 想睡 以魏诚意的眼力 又岂会看不出他的想法 换作以往 他或许还会制止一二 此时却是默不作声 甚至稍稍挪动着身子 换了个更迷人的角度 供他欣赏 晚晚 你们在干什么呢 楼下 赵玉平的声音突然响起 沈向晚一震 随即连忙推着 魏诚意往屋里走 没 我有话要跟诚意说 娘 你们忙你们的吧 碰 话说完 两人也进入了房中 沈向晚反手关上门 又拽着魏诚意的衣巾 将他推到门板上 点起脚尖勾住他的脖子 红嫩的唇瓣 对准英红的薄唇 就压上了上去 可 就在他即将吻上他的时候 魏诚意躲开了 唇瓣印在了他的脸颊上 啊 他居然拒绝了 沈向晚脑门一黑 做事就要 退开身体 可魏诚意的大手 却牢牢地拖着他的后腰 强行将他拉回去 紧紧贴在他的身上 脑子稍微清醒后 沈向晚几乎瞬间 就猜到他 为何会如此 细长的手指轻柔地 抚上他的脸 故作不解地问道 我说 你这是闹啥呢 小混蛋 他分明就知道 魏诚意诛唇微动 吐出的声音 带着少许的沙哑 再再地说明了 他可不是不想 跟他亲热 只是在闹别扭罢了 文言 沈向晚不禁笑出了声 两手须须地 勾着他的脖子 好了 别闹了 我也不是不想 跟你住一起 你应该知道 我有很多的秘密 暂时我还不知道 该怎么跟你说 住在一起的话 肯定会暴露的 到时候 要是询问 我是该说呢 还是该拒绝 再则 我们当初并没有拜堂 你应该一直以为 嫁给你的是沈向月吧 婚书上 说不定都是你们的名字 我 不是他 没等他说完 魏诚义公身 将他抱了个满怀 埋首在他脖子深处 继续说道 从始至终 我都知道 嫁给我的人是你 婚书上写的 也是我们的名字 我的妻子 只有你 按照规矩 新人拜堂之前 需要先去衙门领婚书 那会儿他早就重生了 领取的自然是 他跟婉婉的婚书 嗯 沈向晚一愣 稍稍推开他后 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 难道他 脑海里突然浮现出 很多曾经忽略的细节 沈向晚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他重生了 就是你想的那样 看他的表情变化就知道 他已经猜到了 魏诚义并未否认 从始至终 他都不介意 让他知道他的秘密 前世今生加起来 他都是唯一一个 走进他心房的女人 只要是他想知道的 他都不会隐瞒 难怪 得到他的确认 沈向晚不禁失笑 其实很多事情 都足以说明 他绝对不是原著中 那个早死的炮灰 只是被他下意识地忽略了而已 会怕吗 躬身捧着他的脸 与他视线对齐 魏诚义沉声道 为什么要怕 挑眉 沈向晚不打反问 稍作斟酌后 又继续说道 我跟你的情况也差不多 难道我还能怕我自己不成 他能这样说 就足以说明 魏诚义在他心中的分量了 嗯 没有刨根问底的追问 魏诚义再次展开双臂抱住他 他愿意等 等到他主动告诉他那一天 还生气吗 两人静静地拥抱了片刻 沈向晚靠在他怀里随口问道 没生气 抱起他走向不远处的软榻 魏诚义将他放在上面 丹西跪在他的面前 拉着他的手附在他的脸上 没有生气 我只是有点失落 以为你的心里没有我 他不是个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男人 但在他的面前 他却有点患动患失 自信不起来 难道我表现的还不够喜欢你 扶着他的脸 沈向晚捶眸道 我可不是花痴 见个男人好看就痴迷 只有你 魏诚义 只有你才能让我着迷 他不是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吗 那他现在就给他 他不知道 别人是怎么谈恋爱的 他只会用自己的方式 尽可能地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不需要轰轰烈烈 只求细水长流 始至不渝 嗯 魏维仰头对上他的双眼 魏诚义用力地点头 灿烂的笑容一点点的绽放 我去 你可没有犯规 沈向晚顿时一声哀嚎 捧着他的脸 就俯身吻了上去 两人似乎都有点急切 不若以往般试探 都在激烈地索取着对方 房间里的温度逐渐上升 令人脸红心跳的声响 不时地响起 本章完 第137章 可不就是有病吗 等夫妇俩从楼上下去的时候 差不多已经是一个 时辰之后的事情了 赵玉平母女俩 正在堂屋里 看着小幼崽玩耍 魏诚贺则不知所踪 应该是出去熟悉环境了 大部分的敬畏 都住在旁边 往左右延伸的小瓦房里 只有亲颖和两个副统领 才住在幼乡房中 他们也有自己的事要忙 家里倒是显得十分安静 你们下来了 见他们牵着彼此进屋 赵玉平满脸的笑容 他是真没想到 这么快就能安顿下来 沈沈 没等两人回应 独自玩耍的小幼崽 扑上去抱住沈向晚的腿 仰头望着他甜甜的笑道 沈沈 我们出去玩 好不好 外面好多小娃娃 他想跟他们一起玩 好 不过要晚点才行 现在还很热 我可不希望我们家白白嫩嫩的小幼崽 被晒成小黑炭 弯腰抱起他 沈向晚话里话外满是调笑 嗯 只要能出去玩就行 小幼崽笑得一本满足 二爷 轻颖大跨步从外面走了进来 手上还拿着两封书信 似乎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沈向晚扭头道 你们去书房吧 我跟娘他们聊聊 嗯 没有拒绝他的好意 魏成一又跟母亲点点头 转身带着轻颖离开堂屋 不会又出什么事吧 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 赵玉平担心的呢喃 能出什么事 好笑的摇摇头 沈向晚抱着小幼崽坐下来 怎么没看到成鹤 啊 赵玉平一愣 随即失笑道 他啊 去静怡他们那边了 静怡和静汉都选了村委的宅基地 又在村里雇佣了几个壮牢利 准备先建几间茅草屋 很多村民都聚集在那里 村委 正准备喝茶的沈向晚一顿 几乎瞬间就猜到 他们为何会如此选择 他倒是不反感 毕竟魏静怡和魏静汉两家人 全然不像其他的魏家人一样 总喜欢做妖 只是 他们应该没有多余的钱财 像他们一样单独打紧 住在村委的话 饮水无一会相当困难 而且 根据静位们的说法 村里的地都在村东头 村委却属于村西 下地劳作也不太方便 不只是他们 沈家也选了村委的宅基地 就在遗书他们对面 二嫂 你说他们是不是有病 村子那么大 为什么非要选在我们前面 只要一想到 某人总惦记着勾搭二哥 以后但凡出个门 都会看到他们 魏灵儿心里就各种的不爽 如果可以 他甚至都不想 跟他们一个村 林儿 哦 赵玉萍跟沈向晚 几乎同时出生 前者一脸无奈 眼底写满了不赞同 不管怎么说 讲师都是婉婉的母亲 他自己可以不认 他们却不能表现得太过排斥 后者则是没风微挑 嘴角勾勒出 一抹性慰的弧度 似乎并不意外沈家的选择 他难道说错了 不是不懂他家娘的顾忌 魏灵儿却是不以为意 他就是不喜欢那些人 不愿意委屈自己 难道也错了 可不就是有病吗 看看赵玉萍 再看看魏灵儿 沈向晚笑着回应 他真是越来越喜欢魏灵儿了 这个时代对女人太过苛刻了 别人他管不着 自家的小姑娘 他很乐意看到 他适时地表现出自己的情绪 不受世俗的约束 随心所欲地做自己 嘿嘿 得了嫂子附和 魏灵儿嘚瑟的兔兔舌头 又冲娘亲做了个鬼脸 你呀 见状 赵玉萍隔空指了指她 傅又哭笑不得地说道 晚晚 你可别再宠她了 该宠坏了 说是那样说 看到他们姑嫂感情好 赵玉萍也是打从心底里高兴的 如今他们已经安顿下来了 虽然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富贵 只要一家人和和美美的 也不愁日子过不好 自家的姑娘 我们不宠谁宠 挑眉 沈向晚唇角微钩 可以的话 他甚至希望魏灵儿更活泼一些 可别再坚守那些 别人制定的条条款款了 人生在世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区区几十年而已 何苦为了别人委屈自己 就是 略显稚嫩的美丽小脸 渲染着灿烂的笑颜 他真是越来越喜欢二嫂了 你们啊 让我说啥好呢 赵玉萍顿觉无奈 沈向晚跟魏灵儿交换个眼神 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 与此同时 村委那边 简单地解决了午饭后 魏静怡和魏静汉 再次找到村长 跟他说了 想要雇佣壮劳力 搭建茅草屋的事情 没多大会儿功夫 村长就找来了七八个壮劳力 彼此双方谈好了雇佣的价钱 壮劳力们就开始干活了 村里没事的妇人和孩子 也聚集到了村委 他们一边围观壮劳力们 搭建茅草屋 一边远远的小声议论 村里不是没有流放树人 正因为有 他们才不愿意靠近 这些年 他们早就被那些流放树人整怕了 娘 面对他们的指指点点 两家的女人多少有些羞涨 特别是几个没出嫁的小姑娘 没事 我们才刚来这里 他们有些好奇 也是正常的 安抚性的拍拍女儿的手背 万事无奈的叹了口气 先前他不是没想过 跟那些富人攀谈 可 他们似乎很排外 根本不愿意接受他们 长此以往 他们想要融入这个村子 怕是会极为艰难 目前为止 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几个年轻的女人们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骚红着脸 不约而同的点头 他们都不是蠢的 自然也能感觉到那些人的排斥 现在也只能祈祷 村民们真的只是暂时性的好奇了 不管村民们是否排斥他们 至少他们这边是热热闹闹的 相比之下 对面的沈家 就显得十分冷清了 宅基地是有了 可他们根本没钱建房 不 正确的说 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只能抱着鸡肠碌碌的肚子 蹲在那里 看起来就跟傻子一样 本章完 第138章 认识村妇们 搭建茅草屋 跟建房不一样 不需要打地基 只要有足够的建材 很快就能搭建好 魏敬仪他们的茅草屋 选择的是用竹子 作为支撑框架 屋顶用茅草 墙体则用制作缩衣的缩草 缩草具有厚重的质地 和疏水的特性 可以防止雨水进入房中 村里的壮牢里别的不会 搭建茅草屋 还是得心应手的 短短一个多时辰 两家就分别搭建 好了一间茅草屋 眼看着时间还早 他们又在紧密锣鼓的搭建第二间 魏敬仪和魏敬汉 也带领着家里的男人们 一起帮忙 走吧 我们出去转转 闲着无聊 沈向晚牵着小幼崽起身 未来他们将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会住在这里 也该试着接触一下村里人了 二嫂 我也要去 见状 魏敬儿也一蹦一跳地来到他们面前 她早就想去村里逛逛了 那不是外面太过炎热 也怕遇到不该遇到的人吗 我也 赵玉萍做事也要跟着起身 沈向晚无奈地摇摇头 那就一起出去吧 顺便跟村里的人认识认识 说话间 沈向晚已经带着小幼崽离开了堂屋 赵玉萍母子俩彼此对看一眼 不约而同地迈开脚步 等他们不出院子的时候 两个敬畏默默地跟了上去 不过他们没有跟太紧 就不远不近地跟着 确保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即可 晚晚 从魏家到村委并不远 大概百米左右 沈向晚他们出去没多久 蹲在自家宅基地上的讲士 就嗖的一声站了起来 由于启事太猛 身形都忍不住晃了晃 可他却顾不上那么多 近乎眼巴巴地看着 跟赵玉萍母女俩 有说有笑的沈向晚 在沈向晚差点 直接掐死他的时候 讲士就知道 他恨他们 根本不愿意搭理他们 眼看着他们的日子越发艰难 甚至连饭都吃不起了 他心里又不由地生起少许期待 万一 万一他的晚晚愿意原谅他们 再怎么说 他也是他的亲娘不是 因为他突兀的激动 沈向月和谢云云几人 也看到了沈向晚 他们的心里同样有着期盼 特别是沈向月 他甚至还伸长脖子 往沈向晚的身后看了看 似乎是在寻找魏诚意 显然还没有打消勾搭他的念头 娘 我们可要过去打个招呼 没有看到魏诚意 沈向月很快眼去心里的失望 故作善解人意地看向蒋世 他们从昨晚到现在 都没有吃过东西 现在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他也不指望蒋世能哄好沈向晚 只要能跟他借点钱 弄点东西吃就行了 我们 扭头看看他 蒋世嘲讽得撇撇嘴 谁不知道 他的晚晚最不待见的就是他 真带他过去 晚晚不得更厌烦他们 可恨他醒悟得太晚了 如果听老爷的 早早驱逐沈向月 说不定他们早就 哄好晚晚了 老爷他们也不会为了 区区两百两银子 死于非命 爱之欲其生 恶之欲其死 这句话简直为蒋世量身打造的 以前他有多重沈向月 现在就有多恨 娘 沈向月面上故作错愕 心里却是恨不得 跳起来给他两个大耳巴子 该死的 他怎么敢如此欺辱他 将来他要是有了出路 绝对要狠狠地报复回去 贱人 贱壮 谢云云狠狠地催了一口 虽然他的男人已经死了 但他依然没有忘记 沈向月是如何仗着妹妹的身份 勾搭他男人的 他越是难堪 他就越开心 巴不得婆婆再狠一点 最好是直接将他赶出沈家 这里挺热闹的呀 在他们闹内讧的时候 沈向晚已经带着孩子 走向了聚集在一起的村民们 你们就是内户人家的人 第一个发现 他们的妇人惊叫一声 顿时引来不少人的侧目 庄护人家不见得 每个都是好的 但大部分都比较淳朴 他们是打从心底里 感激魏诚意那些 敬畏雇佣他们干活的 对他们也只有好奇 没有任何嫌弃或排斥 等乱七八糟的负面情绪 大家好 我叫沈向晚 你们可以叫我晚晚 这是我的婆婆赵玉萍 小姑魏林儿 以及哲儿魏云安 沈向晚脸上挂着 清静随和的笑容 大大方方的仰手 跟他们打招呼 还不忘侧身介绍 赵玉萍母女俩和小幼崽 他们出生显赫 应该很难融入村民之中 他也算是给他们起了个头 剩下的就看他们自己的了 你们好 以后我们也是永安村的人了 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赵玉萍从容优雅地站了出去 说完后 海里一周到的 屈身见了个礼 竟显大家族妇人的教养与气度 可村民们却齐刷刷地 往后倒退了一步 赵玉萍的笑顿时 将在脸上 正想跟着打招呼的魏林儿 也忍不住一僵 不知道该不该继续 沈相婉忍不住扶鹅 松开小幼崽 揽着赵玉萍的肩膀说道 抱歉 我婆婆惊到你们了 我们刚到永安村 还有些不太适应 严格说起来 赵玉萍并无过错 她只是习惯性地 摆出应有的仪态罢了 可她似乎忘记了 这里是永安村 不是皇城 她表现出来的教养和气度越好 村民们反而越不适应 甚至会生出排斥恐惧的情绪 晚晚说的对 我现在也跟你们一样 只是个普通的村妇 赵玉萍也不是蠢的 几乎瞬间就明白了问题的癥结 连盲脸去一身的雍容 尽可能亲和地面对他们 同时 她也在心里悄悄地提醒自己 以后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否则 他们恐怕永远都容不进村子里 没事没事 我们也是有点不习惯 众人还是有些拘谨 看起来四五十岁的村妇连连摆手 虽然她已经尽可能地表达了 表情动作还是有些僵硬 那我们就一起习惯吧 沈向晚如同万金油一般 见缝插针 极力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 好 见她确实随和 村民们也放松了很多 沈向晚牵着孩子 极其自然地看向前方 大家的动作可真快 这才多久呢 居然已经建好两间茅草屋了 嗨 咱装护人家 啥都不行 搭个茅草屋还是可以的 她的反应 真的就跟普通村民一样 先前开口的妇人 自然而然地接过话头 表情语气基本都正常了 本章完 第139章 打成一片 又要作妖 大娘怎么称呼 沈向晚也乐得跟她搭话 以此告诉其他人 她跟他们没什么不同 都是普普通通的村妇 我是赵大山的媳妇 你要是不嫌弃 就叫我王沈吧 王沈 沈向晚可不会跟她客气 叫完又拉着孩子说道 叫王奶奶 王奶奶 小幼崽奶声奶气地叫道 唉 这孩子长得可真好 可爱的孩子 谁不喜欢 王沈高兴地因一生 不自觉地伸出手 摸了摸她的头 等她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连忙抬起头看向沈向晚 见她只是垂眸看着孩子 并没有嫌弃或厌恶 这才稍稍放心 心里也不禁暗暗琢磨 她的确跟老头子说的一样 一点架子都没有 嫂子应该比我年长 以后我就叫你王嫂子吧 眼界二席已经顺利地跟她打成一片 赵玉萍再次出声 这次她吸取了教训 尽可能地表现得更接地气 好 那我就叫你一声妹子了 王沈微微一愣 随即又爽力地说道 她也不是蠢的 大概能看出 他们是想尽快融入他们 作为村长媳妇 她自然也要尽一份力了 赵玉萍笑了 笑得特别开心 悬着心也终于落了下去 王沈接收到自家嫂子的眼神暗示 魏林也上前脆声声地叫道 哎哟 这孩子长得可真好看 仿佛是才注意到她的长相 王沈略显夸张地说道 同时也引得不少村民都看了过去 王沈 难道我不好看 咋没听你夸赞我呢 沈向晚突然插了一句 王沈一愣 随即主动拉着赵玉萍说道 这孩子 居然还吃醋了 哈哈 众人顿时哄堂大笑 最后残留那点陌生语拘谨 也随之消失得干干净净 没人看到的地方 沈向晚悄悄吐出一口浊气 如此一来 娘和铃儿应该就能顺利地融入村里了 人嘛 始终是群居动物 指自己一家人玩有什么意思 大嫂 见他们差不多了 魏静怡的媳妇万世 和魏静汉的媳妇灵氏 带着家里的女眷走了过来 两人都是一脸的笑容 先前的一切 他们都看到了 也明白要融入村子 就必须放下以往的一切 让村民看到他们的真诚 你们是 肘里 抢在赵玉萍之前 王神指着他们疑惑地问道 他之所以那么快就接受他们 是因为他知道 他们跟以往那些流放树人不一样 至少他们自己有钱 不会在村里偷鸡摸狗 惹是生非 但这并不代表 他就愿意这么快接受其他人 嗯 我们是本家 他们是分家 都是同出一卖 赵玉萍也没有否认 笑着解释了他们的关系 顺便拉着万世和灵世说道 王嫂子他们是我的弟妹 分别叫万元和林如玉 王嫂子今天多亏了村长 不然我们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王嫂子 以后我们怕事 也要常麻烦你们了 万世和灵世也不是蠢的 就着赵玉萍说的话 笑眯眯地说道 嗨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只要你们别惹事 有事尽管找我们就行 见他们似乎都跟以往的流放树人不同 王神也从善如流地说道 那感情好 万世和灵世彼此对看一眼 又拉过自己的儿媳或女儿 做了一番介绍 王神也帮他们介绍了其他的妇人 一群人很快就打成一片 至于沈向晚 已经悄悄带着小幼崽退了出去 沈沈 我可以 跟他们玩吗 人群外 拉了拉沈向晚的手 小幼在望着不远处那些玩耍的孩子们问道 孩子吗 始终还是喜欢跟孩子一起玩 可以啊 蹲下身 替他整了整衣精 沈向晚变戏法式的 从袖带中摸出了个巴掌大的小胯包 挂在他的身上 又抓了 把糖果放进小胯包里 去吧 跟他们一起玩 待会儿我们再一起回去 好 乖巧的音一声 小幼崽开心地朝孩子们跑去 相比大人们 孩子们似乎更容易结交 加上小幼崽还有糖果开到 没多大会儿功夫 他就跟孩子们打成一片了 沈向晚甚至还看到几个比较大的孩子 小心翼翼地护着他 被他们簇拥着的小幼崽 就像是小王子一样 赵玉萍他们 正跟村里的妇人们 叽叽喳喳地聊天 沈向晚可不想加入他们 琢磨着去看看 他们分道的荒地 顺便熟悉熟悉环境 可 晚晚 满含感情的呼唤声突然响起 寻声望去 只见蒋氏正满脸笑容地朝他走来 跟他一起的 还有谢云韵 因为他刻意扬高了声线 很多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他们身上 包括赵玉萍等人 只是 他们脸上的笑容已经垮了下来 眉宇间近视不渝 这时又准备找死 眸光一沉 沈向晚似笑非笑地看着逐渐接近的婆媳二人 还真是打不死的张王 这才多久呢 又准备做妖了 行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就当是打发无聊的时间了 晚晚 来到他的面前 对上他满是嘲弄的双眼 蒋氏心里一紧 不禁打起了退堂鼓 可饥饿的肚子又容不得他退缩 好半想后他才娜娜地说道 晚晚 娘有事想跟你说 我们能单独聊聊吗 再弄不到钱 他们怕是就要活活饿死了 他也不求马上哄好他 让他好吃好喝地供着他 只希望能先跟他借点钱 填饱肚子的同时 把房子盖起来 我知道晚晚不会那么轻易借钱给他 他已经做好了被他刁难的准备 娘 沈向晚冷笑着扯了扯嘴角 我可不敢有你这种 只要养女 往死里坑害亲生女儿的娘 你的女儿在那里呢 说话间 他招招对面的宅基地的方向 拢拢嘴 沈向月正直勾勾地看着他们 婆媳二人反射性地扭头 再看到沈向月那一刹 两人双双变了脸 讲世跨前两步 略显急切地说道 不 不是那样的 晚晚 你才是我的女儿 是我怀胎十月 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女儿 我知道你不喜欢她 放心 待会儿我就将她逐出沈家 对啊 晚晚 你才是娘的女儿 她不过是个养女罢了 可别让她 坏了你跟娘之间的母女情分 谢云玉忙不迭地附和 如今他们身无分文 连吃饭都成问题 更别说建房安顿了 唯一能提供他们帮助的 就只有沈向晚 无论如何 他们都必须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 至于沈向月 一个贱人而已 谁愿意搭理她的死活 本章完 第140章 现代的我 你高攀不起 母女情分 晚晚的扫他们一眼 沈向晚忍不住笑了出来 她跟蒋世之间 哪来的母女情分 见状 婆媳二人双双一僵 可 如果就这样放弃 他们怕是 真的要活活饿死了 强忍着满腹的难堪 蒋世尽可能扬起笑容 晚晚 娘知道对不起你 娘也知道错了 以后一定会努力补偿你的 你就原谅娘 一次好吗 为了以后的好日子 蒋世不可谓是不努力 所说的每一个自满含情感 不知道的人 只不定以为他 多疼惜沈向晚这个女儿呢 他们是母女 不出意外 村父们那边 果然有人提出了疑问 虽然天启王朝 有父母长辈若不辞 子女可断亲 生不养死不葬的律法 但他们 还是以人孝治国的 真正断亲的人少之又少 眼看着沈向晚 如此对待自己的母亲 不少人都皱紧了眉头 这种事赵玉萍 肯定是不方便说的 万事连忙到 他们的确是母女 可沈家从未养过晚晚 当初 他们好不容易 才跟村妇们打成一片 可不能因为这事 又生出新的隔阂 万事缓缓将沈向晚 跟沈家的纠葛说了一遍 特别强调了 哪怕是被流放后 蒋氏都还护着养女 多次差点为了 养女打沈向晚的事 这种人也配为人母 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王沈忍不住怒斥 虎毒尚且不似子 落难之前 他们是真的把沈向晚 往死里逼啊 呸 亏我先前还同情他 就他这种人 活该孤寡无依 可不是吗 还亲娘呢 哪家的亲娘会 这样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 他那个养女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白白占了别人 十几年的人生 居然还好意思设计坑害别人 太恶毒了 这种人 怎么会分到我们村 其他的村妇们 同样怒不可遏 或许他们大多数人 都重男轻女 不怎么在乎女儿 甚至常干出拿女儿换彩礼 给儿子娶媳妇的事 但他们 至少不会为了一个外人 往死里坑害自己的女儿 如此行为 与畜生又有合一 亏他还曾是皇城里的 该死的 村妇们可不会刻意压低声音 也不怕会得罪他们 嗓门一个比一个大 蒋氏垂在身侧的双手 紧握成拳 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扫一眼义愤填膺的村妇们 沈向晚的视线 重新回到蒋氏二人身上 脸上 眼底渲染着赤裸裸的嘲讽 补偿 如果不是沈一山父子 自己人全都死了 你已经没了一口 甚至活不下去了 又怎么会想起我这个女儿 蒋氏 别摆出一副慈母的嘴脸 我特么犯恶心 另外 还是那句话 迟来的补偿笔草剑 早在沈向月轻轻松松 便设计我替价的时候 你的女儿沈向晚就已经死了 现在的我 你高攀不起 沈向晚不可谓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蒋氏若还敢仗着母亲的身份纠缠不休 她不介意找个机会 亲自送她去见沈一山 不 婉婉 滚 啊 蒋氏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她的冷漠 想都没想就扑了上去 沈向晚不但侧身躲开了她 还一脚踹在她的屁股上 蒋氏干瘦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往前扑倒 瞬间摔了个狗吃屎 哈哈 在场没有任何一个人同情她 甚至不约而同的爆出哄堂大笑 都感觉大快人心 对付这种畜生不如的玩意儿 就是该如此果决狠辣 否则 她指不定还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呢 娘 搀扶起摔倒的婆婆 谢云云近乎祈求地看着沈向晚 晚晚 娘她是真的已经知道错了 她 谢云云 奉劝你一句 想要活下去 最好早点改嫁 没有给她说完的机会 沈向晚看似随意 实则却是在为她指点名录 不出意外的话 沈家很快就会出大事了 倒霉的肯定是蒋氏他们 晚晚 显然是没听懂她的意思 谢云云还想说什么 可沈向晚却懒得在搭理 镜子越过她 走向正朝他们走来的魏诚意 只是 王爷 有人比她的动作更快 几乎是搜的一下 就冲到了魏诚意面前 魏诚意积不可查的皱眉 脚尖一点 修长的身体瞬间往后倒退 全然不顾沈向月满脸的错愕 王爷 短暂的正愣后 沈向月又朝她跑了过去 王爷 我有话跟你说 可不可以给我点时间 不可以 冷漠的吐出几个字 魏诚意又往后退了几步 俊美无愁的脸庞 充斥着赤裸裸厌恶 王 她当真如此绝情 还想要靠近的沈向月悬泪欲滴 气气爱爱的望着她 前世他们才是夫妻啊 今生 她只是想过得更好而已 难道也错了 我说 你要想到什么呢 缓步走向他们 沈向月嘴角 近着一抹浅浅的笑痕 你 如果不是她 王爷又怎么可能如此不待见她 肯定是她在王爷耳边说了什么 越想越觉得有理 沈向月眸光发狠 猛地朝她冲过去 都是你的错 沈向月 我跟你拼了 晚晚 哼 见状 魏诚意一个闪身 就挡在了沈向月的面前 可后者却悬身躲开了她的护佑 飞起一脚 迎上冲过来的沈向月 啊 碰 沈向月的身体 不受控制地往后倒飞 伴随着杀猪般的惨叫 狠狠地砸落在地 他们的动静 闹得可不是一般的大 自然又引来了村妇们的注目 未免闹出什么误会 万事和灵事 连忙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明了状况 几乎是立即的 所有人看向沈向月的目光 都染上了赤裸裸的嫌恶 当初是她自己不愿意嫁给别人 还特么搞出了替嫁的戏码 现在看人家日子过得好 又想反悔了 脸呢 真是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的小妇人 以后遇到这种玩意儿 直接一脚踹飞就行 没有理会蜷缩在地上哀嚎的沈向月 沈向晚转向魏诚意淡淡地说道 好 眼底的厌恶早已被喜悦取代 魏诚意颇为受教地点头 嘴角含着一抹宠溺的笑 本章完 第141章 你该不会是在吃醋吧 你的是忙完了 懒得再说那些不相干的人 沈向晚伸手过去 与她实质紧扣 嗯 点点头 魏诚意牵着她边走边说 是东晋的消息 从祖父到父兄 魏阳王府自开国起 就世代镇守东晋 即便晋国号称百万铁骑 打遍周遭无敌手 也从未跨入过东晋城池 哪怕一步 如今没了他们的镇守 晋国又开始蠢蠢欲动 皇帝派去接手兵权的人 高傲有余 威望却不够 根本无法让东晋军幸福 直到现在 还是一团乱 晋国抓住了他们的漏洞 接连发动了好几次小规模战争 几乎都是天启国战败 目前东晋军士气低迷 如果晋国大规模进攻 他们怕是守不住 一旦让晋国撕开了缺口 他们的军队就会长驱直入 东晋怕是要生灵涂炭了 前世便是如此 晋国军队踏破城池后 近乎突灭了整个边境城池 若非楚良强势崛起 天启王朝怕是早就一主了 东晋 扭头看看他 沈相晚醋没到 你的人找到楚良没有 援助中 楚良就是义军突起 接替魏阳王府镇首东进的大将 也是最大的反派 找到了 可想见他 脚步一顿 魏成义转身面对着他 前世 楚良为了他 不惜得罪 已经是太子妃的沈相月 被太子和丞相府联合打压 加上狗皇帝背地里时不时帮手 差点被那些人临时处死 逃出去后 他直接引进国军队入关 致使天启王朝兵荒马乱 山河破碎 至于后面如何 他就不清楚了 因为他重生了 不过想来 狗皇帝那些人应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才是 而楚良之所以会那么做 追根究底都是为了他 当初婉婉 也是以护佑楚良为条件 跟他达成合作的 他想知道 楚良在他的心目中 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 不用了 他有他的使命 如果他询问的话 你只需要让人告诉他 我一切安好即可 迎着他的注视摇摇头 沈相婉含笑说道 楚良可以说是原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 作为原主生命的延续 他也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护住他 就这样 似乎是不愿意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 魏诚意再次询问 深邃的眸子一顺不顺的锁定他 嗯 敏锐的察觉到他的异样 沈相婉突然凑近 我说 你该不会是在吃醋吧 闻言 魏诚意面上不显 心里却是有些无奈 他能不吃醋吗 前世楚良为了他做到那种地步 而他一开始 哟 他何止是吃醋 都快泡在醋缸里了 还真吃醋了 沈相婉忍不住笑倒在他身上 他是真没想到 他居然连这种醋都吃 他跟楚良 怎么可能 婉婉 看就知道 他肯定是误会了 魏诚意不禁有点骚得慌 这也不能怪他 谁让他一开始谁都不在意 偏偏只想保住楚良呢 加上前世楚良为他做的一切 他能不多想吗 嗨 清可两声强忍住笑意 沈相婉无视周遭 还有不少人注目 靠过去点起脚尖 在他的唇上轻啄一下 好了 这也不能怪我 谁让你乱吃飞出来的 还记得先前我在你房里说过的话吗 只有你魏诚意才能让我着迷 其他人对我而言 只有朋友敌人和陌生人的区别 越说到最后 沈相婉的表情就越严肃 他知道 他之所以会吃醋 是因为 他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虽然有些话的确挺肉麻的 该说的时候 他也会跟他说清楚 不会再让他患得患失 嗯 虽然他已经不是 第一次如此直白的说 为他着迷了 魏诚意心里 还是忍不住一片火热 耳根处也泛起了少许红霞 哎哟 这小两口感情可真好 简直要羞死个人呀 远处 看到沈相婉主动亲吻 魏诚意的妇人们 全都一脸的乙母笑 王沈夸张的怪叫一声 拉着赵玉萍 满是调侃的说道 可不是吗 真是拿他们没辙 亲热咋 也不避人呢 赵玉萍也没想到 自家的宝贝儿媳 会这么大胆 不过 看他们感情这么好 他也就放心了 每个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秀恩爱的夫妇俩身上 没人再去关注蒋氏 和依然蜷缩在地上哀嚎的沈相月 他们折腾出来的闹剧 注定只会成为村民们 茶余饭后的笑谈 婉婉 女婿 即便被沈相婉踹了一脚 嘴都磕破了 蒋氏还是不愿意放弃 又在谢云韵的搀扶下 朝他们走了过去 沈相婉姬不可查的皱眉 视线又越过他们 看看不远处的村民 某个想法快速划过 随即他便牵着魏诚意迎了上去 没有任何要躲避的意思 只是 婉婉啊 将他提了起来 蒋氏 我看 你是真的想死 嗯 不 曾经的恐惧一冲而上 蒋氏蹬着腿两手 试图扒开他的手 眼泪瞬间滚落眼眶 他怕了 他真的怕了 他做梦也没想到 即便是在众目睽睽下 沈相婉居然还是一副 要掐死他的模样 滚 眼见他的眼泪鼻涕 都要流到他手上了 沈相婉满眼的嫌弃 甩手就将他丢了出去 碰 啊 蒋氏干瘦的身体 狠狠地砸在地上 尖锐的惨叫声紧随其后 看到这一幕的人 全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虽然他们都很不耻 蒋氏的所作所为 可沈相婉的手段 似乎也不遑多让 经此一意 他的彪悍 怕是要传遍整个村子了 没人知道 沈相婉是故意的 他就是在借用教训蒋氏 震慑永安村的村民 近乎直白地告诉他们 他们愿意主动融入村子里 但这并不代表 他们就怕了村里的人 谁要是觉得他们和善可欺 那就要先掂量掂量 自己有几斤几两重 够不够他们塞牙缝了 此举甚是有用 那些原本觉得 他们努力讨好自己 可以拿捏占便宜的村民 悄悄些的心思 与他们接触的时候 又多了几分忌惮 当然 这种忌惮不是害怕 而是时刻提醒自己 别当他们好欺负 让他们以后既成功地融入了村子 又奠定了一定的领导地位 当然 那都是后话了 本章完 第142章 女娃子 你倒是说啊 解决了讲事 沈向晚闲着没事 干脆跟魏成义 一起去村子里熟悉环境了 永安村有两百多户 将近三千人 占地面积也极为庞大 夫妇俩紧扣着彼此的手 走了快两刻钟 才从村围走到村东 六月正是农忙时节 大部分的村民都在地里忙活 我们的弟也在这边吗 看着村民们忙活的样子 沈向晚露出了少许笑颜 未来世界已经很难再看到 这种采收的画面了 是的夫人 我们的弟在最里面 听到他的询问 跟在后面的禁卫 小跑上前 边说边指着靠近山体的方向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看 沈向晚蹲下身 抓起一把泥土 再次仰头问道 这里的地全都是沙地 嗯 全村都是沙地 我们的荒地也一样 沙地比较薄 粮食的收成很差 哪怕家家户户的地都不少 村民们也很难糊口 农闲的时候 壮牢利都会出去做工贴补家用 不过 听说外面的地主或管事 没几个好人 经常客口供钱 做一个月的工 能拿二十天的钱 就算是不错的了 这也是村里人全都很穷的原因 当然 朝廷的赋税 一年比一年重 也是原因之一 敬卫回应的时候 忍不住深深的叹了口气 不是他悲天悯人 怎么说呢 虽然他们都是战争遗孤 但曾经也是出自装户人家 看到村里人这般困苦 他们多少能感同身受 是吗 起身拍拍手 沈向晚一步跨进地里 大叔 你们种的全都是薯米吗 义母大概有多少收成 你是 哦 你是味家的吧 突然被人叫住 正在捆绑鼠竿的中年男人一顿 当他看到两个敬卫的时候 立即就猜到了他的身份 表情语气也和善了很多 是啊 我是魏家媳妇 这是我夫君魏成义 拉过跟进地里的魏成义 沈向晚笑眯眯的说道 大叔贵姓 一扫平时的高冷 魏成义也十分的随和 文言 男人摆摆手 啥贵不贵的 我叫赵大和 赵大山是我大哥 我排行老二 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叫我赵二叔吧 赵二叔 两人也不跟他客气 异口同声的教导 唉 见他们完全不像以往那些流放树人 赵大和一屁股 坐在高高堆起的树竿上 你们刚刚问啥来的 哦 想起来了 可不就是熟米吗 也只有熟米才能填饱肚子 可惜 咱们这里的地太薄 就算是伺候的再好 一亩地最多 也只有一时左右收获 这还是在建立在老天爷庇佑 风调雨顺的情况下 否则 产量还会更低 赵大和忍不住深深的叹了口气 就这样的产量 交完赴税后基本胜不下多少 年年冬季都有饿死的人 一旦左右啊 按照未来世界的换算 一旦就是120斤 这产量未免也太低了 沈向晚不经垂谋思索了起来 好半想后才再次问道 赵二叔 那熟米收获后 你们还会种植二级粮食吗 二级粮食 赵大和一愣 随即白手道 咱们的地本来就薄 哪里敢种二级粮食 今年种了二级粮食 万一影响了明年的收成怎么办 到时候赴税缴不出来 官府不得活泼了他们 啊 沈向晚一愣 随即又追问道 你是担心 种了二级粮食后地更薄 影响来年的收成 难道 你们都不做追肥的吗 啥是追肥 赵大和一脑门的问号 显然不太懂他的意思 追肥就是给地里施肥 简单的说 就是你们收获之后 翻地的时候 加入凹好的肥料 将它埋在土下 既能让新种的粮食更加高产 也能肥地 为来年的收成打下基础 沈向晚越说越来劲 干脆学赵大和一样 在另一边的鼠竿堆上坐下来 跟他一起的未成一见状 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谁让他就是 娶了个这么不讲究的媳妇呢 哦肥 怎么哦 追肥后 真的能肥低吗 闻言 赵大和也来了兴趣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他们不说种二级粮食 至少也能在地里种菜 收获后 多少也是个镜像不是 啊 沈向晚脑门一黑 这个世界的农业 如此落后的吗 女娃子 你倒是说啊 久久没有等到他的回应 赵大和忍不住 有些迫切的催促 这可关乎着 他们能不能多点镜像呢 欧肥就是在地里挖个大坑 把各种粪便倒进去 再弄些树叶什么的 丢进去一起欧制 大概一两个月就能欧好 除此之外 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去山里 采集地面上的斧叶 俗称斧之土 将它们汇入地里 也能起到肥地的功效 能肥地的方法 远远不止这些 沈向晚只说了两个最简单的 既然他们已经落户到永安村了 他也不介意帮帮他们 真的 赵大和激动的一跃而起 一副马上就想试试的模样 足以想见 他们已经被生活逼得有多绝望了 但凡是有一点点的希望 他们都想试试 嗯 我还不至于拿这种事开玩笑 含笑点点头 沈向晚也站了起来 还有 我看咱们村都是沙地 沙地比较特别 透气性很好 饱水饱肥的能力却很差 并不适合种熟米和小麦等粮食作物 你们为什么不种一些根精类作物 对根精类作物 花木和药材林木而言 沙土无疑是最适合生长的土壤 产量肯定比熟米高 因为它的空间能够种植 所以对于种植方面的事情 他也多有了解 沙地并不等于博地 利用好了的话 产量绝对相当喜人 比如说 花生土豆和红薯 它们就很适合种植在沙地里 还有西瓜山药和甘草等水果药物 疏松透气的土壤 无疑是促进它们快速生长的温床 啥是根精类作物 他倒是说得轻松 赵大和却是一脑门的疑问 不只是他 魏成义和两个敬畏同样疑惑 他们只听过薯米稻米和小麦等分类 从不知道 还有什么根精类作物 本章完 第143章 两只雄精 调理身体 啊 沈向晚一愣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连忙抬手道 稍等一下 容我想想 随即 沈向晚看似陷入了沉思中 实则却是快速调取了原主的记忆 经过简单的整理 他发现 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土豆红薯等根精类作物 百姓的主食 只有薯米 稻米 苏米 小麦和豆类 以黄豆为主 种类十分稀少 而且 就这样 他们也不见得能吃饱 大都会在主食中 掺入野菜脉腹什么的 不然根本养不活一家人 见他好像是在琢磨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赵大和和魏成义等人也没有催促 不过他们的脑子里 都反复回荡着他先前说的话 看他侃侃而谈的模样 就知道 他所谓的追肥 绝对是有效可行的 你们怎么在这里 赵大山的声音突然响起 众人不约而同的扭头 只见他正放下挑在肩上的粮食 擦着汉潮他们走来 还有不少村民 都络绎不绝地挑着粮食往家里去 不知不觉已经快虚实了 天色逐渐暗沉下来 今天的劳作差不多也要结束了 大哥 我跟你说 看到他 赵大和连忙三步并两步的上前 略有些急切地将追肥的事说了一遍 真的 赵大山也是一脸惊喜 双眼紧紧地盯着 已经回过神的沈向晚 当然是真的 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沈向晚边说边搭上魏成义的手 借助他的力量从树干堆上一跃而起 其实给土地追肥远远不止 我说那两种方法 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 等回去后 我就把所有的方法都写下来 赵叔 到时候你们照着做就行 他们已经是永安村的一份子了 目前看来 村长兄弟俩都是好的 他也不介意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帮他们 那感情好 这要是真成了 你可就是咱们村的贵人了 有黑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赵大山由衷地说道 瞧赵叔说的 啥贵人不贵人呢 我们不也是村里的一份子吗 说的也是 那我可就不跟你客气了 就是该这样 两人你来我往间 一行人站在土梗上 笑得自意畅快 路过的人虽然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自觉地扬起了笑颜 或许他们的生活 的确十分困苦 可他们都在拼命努力地活着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沈向晚他们回去的时候 夜幕已经降临 今天是他们安顿下来的第一天 吃过晚饭后 他们就各自回房休息了 楼上可以说 完全是夫妇俩的地盘 跟魏诚一告别的时候 沈向晚非常不客气地索要了晚安稳 前者也不像刘放石那么磨叽 十分的配合 回到自己的房间 抚摸着有些红肿的唇绊 沈向晚笑出了声 貌似他的便宜夫君越来越狂野了 隔壁房间内 魏诚一同样在回味先前激烈的拥吻 直到感觉到沈向晚的气息消失了 他才回过神 简单地梳洗后盘 坐在床上打坐 空间里 沈向晚刚现身在别墅前院里 两只已成年的黑白团子 就朝着他扑了过去 吓得他忙不迭往后倒退 别 我的小祖宗 咱能优着点吗 说是那样说 沈向晚还是张开双臂接住了他们 不过 他突然感觉有点奇怪 照理说 他已经换了身体 他们不应该熟悉他才对 为啥还是跟前世一样 喜欢扑他 两只搭在他的肩上 冲着他嗡嗡的叫唤 像是在打招呼 又像是在撒娇 好了好了 我也很想你们 以后每天都会进来看你们的 抛开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沈向晚分别摸摸他们的头 他们是他亲自带大的 对他而言 无疑就跟他的孩子一样 他是十分宠溺他们的 否则也不会让二号 专门负责照顾他们了 嗯 似乎是听懂了他说的话 两只这才满意 一千一后的缩回爪子 真是两只雄精 沈向晚不禁失笑 凭空抓出两根 而壁粗的竹笋递给他们 他们是真的能听懂他说的话 当初他和闺蜜领养他们的时候 他们还是两只刚断奶的小熊 为了让他们尽快习惯新的环境 也为了照顾好他们 他给他们喝的盆盆奶中 都加入了灵精水 没有煮过那种 后来灵精水就成了他们的专用水 他们也越来越聪明 总是喜欢跟他撒娇卖萌 嗯嗯 又冲着他昂昂头 两只雄精才坐在地上 抱着竹笋啃了起来 妈妈真是爱死你们了 被他们蒙了一脸 沈向晚扑上去 抱着他们狠狠地揉了一番 才心满意足的起身 主人 早已等在一旁的一号和二号 不约而同的躬身 嗯嗯 点点头 沈向晚刚走出去两步 又顿足道 话说一号 我现在的长相 跟以前应该不太一样吧 当初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突然又想到了这个问题 他也顺口问了出来 主人说笑了 除了你 还有谁能随意进出空间 一号微微一笑 而且 现在的你 跟以前的你 长得至少五分相似 如果再养好一点 七八分相似 也是有可能的 我还不至于认不出来 也是哈 貌似他问了个蠢问题 沈向晚不禁失笑 随后他又摸了摸自己的脸 如今他们已经安顿下来 他也该调理一下这具身体了 直到现在 他依然干瘦干瘦的 皮肤倒是从刚开始的蜡黄 变成了健康的小麦色 流放路上 即便有驴车 依然是参风露宿 他的状态 已经算是好的了 回到别墅二楼的主卧 沈向晚足足喝了两大杯 没有煮过的灵精水后 才退去身上的衣服 赤裸着身体 跨入浴池之中 嗯 没多大会儿功夫 身体就有了反应 体内排出大量腥臭的污垢 沈向晚强忍着难受 拿起沐浴花 彼时 小麦色的肌肤 蜕变成了白皙银润的色泽 嫩得跟包了壳的煮鸡蛋一般 连湿漉漉的头发 都黑亮了许多 本舅明艳的五官 被衬托得更加光彩照人 颜值拔高了好几个层次不止 本章完 第144章 觉醒新的异能 在灵精水的作用下 沈向晚不仅外表彻底的蜕变了 内在也被调理到了最佳状态 即便依然轻瘦 却已拉满了健康值 另外 他的武功也终于有了突破 虽然只是小小的往前迈进了一步 成为了真正的先天舞者 依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觉醒别的异能 别墅四楼的研究室 穿着睡衣的沈向晚 拿起一支初级基因药剂 嘴里冒出小声的嘀咕 原则上来说 注射了初级基因药剂后 每个人都能解开第一层基因锁 从而获得异能 可他的空间 不知道什么原因跟来了 他也不确定 自己是否还能觉醒新的异能 要不 试试 抛了抛手里的药剂 沈向晚唇角微钩 未来世界 人类不仅在科技方面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 也全面攻破了基因技术 解锁了基因锁的奥秘 凡是年满18岁的公民 都能凭借身份证明 免费领取初级基因药剂 解开基因锁 获得异能 但初级基因药剂 并不是只有18岁以后才能使用 只是到了年纪后使用 才能百分百保证觉醒异能罢了 在那之前 年纪越小 觉醒的几率越低 而且 初级基因药剂 每个人一生中 只能使用一次 如果没有顺利觉醒异能 那就永远都不可能再觉醒异能了 沈向晚现在的身体只有16岁 姑且不论 他是否还能获得新的异能 注射基因药剂的话 只有80%的希望获得异能 不管了 试试再说 行不行 试过 就知道了 沈向晚并没有纠结太久 很快就做了决定 直接注射了初级基因药剂 即便他已经是先天武者了 跟那些真正的高手比起来 还是差了一大截 他没有靠武力称霸天下的野心 但他也不会容许自己像个弱鸡一样 任人宰割 如果能觉醒战斗系异能 他的生命安全 无疑将会更多一份保障 除此之外 觉醒异能的时候 也会同时强化身体机能 即便不能觉醒战斗系异能 至少也能提高他的武力值 让他拥有更多的自保能力 不是 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很快袭来 沈向晚心里一喜 闪身回到主卧 盘坐在床上 静待异能的觉醒 在空间里 他就是唯一的王 可以顺移到任何位置 除此之外 外面种植的蔬菜水果和药材等作物 也都是靠一念完成的 否则 仅凭他自己 哪怕再加上一到十号 类似也不可能种植那么多东西 解开基因所觉醒异能并不痛 只是浑身都酥酥麻麻的 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盘坐在床上的沈向晚 嘴里不时一出销魂的身影 不知道的人 指不定以为他在干啥呢 滴答 大概半个小时后 沈向晚已是浑身大汗 抬手集中精神力 倒出了少许水珠 他又觉醒了水系异能 妈 水系就水系 总算是没有白费功夫 白的发光的脸上 缓缓展开笑颜 沈向晚悄悄松了口气 先前他无疑是在 进行一场巨大的豪赌 如果不能顺利觉醒异能 以后 他就永远只能是空间异能者了 哪怕异能升到了十级 也不能注射终极基因药剂 解开第二重基因所 获得新的异能 完全没有睡意 还是去楼上研究 我操 沈向晚话未说完 人就被排斥了出去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跌坐在房间里的墓床上了 他奶奶的 下次能不能先通知一声 脑门爬满了华丽丽的黑线 沈向晚无与俯额 这种事情 他已经遇到很多次了 原因也很简单 空间要升级了 在此之前 他一直是八级空间异能者 这次升级过后 就是九级了 下次想再升级的话 不知道又要到何年何月了 算了 早点睡吧 本来还想去研究室 捣腾他那些药物的 现在也不行了 沈向晚所幸躺了下来 没多大会儿功夫 就含笑进入了梦乡之中 一日 没有解察们叫活儿式的催促 沈向晚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 不过他没有马上下楼 而是去了已经升级好的空间里 原本就十分庞大的空间 又扩大了好几倍布置 除去已有的山川河流 空间里 还多一片蔚蓝的大海 沈向晚屏息感悟了一下 海里的生物数不胜数 简直就像是另一个小世界 嗯 以后不愁没海鲜吃了 满意的点点头 沈向晚又顺意到多出来的土地上 一念流转间 种下大量红薯土豆和玉米 等高产农作物 等他从空间里出去的时候 差不多都快五十了 沈向晚换上一身淡蓝色的细棉衣裳 及腰长发 依然高高书成马尾 行走间 黑亮的长发一摇一晃 竟显青春活力 晚晚 捏 沈向晚跨出房门的时候 正好碰到魏诚一根青影 从书房里出来 看到他那一叉 两人双双愣在原地 他很美 他们一直都知道 可他们没想到 他居然还能更美 小麦色的肌肤 被白皙银润所取代 趁得本就明念深邃的五官 更加张扬 极具攻击性 美得让人很难一开视线 怎么 不认识了 不是不知道 他们为何震惊 沈向晚却是一副轻松随意的模样 他不可能永远都不使用灵精水 既然早持都是要使用的 也无所谓会不会暴露的问题了 只要他们不问 他就可以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就算问了 不还能瞎扯淡吗 不 晚晚 你很美 回过神 魏诚意摇头上前 修长如玉的手指轻柔地 俯过他白皙的脸颊 深邃的毛子 盛满了浓浓的情意 他也是使用过灵精水的人 即便他什么都没说 他也知道 使用灵精水之后的好处有多好 他很高兴 他终于不再压制 舍得对自己好了 我是不是该回一句 你也很帅 抬手续续地勾住他的脖子 沈向晚调皮地眨眨眼 心情看起来十分美丽 你已经说过了 揽住他的腰 魏诚意柔声说道 他家的小赖皮嘴甜着呢 不知道直白地夸赞过他多少次了 他也很受用 就是了 矗立在他们身后的轻盈 嘴角一抽 他奶奶的 这顿狗粮他 干了还不行吗 本章完 第145章 卖了 沈向晚跟魏诚意下楼的时候 自然又引来了赵玉萍等人的惊呼 连小幼崽都扑到他身上 奶声奶气地夸他很漂亮 惹得沈向晚抱着他 又是一阵的清香 面对赵玉萍他们的询问 他只说是自己调制的一种药水的功效 顺便给了他们每人一瓶灵井水 让他们全都跟着脱胎换骨 昨晚沈向阳将蒋诗卖给了人牙子 沈向月和谢云云被卖进了清楼里 赵玉萍他们都回房间去清洗了 堂屋里只剩下他们俩和小幼崽 魏诚意垂眸淡淡地说道 一而再再而三 被沈向月那个恶心的女人惦记 昨晚他本来是打算让静卫去废了他的双腿 让他再也不能跑到他面前做妖的 却不想 他居然把蒋诗卖给了人牙子 把沈向月和谢云云卖进了清楼里 原本他是不打算跟他说的 左右那些人也没办法再骚扰他们了 不过稍作思量后 他还是决定跟他说一声 他有权利知道那些人的去向 卖了 正准备喝茶的沈向晚一顿 随即又嘖嘖称奇地说道 看不出来沈向阳是个狠人啊 他早就料到 没有了沈一山父子三人的压制 那几个数字肯定会爆发 可他真没想到沈向阳居然那么狠 卖了沈向月和谢云云就算了 连蒋诗都卖了 他还以为 他们最多只会搓磨他呢 嗯 提起茶壶又给他添了一杯水 魏诚意认同的点点头 沈向阳的确是个狠人 话说 我们今天是不是还要去买下人 对他来说 不管是蒋诗 还是沈向月谢云云 都是无关紧要的人 沈向晚并未在意 倒是想起了买人的事 嗯 等母亲他们洗说好 我们就去县城 现在才卫时 距离天黑还早得很 他们又有马车 买人的事不急 你要安排就行 再次一口 饮进杯里的茶水 沈向晚丹守处 在桌面上拖着头 严叔他们那边有消息吗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刘放营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暂时无碍 伸手过去 轻抚着他白嫩的脸颊 魏诚意淡淡的说道 他已经让人 给他们送去了足够的钱财 有钱财开道 刘放营的官差 也不会太为难他们 接下来 他就会想办法救他们出来了 想到怎么救他们了吗 稍稍撑起身体 沈向晚继续问道 以他们的武力值来说 要救人不难 难的是 如何让他们正大光明的 生活在阳光下 准备从知府那里入手 我的人已经混入衙门了 只要有钱 要救出他们并不难 早在重生后 他就转移了府里 大部分的钱财 这也是为什么 当初沈向晚收拢 王府钱财的时候 发现他们的积蓄 还不如丞相府的原因 既然他有成算 他也不必过于操心 沈向晚早已决定好了 以后外面的事情 完全交给魏诚意 他只负责内务 不过有个东西 对你应该有用 眨眨眼 沈向晚从袖带中 掏出一个巴掌大的东西 这是皇帝的玉玺 饶是魏诚意 也忍不住瞳孔一缩 双眼紧紧地盯着 他手上的东西 我从狗皇帝的龙岸上 弄来的 手持玉玺 沈向晚笑得人畜无害 还不知道从哪摸出 两颗核桃 啪啪两声 就用玉玺砸开了他们 看得魏诚意和后 在一旁的敬畏们 眼角直跳 那可是玉玺啊 他敢不敢再随意一点 那还挺好吃的 随手将玉玺丢到一边 沈向晚包出核桃的果肉 自己吃的同时 还不忘往魏诚意的嘴里喂一点 能不好吃吗 玉玺砸出来的核桃呢 魏诚意不禁失笑 他的小赖皮 咋就这么皮呢 安哥 过来吃核桃 得 分享给魏诚意还不够 沈向晚又充不远处 自己玩耍的小幼仔招招手 好 乖巧的应一声 小幼仔放下熊猫公仔 哒哒哒地跑了过去 沈向晚随手就将剩下的核桃 喂进他嘴里 好不好吃 好吃 小幼仔永远都是那么捧场 还冲他竖起了大拇指 沈向晚不禁笑出了声 随即又扭头道 话说 安哥的生辰是什么时候 七月初七 魏诚意拿起玉玺看了看 确定是皇帝的那枚后 随手交给了敬畏 让他放在书房里 有了这枚玉玺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救出阎朗他们 那不是没几天了 现在已经是六月中下旬了 距离七月初七 只有半个月 嗯 不过 我们不会给他过生辰 见他应该在琢磨了 魏诚意无奈地说道 他的生辰 也是大嫂的忌日 我们一般都不会提他庆祝 当年大哥突然战死沙场 要不是突然有了身孕 大嫂恐怕就跟着去了 即便如此 在生下安哥后 他还是去了 跟晚晚不一样 大嫂是个很柔弱的女人 没有大哥 他仿佛整个人都枯萎了 能坚持到产下安哥 已经算是奇迹了 是吗 脸上的笑容渐渐脸去 沈向晚捶眸 看着小幼崽 抬手轻柔地摩擦着他的头 现在他还什么都不懂 以后应该会很难过吧 沈沈 似乎是察觉到了他的异样 小幼崽抬起头疑惑地望着他 嗯 乖 晚点没那么热后 让祖母和小姑带你去外面玩 眨眨眼 沈向晚笑着 抓出一把糖果 塞进他的小胯包里 他是真的很喜欢孩子 特别是乖巧听话的小幼崽 以后他会拿他当亲儿子一样疼爱的 好 乖巧的应一声 小幼崽掏出糖果 一人给他们喂了一颗 又往自己嘴里塞一颗后 才跑过去 重新拿起熊猫公仔玩耍 希望他能一直都这样开开心心的 含在嘴里的糖果 似乎一路填进了心里 沈向晚由衷地说道 会的 伸手过去握住他的手 魏诚意跟他相识一笑 有他们在 一定会让他此生无忧 本章完 第146章 买人 一 哪怕自己身上 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清洗干净 从房里出来的赵玉萍母子三人 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沈向晚知道 他们需要时间缓和 倒也没有继续浪费唇舌解释 简单的交代一声 就跟魏诚意一起乘坐马车去县城了 这里居然还有个小小的集市 马车里 沈向晚聊起窗帘打量着外面 永安村背靠山脉 只有一条最多可供两辆牛车并排通行的道路 通向外面 出村不远 便是直通县城的官道 同时 永安村又与永宁村 永平村和永义村相交 几个村子的人 时常会拿一些农产品什么钱来售卖 自然也吸引了少数走街串巷的货廊 渐渐便形成了小小的集市 嗯 永安村的地理位置算不错的了 至少并不偏僻 出行还是很便利的 魏诚意认同的点点头 若非村里全是沙地 朝廷的赋税又极为沉重 加上关外的游牧民族年年闯关 他们也不至于那么穷困 就是这路也太颠簸了 放下窗帘 沈向晚黑着脸吐槽 哪怕已经转到官道上了 马车也十分颠簸 屁股都震麻了 这种时候 他无疑就十分想念 未来世界一马平川的大马路了 有机会的话 他肯定要先修修路的 不然这进进出出的也太遭罪了 要不坐我腿上 见他是真的难受 魏诚意拍着自己的腿提议 眼底不无疼惜 还是算了吧 往后靠着椅背 沈向晚颜答答的问道 到县城需要多长时间 他只知道永安村距离县城不远 具体需要多长时间 他就没概念了 乘坐马车最多两刻钟 回答他不是魏诚意 而是外面负责赶车的 敬畏副统领袁修 轻颖受了伤 明面上暂时由他和另一副 统领袁术贴身保护他们 倒是不久 无奈的轻叹口气 沈向晚凑过去 靠着魏诚意 闭上眼养神假妹 不是他娇气 而是马车真的很颠簸 垂眸腾气的看看他 魏诚意轻柔的揽住他的腰 稍稍挪动着身体 以气让他更舒适一些 到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感觉到马车的速度越来越慢 沈向晚睁开眼 缓缓做正身体 嗯 魏诚意点点头 他已经听到外面的喧嚣声了 沈向晚再次撩开窗帘 正好看到 他们进入大铜县城池 大铜县是最靠近边境的城池之一 虽然常年受到关外游牧民族的侵扰 依然无法撼动 他战略要地的地位 陆路四通八达 商队络绎不绝 算不上负数 人流量却很大 热闹程度不输给陈州任何一个县城 二爷 我们是直接去牙刑 还是先逛逛 车外 袁修的声音再次响起 牙刑 都已经深识了 还是买人要紧 家里那么大 没人撒扫可不行 虽然这些活儿禁卫民也能做 可那卫民也太大财小用了 是 得了魏诚意的回复 袁修二人去赶着马车 往一个方向前行 早再来到这里后 他们就摸清了 郑州各个县城的情况 特别是大铜县 即便已经是下午了 县城里的主干道 依然热闹繁华 穿越后 几乎不从未在外面 逛过的沈向晚 扒着窗户 兴致勃勃地望着外面的景色 耳中听着小贩们的叫卖声 以及来往百姓的交谈 他也切身地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真正的人间烟火器 郑州广袤无垠 下辖的每一座县城 都比其他州府的县城庞大 马车行驶了将近两克钟 才在县城最大的大同牙刑前停下 所谓的牙刑 不仅仅只贩卖奴仆 猪儒牲口 土地 房屋和铺子等 所有能够买卖的东西 他们基本都有涉猎 业务范围之广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做不到的 作为大同县最大的牙刑 大同牙刑 足足占据了数个铺面的规模 虽然已经是深时了 进进出出的人 依然络绎不绝 里面请 魏成一两人 刚从马车上下来 看起来最多二十岁上下的伙计 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嗯 若有四无的点点头 夫妇俩站在原地 稍作打量一番 才迈开脚步 原修二人一步一驱 紧随其后 至于他们的马车 已经让伙计 牵去喂草料了 服务不可谓是不周到 这不是原言吗 又要买地 伙计将他们 引到了最中间的铺面 看起来三十岁上下的男人 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 虽然他的话 是对着原修说的 视线却不动声色地 打量着魏成一夫妇 单从穿着上看 他们并不出众 都是穿的细棉衣裳 但他们的长相 身材和气度 绝对都是拔尖的 让人很难忽视 他们的存在 而且 曾大手比在他们这里 购买宅基地的原修 毕恭毕敬地 跟在他们身后 用膝盖想也知道 他们绝对不是 什么普通人 这是我们家爷和夫人 二爷 他叫孙平 是牙型的管事 原修上前两步 替他们做了介绍 当初他购买永安村的 宅基地 找的就是大同牙型 接待他的 正好是孙管事 嗯 魏成一夫妇俩 双双含笑汗首 孙平忙不迭地说道 幸会 不知两位有何需求 说话的同时 孙平做了请的手势 示意他们就做 我们想购买一批下人 不知道你这里 可有县城呢 一言作来 沈相婉端起 伙计送来的茶水 一饮而尽 含笑把玩着 已经空了的茶杯 态度带着几分散漫与闲适 看起来颇有些高深莫测 不知夫人所谓的一批 具体是多少 不动声色地扫一眼 未诚意 孙管事故 做成因后问道 那就要看你们这里的人 品质如何了 沈相婉并未爽快地答复 除去家里需要的下人 他还想买一批 15到20岁的少年或少女 既然他们 已经决定了 要推翻狗皇帝的统治 以后肯定是要打仗的 战场上除了将军和士兵 军衣也十分重要 要知道 冷兵器时代 很多将士都不是死在战场的 而是死于流血过多 或是伤口感染等后续问题 他准备提前培养一批 专攻外科的医童 将来开始征战的时候 他们就能全部投入军队之中 哪怕多救活一个士兵 他们也会多一分胜算 不过 他可不想给别人做嫁衣 至少在推翻狗皇帝之前 这批人必须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中 所以他才琢磨着 直接买一批人回去 这是他刚想到的 还没有跟魏诚义商议 想来 他应该也不会反对才是 本章完 第147章 买人 二 夫人既然来了我们这里 想必也应该知道 我们乃是大同县最大的牙刑 不论是奴才的人数还是品质 绝对都是拔尖的 作为大同县第一 他们也的确有那个底气 行 那就带我们看看人吧 沈相婉做事就要起身 孙管事连忙道 不知夫人需要哪方面的下人 只有知道他的需求 他才能着重介绍 这个嘛 沈相婉故作陈吟 片刻后才说到 四个厨子 男女不羡 只要厨一好就行 十个专门负责 撒扫的粗屎下人 同样男女不羡 两个江喜的夫人 一个30岁左右的嬷嬷 最好是董点礼数的 一个13岁以上 20岁以下的丫鬟 再来一两个四五岁的男童 另外 我还有一批15到20岁的少年少女 数量不限 只要我看上眼就成 嬷嬷和丫鬟 是给赵玉平母女俩准备的 男童则是买回去 陪伴小幼崽玩耍的 啊 饶氏见多识广 孙管事也忍不住有些错愕 他确定 15到20岁的少年少女 有多少要多少 这么多 不只是他 魏诚意也有些诧异 袁修二人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做梦 都没想到 自家夫人竟如此大手笔 回去再说 扭头对上他的视线 沈向晚伸手过去 拍拍他的手 嗯 以魏诚意的精明 又岂会猜不到 其中肯定有重要的隐情 他也没有纠结 心里阴阴有些期待 他家的小赖皮 到底要给他准备什么样的惊喜 时间也不早了 孙管事 我们是不是该去看人了 安抚了魏诚意 沈向晚再次转向孙管事 他知道 他为何如此震惊 作为大同县最大的牙刑 他们手里的奴隶少说 也成百上千 肯定不是什么小数目 但他似乎忽略了 他说的是 看上眼就成 而不是真的全都要 诸位请跟我来 回过神 孙管事起身 做了个请的手势 态度 无疑又热情了几分 这可是大生意啊 沈向晚跟魏诚意对看一眼 无视周遭的注目 紧扣着彼此的手相继起身 在孙管事的引领下 他们进入了后院 相比前面几个铺子 都是分隔开的 后面却是连成一片 中间有个很大的院子 还修建了几座精巧的凉亭 里面摆放着几套桌椅 应该是提供给购买奴仆 或牲口的客人歇息用的 除此之外 后院还有一个个生棚 马牛羊等牲口应有尽有 另一边则是两排跟生棚 差不多大小的屋舍 里面关的全都是奴隶 别的管事 正领着几个人挑选买卖 这个时代 人口买卖是合法合规的 他们的价值 往往还比不上一匹马 或一头羹牛 诸位请在此稍等片刻 将他们安置在凉亭内的 一处桌椅旁 孙管事转身就往屋舍那边去了 伙计很快便送上了茶水和点心 好漂亮的女人 四下打量的时候 沈向晚的视线 扫到另一凉亭 那里慵懒地靠坐着一个女人 她的长相十分艳丽 看起来最多二十岁左右 举手投足间 竟显妖娶与妩媚 饶使她早就见惯了帅哥美女 也不得不承认 她真的很美 美得又醇又郁 非常勾人 嗯 魏诚意疑惑地挑眉 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漂亮吗 的确有几分姿色 但跟她的小赖皮比起来 还是差远了 不漂亮吗 收回视线 对上她的毛子 沈向晚勾唇反问 不及你万分之一 深深地注视她 魏诚意十分认真地说道 你这是情人眼底出戏事 沈向晚被她逗笑了 她知道自己长得好看 但要说 那女子还不及她万分之一 那也太夸张了 除了魏诚意 这辈子 她还没夸过谁好看呢 或许 与我而言 你永远都是最美的 从前世到今生 她都是唯一一个 走进她心里的女人 她也只看得到她的美 竟然咋这么贼甜呢 吃了蜜不成 挑眉 沈向晚脸上的笑容 又灿烂了几分 那些话分明就很油腻 可从她的嘴里说出来 却显得十分动听 沈向晚只觉心里 泛起了阵阵甜蜜 不管是真是假 她都受用了 并没 看出她只当她是说 在甜言蜜语 魏诚意也没有辩驳 只要她自己知道 她有多认真就行了 不 我不去清了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夹杂着恐惧与颤抖的嘶吼声 尖锐的响起 沈向晚机 不可查的皱眉 抬眸看去 只见一个看起来十七八 眉眼清秀 连抢算得上漂亮的少女 猛然推开众人 跌跌撞撞的跑向他们 救命 救救我 求求你们救救我 我 看到他们的一刹 少女双眼陡然一亮 直勾勾的冲向魏诚意 似乎是要往她的怀里撞 放肆 啊 没等魏诚意反应 矗立在他们身后的元秀 一个箭步上前 玩手推出一道掌风 少女还来不及靠近 就被吹飞了出去 害得她发出更加尖锐刺耳的惨叫 听得不少人皱紧了眉头 抓住她 短暂的震愣后 牙情管事一声令下 几个伙计一冲而上 不 放开我 放开我啊 啪啪啪 女人还想挣扎 恼怒的伙计 反手就甩了她好几个巴掌 这才迫使她消停下来 带回去 先前靠坐在凉亭中的女人 缓步走出 此时的她眉风微醋 略显不悦 即便如此 她的妖娆与美丽 也很难让人忽视 是 跟在她身后的两个壮汉 从伙计的手上接过女人 做事就要压着她离开 救救我 救救我 当他们路过他们身旁的时候 红肿着脸的女人 再次激烈地挣扎 双眼巴巴地 望着魏诚意求救 完全忽略了沈向晚的存在 泽泽 易哥哥 还不快去英雄救美 泽泽称奇地轻斥两声 沈向晚冲着魏诚意几眉弄眼 还真是厌浮不浅呢 别闹 伸手过去握住她的手 魏诚意满眼的无奈 这种事情 可不是她能控制的 本章完 第148章 买人 三 还要我教你们吗 堵了她的嘴 是 嗯嗯嗯 伴随着近乎不耐的命令 压着她的其中一个男人 一把扯下汗金 团成一团后 塞进她嘴里 吵吵嚷嚷的声音 终于是销声匿迹了 抱歉 给你们造成困扰了 视线转到他们身上 女人汗手致歉 没事 沈向晚魂不在意地摆摆手 女人也不纠缠 再次跟他们点点头 转身便带着他们的人离开了 真美 目送着她的背影 沈向晚砸巴着嘴 再次夸赞 晚晚 看着自家的宝贝媳妇 魏诚意无奈地换到 她知道她好男色 但她不知道 她连女色都好啊 嘿嘿 回头看看她 沈向晚笑得没心没肺 难得遇到那等美人 多看良言怎么了 诸位久等了 与此同时 孙管事也回来了 他的身后还跟着数十男女 有老有少 还有几个看起来 都只有四五岁的孩子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上前 让爷和夫人好好看看 见他们磨磨蹭蹭的 孙管事面色一沉 语气颇有些严厉 是 不敢再耽搁 一群人诚惶诚恐地上前 从他们的脸上 不难看出忐忑 既希望自己被选上 又怕遇到不好相处的主子 毕竟奴才的命 是真的不值钱 主家打死打残 都是不需要负责的 你们几个出来 孙管事挥手招出十来个男女 他们看起来 都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 几乎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看起十分不安 夫人 他们全都会出意 嗯 点点头 沈向晚起身走向他们 手伸出来我看看 是 虽然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却没人敢违背他命令 十数人战战兢兢地伸出手 就他们四个 沈向晚垂眸看了看 点出四个夫人 好的 你们先在旁边等待 是 被选中的四人 毕恭毕敬地推到一旁 孙管事又招过二三十个男女 这些人全都能冲作粗食下人 夫人可随意挑选 就他们十个吧 这次沈向晚没有动作 随便指了十个 看起来身材比较粗壮的男女 粗食下人 大都是干一些洒扫的活 不用太过讲究 就算买到雕奴 大不了打一顿发卖出去 厨师就不同了 他们经手的所有食物 都是要入口的 所以 他才会仔细看他们的手 挑出几个指甲缝里干干净净的 沦落到被发卖的境地 还能保持干净的人 平日里应该也是讲究的 至少不用担心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不干不净 没问题 见他如此爽快 孙管事脸上的笑容 又灿烂了几分 接着 他又招来几个妇人 妇人 他们都是干惯了活计的 将洗衣服什么的 完全不是问题 嗯 抬眼懒懒的一扫 沈向晚随手指了两个 看起来大约三十来岁的妇人 就他们了 好 冲被选出来的两人摆摆手 孙管事再次招出几个妇人 夫人 他们有的是大家族 发卖出来的嬷嬷 有的是流放树人的家眷 都是时文断字 且通晓礼数的 嗯 两手撑着椅子扶手站起来 沈向晚夺不到他们面前 挨个的看过之后 最后停留在一个 看起来三十多岁 气度一看就不普通的女人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 以前干什么的 回 回禀夫人 奴婢见姓周 名无双 曾是宾州刺史的嫡妻 因夫君犯了是被流放 已经到此三年有余 前段时间 与奴婢相依为命的夫君 感染了风寒 就那样去了 为了给他凑一副棺材 奴婢就自卖自身了 夫人屈身给他行了个礼 哽咽地说完 滚烫的泪珠啪哒 一声掉落在手背上 行了 就你吧 重情的人再差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沈向晚瞬间便做了决定 多谢夫人 周无双又给他行了个礼 不需要孙管事吩咐 抹去眼泪后 自动自发地站到一旁 该你们了 孙管事再次招手 这次出来的是十几个少女 个个都貌美如花 如同含苞待放的花孤独一般 要不是清楚 他们是在挑选仆人 沈向晚差点 要以为他是在选妃了 孙管事 我要的是能伺候人的丫鬟 不是暖床的 沈向晚无语符合 他不排斥美人 但这些人一看 就不是能伺候人的 没见几个胆大的 都在给魏诚意按送秋波了吗 这 孙管事脑门一黑 尴尬地轻壳两声后才说到 要不你先挑选孩童 待会儿我再给君尼 找一批新的丫鬟 他也不是瞎子 自然看到 那几个不规矩的了 他承认 他是故意挑选 长得好看的 毕竟主人的样貌身段和气度 都摆在那里 丫鬟总不能是个丑八怪吧 谁能想到 竟是好心办错事了 看他下去后 怎么收拾他们 嗯 刚才的事 不过是个小插曲 沈向晚也没有放在心上 视线缓慢地 在几个孩子之间流转 他们应该全都是四五岁的年纪 泛红的双眼 怯生生地看着他 对上他的视线后 又很快低下头 有的甚至还抽叶了起来 就塌了 沈向晚指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 稍坐停顿后 又凝声道 孙管事 他有没有家人 如果有 就让他们出来吧 合适的话 我全买了 有 有的 夫人真是人美心善 孙管事一愣 随即又忙不迭地夸道 但他们这一行的 见惯了妻离子散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像沈向晚这么善良的女子 人美心善吗 略有些意味深长地看看他 沈向晚端起茶杯 清敏一口 从前世到今生 他都不觉得自己善良 甚至对于某些特定的人而言 他无异于恶魔 比如说沈向月 啊 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孙管事善笑两声 我去把他的家人带过来 说吧 他便起身离去了 顺便带走了剩下的人 被沈向晚选中的孩子 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既有些畏惧 又有点好奇 时不时地抬眼偷看沈向晚 本章完 第149章 买人 4 过来 沈向晚失笑着冲他招招手 小男孩略有些迟疑 却还是迈步走到了他面前 鼓起勇气 乃声乃气的道 夫 夫人 呵呵 不用害怕 我又不会吃了你 丝毫不嫌弃 他满身脏污 沈向晚伸手过去揉揉他的头 你叫什么名字 几岁了 冬子 没等男孩回答 一声哽咽的呼唤响起 不多话 一行四人快速奔来 为首的夫人两眼含泪 跟他一起的中年男人 和后面的少年少女 全都眼眶泛红 爹 娘 看到他们 冬子回身就跑了过去 冬子 夫人蹲在地上抱着他嚎啕大哭 中年男人上前抱住他们 眸底隐隐也有泪光流转 年约十六七的少年 和十二三的少女 同样哭了出来 差一点 差一点 他们一家人就要四分五散了 哭什么哭 夫人准备 买下你们一家人 还不快谢谢夫人 跟在他们身后的孙管事 看似凶恶 实则却是在提点他们 完事 他又转向沈向晚说道 夫人 因为庄子被盗才会受牵连 被主家发卖了 是吗 挑眉 沈向晚再次看向他们 虽然他们也跟其他人一样 浑身脏污 但体格看起来都还行 原先应该过得不错 想必也是刚被发卖不久 谢谢夫人 谢谢你 愿意买下我们一家人 最先回过神的中年男人 放开妻儿 跪在地上 用力地给他磕了几个响头 谢谢 谢谢夫人 见状 夫人也带着几个儿女 一起给他磕头 天知道 当他们知道 他选了他们的孩子 并且愿意买下他们一家人的时候 他们有多激动 洋装的坚强顿时坍塌 所以他们才会那么失态 先别急着谢我 往后靠着以背 沈向晚继续说道 我是说 合适就买下你们 可没说一定会买下你们 先说说 你们都会些什么吧 啊 一家人全都忍不住一愣 随即男人很快道 回夫人 奴才叫吴有妇 今年三十六 凡是地理的活计 奴才都会 也会驱担马车和牛车 她是奴才的妻子吴里秀 三十五 十七岁了 她从小就跟着奴才干活 奴才会的她也会 这是奴才的女儿吴水玉 除了家里的活 她还会刺绣 还有奴才的小儿子 她叫吴水冬 我们都叫她冬子 今年五岁 吴有夫一口气说完 一家人全都眼巴巴地望着她 只要她愿意买下他们 他们这个小家就不会散了 还行吗 迎着他们的注视 沈向晚点点头 孙管事 他们一家我全都买了 你也不用再帮我挑选丫鬟了 我看水玉这丫头 就挺合适的 行 夫人你满意就行 孙管事忙不迭地应成 随即又沉声道 还不快谢谢夫人 是 是 回过神 男人再次带着妻儿 给她磕头 谢谢 谢谢夫人 摆摆手 沈向晚示意他们站到旁边去 她还要继续挑人呢 吴有夫一家不敢迟疑 赶紧搀扶着彼此退到一旁 虽然他们的眼角还悬挂着泪珠 脸上却有了笑容 不需要沈向晚催促 孙管事很快便领着百余人上前 他们有男有女 年龄按照沈向晚的要求 全在十五到二十岁之间 每个人都低垂着头 看起来似乎有些紧张 瘦弱的身躯止不住地颤抖 因为先前丫鬟的乌龙 这次孙管事选的全都是真正能干活的人 夫人 你看这些人如何 来到他们面前 孙管事指了指领出来的百余人 还行吗 漫不经心地点点头 沈向晚往后靠着椅背 事先落在那些人的身上 你们之中可有十字的 百余人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其中一个瘦瘦小小的少年 举起手磕磕巴巴地说道 奴 奴才识得几个字 奴才也识得一些 有了他带头 陆续又有几个少年举手 还有吗 沈向晚又等了一会 确定不再有人出生后 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 虽然他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但百余人 仅仅四五个 识得少许字 这个比例 还是跌破了他的心理预期 普通百姓想要读书识字 实在是太难了 行吧 撑着椅子扶手站起来 沈向晚多不走向他们 先是深深打量了一番几个十字的少年 随即又看向其他人 抬起头来看着我 啊 众人一愣 有人反射性地抬头 有人吓得往后退缩 大部分都是看他一眼 又马上低垂着头 若非脖子不够长 他们的脑袋 怕是都要埋进裤裆里了 沈向晚机不可查的皱眉 却是什么都没说 抬手指向那些极边畏惧 依然看着他的少年少女 孙管事 我只要这些人 好 百余人 他仅仅只选中了八个人 孙管事的反应稍微慢了半拍 他们几个不要吗 被选中的人已经站到旁边去了 孙管事带剩下的人离去之前 又指着几个十字的人问道 不了 不十字我可以交 天生胆怯 却是交不了的 他买他们 是为了将他们培养成外科大夫 将来他们是要随军出征的 胆小如鼠 如何成事 另外 那些眼神飘忽 不够坚定的 他也都没有选择 他们将来除了是外科大夫 还必须对他们忠诚 心智不坚定的人 他可要不起 似乎隐隐猜到少许他选人的标准 孙管事不再啰嗦 转身便带着那些离去 没多大会儿功夫 他又带来了第二批人 同样百人左右 沈向晚这次没再询问他们是否识字 只是要求他们抬起头看着他 用他自己的标准 又选择了十个人 接下来第三批 第四批 几乎都是相同的情景 沈向晚最终只选了50人 其中35名少年 15名少女 夫人可还有需要购买的东西 虽然他只选了50人 孙管事也没有气馁 比起别人每次只买三五个奴隶 他已经算是大手笔的了 本章完 第150章 买人 五 嗯 沈向晚没有马上回应 双手抱胸 扶着下巴好半想后才问道 我还需要一头羹牛 你们这里可有奶牛 羹牛有现成的 奶牛暂时没有 如果夫人需要 我们可以去找 最多三日便能找到 牙型再大 也是有限的 平日里大家买的都是羹牛 奶牛基本无人问津 他们也就没有储备 不过他们知道哪里有 三日足够他们弄回来了 行 奶牛我 至少要四头 点点头 沈向晚宁声道 牛奶可是好东西 姑且不伦他 这具身体有多瘦弱 需要好好地补补 瞧他买那些人 一个个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 以后让他们每天都喝一杯鲜牛奶 加上一日三餐管宝 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养好 有了好的身体 他们才能办好他交代的事 好 那我们先选羹牛 以他们的能耐 别说四头奶牛 就是四十头 他们也能轻轻松松地弄回来 大铜线第一可不是吹出来的 不了 我可不会选 白白手谢绝了他提议 沈向晚扭头道 吴有富 你去挑 顺便配上板车和离地用的农具 是 被点名的吴有富不敢怠慢 躬身出列后 就跟伙计一起去挑选羹牛了 对了 你们这里有小猪仔吗 起身之际 沈向晚又撞死随意地问道 啊 闻言 孙管是一愣 牙形的确设计牲口买卖 可小猪仔那种既卖不出好价钱 又基本没人买的东西 他们还真的没有 看来是没有了 沈向晚故作失望 实则波澜不新 态度极为散漫 不是 夫人 如果你需要的数量比较大 我们可以代为收购 受不了他那副 他们好像不行的反应 孙管是忙不迭地开口 试图找回厂子 真的 他们的业务范围也太广了 居然连代为收购的业务都有 沈向晚挑挑眉 稍作成因后说道 我暂时只需要一百头 不知道这个数量算不算比较大 天启王朝大部分的人 都是不吃猪肉的 因为猪肉有股很重的骚味 他们称之为贱肉 但凡日子过得去的人 都会选择羊肉或鸡鸭鱼肉 只有穷苦百姓 才会吃猪肉 而且 这时候的猪还长得很慢 养上两年 最多也只有一百多斤 喂养的人也很少 不过 这些对于他来说 都不是什么难事 虽然羊肉和鸡鸭鱼肉也很好 但他还是更喜欢吃猪肉 等他按照自己的方法养出来 相信未诚意他们 也会爱上吃猪肉的 其实他的空间里就有养猪 而且还都彪肥体壮 因为二号是用空间里栽种的 粮食喂养的 肉质还比普通猪肉更好 长期使用 甚至能够延年益寿 可 那不是不方便拿出来吗 行 一百只而已 不是什么大问题 应该能跟奶牛一起弄回来 夫人是三日后自己来取 还是由我们送到府上 孙管是想都没想 就硬承了下来 虽然猪长得慢 很多人都不吃猪肉 但小猪仔也不是那么难找 要知道 这里是边境城池 穷人远远比富人多得多 他们吃不起相对比较昂贵的羊肉 和鸡鸭鱼肉 也只能吃猪肉了 还能送上门啊 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种好事 沈向网勾存到 那就有劳你们直接帮我送到家里了 另外 我今天买了那么多人 你看能不能安排马车或牛车 帮我送回去 既然有送上门的服务 不用白不用 没问题 敢问夫人贵姓 府上坐落于何地 虽然知道 他们在永安村购买了大量宅基地 但他并不确定 他们是否住在那里 夫家免贵姓卫 永安村最里面的青砖大瓦房 就是我们的家 行 我马上安排牛车 待会儿让那些人跟你们一起回去 奶牛和小猪仔 三日后必然送到 说着 孙管事转身就往外面走 沈向晚跟魏诚意交换个眼神 迈步走出凉亭 元修元树默契的紧随其后 至于他们购买的那些人 则在伙计的带领下 从另一道门出去了 以免他们人太多 去外面的铺子里 惊扰到别的顾客 两位请喝茶 回到外面的铺子里 夫妇二人又在先前的位置坐下来 伙计殷勤地送上茶水 与精致的小点心 嗯 好甜 孙管事还在忙着替他们安排 沈向晚拿起一块糕点送入口中 立马露出一副笔箍还难看的表情 甜 太甜了 甜得简直酷人 快吐出来 见状 魏诚意连忙摸出手帕 送到他嘴边 牟底泛着赤裸裸的心疼 嗯 沈向晚也没有为难自己 将满嘴的糕点都吐在了手帕上 夫人 数数口 跟在他们身后的元秀 机灵地端起茶杯递给他 沈向晚也没跟他客气 狠狠灌了好几杯 才冲淡嘴里溺人的甜味 呼 糖是不要钱吗 为啥会这么甜 沈向晚不知道的是 对百姓而言 糕点和糖都是十分奢侈的东西 如果糕点里不放入大量的糖 根本卖不出去 它不是特别是甜 自然就吃不惯 谁让你什么 都往嘴里送 收起被他弄脏的手帕 魏诚意美好气地曲起手指 瞧瞧他的头 眼底除了无奈 还是只有无奈 那不是看他们还挺好看的吗 沈向晚无辜地替自己辩解 谁能想到 那么好看的糕点 味道会如此奇葩 你呀 无奈地摇摇头 魏诚意再次端起茶杯递给他 娘和灵儿都会做糕点 你要是喜欢 就让他们给你做 算了吧 我特么都有心理阴影了 沈向晚近些不敏地摇摇头 以后他绝对不会 再吃这个时代的任何糕点了 让两位久等了 孙管氏很快便拿着一叠厚厚的气书回来了 跟在他身后的伙计 还端着一个托盘 上面摆放着算盘和笔墨纸页 夫人 我们牙型的壮劳力 一般是三十两银子一个 成年且四十岁以下的女人 算半个多壮劳力 二十两银子一个 孩子都是搭着送的 我们也不跟你收钱了 你总共挑选了四十二个壮劳力 二十九个女人 共计是一千八百四十两银子 另外 更牛是三十两银子一头 板车和梨 就算是我们送给你的 你预定的奶牛和小猪仔 我们需要收取三十两银子作为定金 正好一千九百两银子 孙管氏边说边拨动算盘 话音落下 算盘珠子也跟着定格 将近两千两的交易额 对他们来说也是大生意了 这是两千两银票 你查验一下 魏诚一抬手勾勾手指 袁修立即摸出银票递了过去 正准备掏钱的沈向晚挑挑眉 索性也懒得动了 孙管氏接过银票 垂手查看真伪 片刻后又起身转往柜台 换回一张百两的银票 连同砌书一起交给他们 这是找不你们的银票 和那些人的卖身器 以及购买更牛的砌书 诸位查看一下 嗯 接过银票和砌书 袁修当着他的面查看起来 确定没问题才退回去 他们似乎都安排好了 事先越过 他看看已经分坐在几辆牛车上的仆人 沈向晚边说便起身 他们在这里耽误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是的 牛车会跟在你们的马车后面一起回去 孙管事亲自送他们到门口 与此同时 伙计也很有眼色的 牵来了他们的马车 孙管事留步 诸位慢走 最后再客套一番 夫妇俩先后进入马车 袁修和袁树也跳上了车架 在他们的驱赶下 马车迅速驶离 几辆承载着仆人的牛车 也立马跟上 孙管事一直目送着他们的马车 消失在视线里才转身 马车经过布装的时候 沈向晚又买了大量布料和成衣 基本都是给那些仆人准备的 他们身上的衣服 根本无法遮体 至于他们自己 当初他到处邻元购的时候 收入的布料数不胜数 各种材质的都有 改天找个理由单独出门 他就能正大光明的 把那些东西拿出来了 本章完 第151章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他们回到村里的时候 差不多已经有13克了 看到那么多牛车 拉着满满当当的人进村 村民无不躁动 纷纷驻足观望 引起了极大的骚动 不过他们并未在意 马车直奔村子的最里面 魏静怡他们的茅草房 已经建好了 沈家的宅机上 还是空荡荡的 那几个数字庶女 也不见踪影 马车稳稳地停在家门口 清颖率先迎了上去 他的手还用纱布吊着 暂时无法自由活动 不好好的歇着 出来晃要啥呢 故作没好气地横他一眼 沈向晚搭着魏承仪的手 跳下马车 那不是想迎接你们吗 清颖一扫平时地稳重 难得地跟他皮了一句 少跟我扯淡 沈向晚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转身指着后面 陆续下车的仆人们说道 安排他们洗漱一下 晚点再带到堂屋来 好 虽然有些疑惑他们 怎么会买这么多人 轻盈却没有询问 转身就朝那些人走去 是是 估计是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小幼崽跑出来 一把抱住沈向晚的腿 弯腰抱起他 沈向晚柔声道 下午祖母他们 有没有带你出去玩 有 搂着他的脖子 小幼崽似乎不是很开心 撅着嘴气鼓鼓地说道 有 有坏人 欺负一哥哥 不喜欢他们 那些坏人可坏可坏了 他都看到一哥哥哭了 嗯 沈向晚一愣 正好从厨房里出来的魏林 皱眉道 是分家的彭叔和纯叔 他们想找我们借钱 被尹哥挡了回去 他们又找上了姨叔他们 张口就要借白两银子 姨叔他们要真有钱 也不至于只建几个茅草屋了 几家人闹得很厉害 还差点大打出手 我们见情况不对 就带安哥回来了 听说他们没借到钱 居然强行将遗书他们刚买的粮食 和过碗瓢盆搬走了 越说到最后 魏林儿越愤恨不平 那两家人 简直太不要脸了 他们自己 都不知道护着自己的东西 你搁这气什么 摇摇头 沈向晚抱着小幼崽进入堂屋 因为跟他们借了钱 又时时刻刻都跟着他们的关系 魏敬仪和魏敬汉两家的折损 远没有其他人那么大 每家都还有十来个人 而魏敬鹏和魏敬纯 他们一家也就几个人而已 如此 魏敬仪他们还能让人抢了东西 他只能说活该 如果他们自己不立起来 谁都帮不了他们 啊 魏林儿不禁有些傻眼 魏成一枚好气 去起手指 敲敲他的头 傻丫头 那都是别人家的事 管好你自己就行 魏敬纯他们的举动 没什么好奇怪的 当一个人身无分文 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 什么都有可能做得出来 而且 他们这次得逞了 下次还会来 遗书他们 如果不拿出点厉害的手段来 后面估计有他们瘦的了 人一旦没脸没脸 永远不会知道 什么叫适可而止 事实上 今儿早上魏敬鸾兄弟俩 就来找过他们了 只是 他们还没踏进魏家的范围 他就让敬魏将他们丢了出去 所以 他们才什么都不知道 还有功夫 为别人打抱不平 哦 魏林儿也不是蠢的 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扶着额头 乖乖地点了点头 你们回来了 快去洗手 马上就能吃饭了 端着一盘菜 从厨房里出来的赵玉萍 满脸笑容地说道 经过灵精水的洗涤 他看起来 起码年轻了十几岁 说是二十出头 也没人会反驳 这也是他之前 为何迟迟不敢相信的原因 灵精水的作用太逆天了 好 跟魏成义对看一眼 沈相挽脚跟一转 抱着小幼崽前去洗漱 今天的晚饭 是赵玉萍母女俩亲自准备的 由于天气十分炎热 他们没有炖汤 只是熬了一锅蔬菜粥 又炒了几个小菜 不过一家人吃得十分满足 期间 赵玉萍又说起了分家的事 言语间也是十分恼怒 魏敬纯他们的所作所为 婉婉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看魏敬仪他们那么憋屈 赵玉萍也想帮帮他们 但他素来纯善 实在是想不出 对付那些人的办法来 还能怎么做 最简单粗暴的办法 就是打呗 来一次打一次 打到他们再也不敢登门为止 就知道他肯定会问 沈相挽无奈的怂怂间 对付那种没脸没皮的人 就不能跟他讲道理 只有拳头才是硬道理 可惜 从今天魏敬仪他们 如果不能卸掉这种枷锁 他们永远都只能任人欺辱 啊 可静纯他们 毕竟是嫡系一脉 赵玉萍一愣 不禁有些迟疑 沈相挽好笑地摇摇头 那又如何 魏阳王府早已不复存在 咱们现在只是普通的装货人家罢了 嫡出与述出 还有什么分别 说的也是 稍作正愣后 赵玉萍认同地点点头 暗暗琢磨着 女儿出去的时候 悄悄跟万事他们提一嘴 能不能挣脱束缚 就看他们自己的了 他能帮他们的 只有这么多 说到底 他还是自私的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让自己家 也跟着陷入那些纠缠之中 二爷 夫人 那些人已经洗漱好了 静卫们将饭菜撤下去后 清颖大跨步从外面走了进来 让他们进来吧 点点头 沈相挽靠在椅子上微眯双眼 浑身上下找不到半点正形 是 清颖领命离去 赵玉萍疑惑地问道 什么人 我们买得下人 随口回应一句 沈相挽又扭头道 今天买的人有点多 现有的房屋 估计是不够用了 袁修 明天找人继续建房 先在左右两边 建两栋普通的四合院 再继续延伸建瓦房 后面直到山下的地皮 给我建两排装瓦房 具体如何建 我明儿再给你图纸 不只是他们购买的那些人 需要安置 以未诚意的能力 应该用不了多久 就能把阎朗他们救出来 也需要提前准备好他们的房子 是 夫人 被点名的袁修恭敬的领命 经过短暂的接触 本章完 第152章 安排下人 不多会儿 清颖便带着70多人进入了院子 他们全都洗漱干净了 且换上了沈向晚回来的时候 特地给他们购买的成衣 或许是心灵有了皈衣 也或许是感觉到了主家的人善 他们也不再像之前那般畏畏缩缩 整个人看起来都精神了很多 唐屋肯定是堆不下这么多人的 他们全都停留在院子里 沈向晚跟魏成一对看一眼 夫妇俩不约而同的起身 不需要他们吩咐 警卫们迅速在堂屋外面的屋檐下 安置好椅子 参见老夫人 二爷 夫人 三爷 小姐 小少爷 在此之前 清颖已经简单地介绍过家里的情况 待到他们坐定后 众人不约而同地跪下给他们磕头 起来吧 白手示意他们起身 沈向晚的视线挨个扫过他们 指着那些15到20岁的少年少女说道 这些人我另有安排 清颖 带他们去左边的屋室安置 房间不过就先挤挤 等新房建好了 再新分配 是 夫人 恭敬的弯弯腰 轻盈转向众人 你们跟我来 是 五十人不敢造次 又给他们行了个礼后 才跟着轻盈于惯离去 原本拥挤的院子 瞬间又空旷了下来 周无双 奴婢在 被点名的周无双跨前一步 屈膝毕躬毕进的行李 以后你就负责伺候老夫人 他让你做什么 就做什么 冲赵玉萍的方向挪挪嘴 沈向晚淡淡地说道 是 抬眼看看他们 周无双迈步走到赵玉萍身旁 似乎有些不合适 可沈向晚却笑着说道 娘 惹我都买回来了 你就将就着用吧 她以前也是官家夫人 应该能帮你不少忙 沈向晚没说的是 虽然她现在 才是魏家的当家主母 但她对管理宅院什么的 没多大兴趣 有那时间 还不如回空间里 去多研究几种毒药呢 所以 家里那些鸡毛蒜皮的事 还是要麻烦婆婆大人了 嗯 她都这样说了 她还能说什么 总之 这也算是儿媳的一片孝心 赵玉萍失笑着摇摇头 只能无奈地应下 水玉 视线流转间 沈向晚的视线 又定格在了吴水玉的身上 夫人 吴水玉不敢怠慢 忙不迭地站出来屈身 以后 你就跟着小姐 嫂子 没等吴水玉应成 魏林儿率先惊呼 脸上眼底写满了不赞同 她不想 再做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大小姐 她想跟嫂子习武 即便将来无法成为 他们的左膀右臂 至少也不能再像 被流放的时候那样 总是扯后腿 如果有丫鬟跟前跟后的伺候 她怕自己会忍不住夺揽 好了 我知道你想做什么 放心 我答应你的事情 绝对不会改变 见状 沈向晚笑眯眯的安抚 魏林儿才13岁 还是个孩子呢 与其说 她是让水玉伺候她 不如说 她是给她找了个伴 让她在闲暇的时候 也能有个人说说话 适当地缓解压力 可是 没有可是 林儿 她是你的人了 好吗好吗 魏林儿还想说点什么 却被沈向晚强行打断了 面对她强势的态度 她也只能乖乖地硬承下来 奴婢吴水玉 参见小姐 小姐万安 吴水玉也是个聪慧的女子 看到这里 连忙走到魏林儿面前 屈身行礼 不必多礼 白白手 魏林儿又有些忧怨地 看看自家嫂子 见她根本不搭理她 忍不住深深地叹了口气 冬子 过来 搞定了魏林儿 沈向晚揽着小幼崽 又冲靠着爹娘的 吴水东招招手 态度十分和暗 去吧 吴水东没有马上过去 而是抬头 看着自己的爹娘 吴有夫夫妇 俩鼓励性地推了推她 夫人 有了父母的手肯 吴水东一步步 走到沈向晚面前 沈沈 她是谁啊 靠着沈向晚的小幼崽 好奇地打量着她 虽然她只有三岁 但身量几乎跟吴水东差不多 甚至还要肉上不手 两人看起来仿若一般大小 她叫冬子 以后就让她陪你玩好吗 单手搂着她 沈向晚俯身 指着吴水东说道 好 小幼崽十分高兴 答应得非常爽快 还冲吴水东露出大大的笑颜 我们家安哥真管 宠溺地揉揉她的脑袋 沈向晚又转向吴水东 冬子 她叫魏云安 是这个家的小少爷 今年三岁 你的任务就是陪她一起玩 好 求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虽然只有五岁 吴水东大概也听懂了她的意思 眼看着女儿跟了家里的小姐 小儿子又成了小少爷的玩伴 以后说不定还有机会 跟着读书识字 吴有夫夫妇俩 眼底不由地泛起了泪花 他们真是遇到了好人家 话说你们俩需不需要人伺候 看看吴水生 沈向晚扭头询问魏诚意兄弟俩 不用 我有敬畏就够了 魏诚意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他们要做的事情十分危险 目前为止 除了家里人和敬畏 他不相信任何人 而且 吴水生只是个普通人 没有武功 也不适合跟着他 我也不用 见状 魏诚鹤忙不迭的表态 二嫂 我只想尽快学好武功 有人跟着 反而束手束脚 点点头 沈向晚再次看向吴有夫三人 我们家有两母荒弟 我准备整理出来重点东西 吴有夫 你跟水生就负责地理的事情吧 至于吴李秀 你负责看不好两个孩子 是 夫人 文言 一家三口不约而同的跪下 给他们磕头 两母弟对于两个壮劳力来说 完全不是事 照顾孩子就更简单了 他们都很感激沈向晚的安排 以后你们四个就专门负责做饭 至于每天要做多少人的饭菜 到时候 自会有人跟你们说 摆摆手 他准备把旁边屋舍腾出来一间 改造成食堂 内设厨房 以后静卫和仆人们都能在那里用餐 本章完 第153章 机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是 几个厨娘战战兢兢的屈身 经过短暂的接触 他们已经看出来了 主家算是比较和善的 但看那些配刀的静卫就知道 他们绝对不是好欺负的 若是他们敢作妖 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你们两个负责将洗我们和静卫们的衣服 目前只有这里才有水井 你们暂时就在院子里洗 以后我会让人在外面挖掘水井 专门供给 你们使用 不只是水井 他还想弄点别的东西 不过还需要实地考察一下 暂时他并不打算说出来 是 被点到名的两个妇人赶紧攻身 他们也都不是蠢的 别看主家住在乡下 穿着也很朴素 但他们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牙型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 他们可不想被退回去 至于你们 视线转到剩下的五男五女身上 沈向晚继续说道 家里所有洒草活都是你们的 具体如何安排 周无双 由你负责 是 再次被点名 周无双依然恭恭敬敬地屈身 十个促使下人 也不敢造次 不约而同地跪地磕头 最后 撑着椅子扶手站起来 沈向晚的视线 挨个扫过在场所有人 浑身气息陡然凌厉 我自问不是个苛刻的主子 也不要求你们有多能干 但你们必须忠诚 若是让我知道谁背叛我 可就不仅仅只是发卖那么简单了 奉劝你们好自为之 母才不敢 文言 所有人都齐刷刷地跪了下去 包括已经跟小幼崽好上的小冬子 他们知道沈向晚不简单 但他们没想到 他的气势竟如此害人 仅仅是扫一眼 就让人心惊胆战 如此一来 他们哪里还敢有什么悲逆之心 元修 带他们下去安置 厨娘们去厨房 准备你们自己的晚饭 确定他们 应该都将他的话听进去了 沈向晚气势一脸 再次做了回去 是 后在一旁的元修 跨不上前 你们跟我来 是 众人又给他们行了的理财 跟着元修离开 而几个厨娘 则去了厨房 我们出外面 散步消消失 等到院子里只剩下他们后 沈向晚一扫先前的正经 扭头笑眯眯的提议 好 魏诚意自是不会有什么意见 赵玉平母女俩也没有意义 倒是魏诚贺突然说道 我就不去了 今儿服用了嫂子给的药水后 我感觉武功似乎有所增益 我想回房去打坐 嗯 魏诚意自是知道那水的效果 看向弟弟的毛子 犯着少许满意 经过这场劫难后 小弟似乎也变得上镜董事了 安哥儿 走 我们出去散步 淡淡地扫一眼兄弟俩 沈向晚冲小幼崽伸出手 好 小幼崽乖乖地上前握住他的手 一家人相继走出院子 夜幕已经降临 高悬在空中的月娘照亮了大地 小幼崽出门后 就正开沈向晚的手 嘻嘻哈哈地跑了出去 未免他摔倒 赵玉平母女俩也小跑着追了上去 落在后面的沈向晚和魏诚意 彼此对看一眼 牵着手缓缓漫步在月光下 你不问我 为什么要买下那些少年少女 扭头看看他 沈向晚转身面对着他 边退边说 你想说的时候 自然会说 牵着他的手 未诚意眼底盛满了笑意 他不是不好奇 但他更愿意尊重他 他相信 不管他做什么 应该都是为了他 为了这个家 我想将他们培养成外科大夫 也就是将处理外伤 缝合伤口等医术传给他们 沈向晚也没有卖关子 缓缓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他不知道 以后打仗的时候 自己会不会跟着上战场 但他必须要尽可能的做足准备 给我准备的 魏诚意突然停下脚步 问是那样问 他的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嗯 点点头 沈向晚上 潜虚虚的勾住他的脖子 机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我不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组建一支 足以跟朝廷抗衡的军队 但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那就必须做好准备 另外 如果可以的话 想办法换掉大同县的县令 今年就算了 明年我打算在县里推广高产良重 为我们的以后做好储备 在那之前 他们必须把大同县 甚至是整个郕州抓在手中 绝对不能给狗皇帝做嫁衣 除此之外 他脑子里还有很多的计划 都要等着他一步步去实施 他相信 当他准备完成的时候 魏诚意手中的势力 应该也不可小觑了 届时便是他们高举反齐 打回皇城的时候了 晚晚 谢谢 张开双臂抱住他 魏诚意埋手在他紧窝处柔声道谢 眼眶盈盈有些湿润 他真的没有想到 他们才刚抵达郕州而已 他的小赖皮就想得那么远了 得欺如此 福福何求 娘 二哥跟二嫂的感情可真好 远处 看到他们拥抱在一起的魏林儿 小脸泛红 眸底盈盈有些向往 女子十五岁急急 十四就会开始相看 他并不期望 将来找个多富贵的丈夫 只愿能跟对方像二哥二嫂一样 相扶相持 携手并进 嗯 他们也不容易 特别是婉婉 真是苦了他了 顺着他的视线看了看 赵玉萍悠悠一叹 晚晚嫁到他们家 真的是一天福都没有想到 而且 刘芳路上 若是没有他的照福 他们还不知道会咋样 他是打从心底里心疼他 拿他当亲闺女看的 我想 二嫂一定不觉得辛苦 换做是他的话 他也不会 你又知道了 没好气的戳戳他的头 赵玉萍不禁失笑 他当然知道 晚晚不会觉得辛苦 但不能他不觉得苦 他们就心安理得的享受 他的付出不是 他能做的 也仅仅只是加倍的疼惜他罢了 我就是知道 扶了扶背戳的头 魏林儿小声的嘀咕 他已经决定了 以后一定要做一个 像二嫂那样强大的人 如果找不到像二哥一样的夫君 他就一辈子不嫁 本章完 第154章 给你们变一个魔法 一日 沈向完起床的时候 差不多又快50了 昨晚回房后 他一头就扎进了研究室里 着手钻研针对武林高手的毒药 要不是三号提醒 他估计要熬一整夜 医毒不分家 他是真的很喜欢做各种各样的医药研究 还没睡醒 见他哈欠连连 满面眷容 从书房出来的魏成义 微微醋眉 牟底泛着赤裸裸的心疼 嗯 困死了 上前抱住他的腰 沈向晚赖 在他怀里撒娇 事实上 他早就清醒了 异能者每天最多休息四个小时就足够了 何况他还是九级异能者 就算真熬个几天几夜 也没多大关系 最多就是面色不好看罢了 昨晚干啥去了 抬手揽着他 魏成义无奈的问道 看就知道 他肯定是熬夜了 稍稍退出他的怀抱 沈向晚微微仰头 于他而言 研究出来的所有药物都是宝贝 小宝贝 挑眉 魏成义垂眸对上他的双眼 合着他 还有别的宝贝 哈哈 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想法 沈向晚忍不住笑倒在他身上 等两人下楼的时候 差不多又是一盏茶之后的事情了 赵玉萍特地给他留了饭菜 但见厨娘们已经在准备午饭了 沈向晚并没有吃 甚至让赵玉萍以后别再给他留饭 他的空间里啥都有 怎么着也不会饿着自己 好热啊 用过午饭后 沈向晚无精打采的摊在椅子上 他好像从未经历过这种炎热的天气 未来世界有的是方法降暑 还热吗 魏成义拿过一旁的蒲扇 轻柔地替他扇风 一旁的赵玉萍无奈地说道 要是能弄到冰块就好了 往年夏季的时候 魏阳王府都有冰块可以降暑 今年 哎 陈州太过偏远 估计有钱也买不到吧 冰 沈向晚猛地坐正身体 对啊 我怎么忘了 沈向晚顿时两眼放光 别人无法在这种天气弄出冰来 他能啊 而且 现在的天气如此炎热 说不定 他们还能靠售卖冰块 大赚一笔呢 想什么呢 陈州不可能有冰块 以为他是想花钱买 魏成义无奈地摇摇头 如果真的能买到 就算花再多钱 他也愿意 那可不一定哦 竖起手指摇了摇 沈向晚神神秘兮兮地说道 哦 他似乎是误会了什么 魏成义顿时也来了兴趣 沈向晚没有理会他 镜子扬声道 周沈让人拎两桶干净的水进来 周沈就是周无双 他已经三十多了 即便是仆人 他也不能总是联名待姓地叫 所以他就改叫他周沈了 好 虽然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周无双还是快步走了出去 无沈 去给我找个石秀来 是 被点名的吴李秀也跟着离去 沈向晚端起茶杯清明一口 心里作用使然 他突然就感觉似乎也不是那么热了 晚晚你想干嘛呢 魏成义倒是沉得住气 完全没有要询问的意思 赵玉萍母女俩 彼此对看一眼 满心的好奇 我要给你们变一个魔法 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沈向晚去楼上 拿下来一个硕大的布袋子 里面装满了白色的结晶体 又当着所有人的面 用石就将结晶体 全部碾成粉末 单独装进 让无水玉拿来的瓦盆里 等到所有的结晶体都碾完后 他便端起瓦盆 走向两个装满水的水桶 没人知道他要干什么 只见他抓起结晶体的粉末 按照一定的比例放入桶中 又伸手进去不停的搅动 最后还让周无双 找来两个巨大的锅盖 将水桶盖起来 这就完了 见他重新坐了回来 魏诚意看着那两个 盖着盖子的桶 疑惑地问道 嗯 点点头 沈向晚收起剩下的粉末 等一会儿 他们就会变成冰了 真的 赵玉萍等人 不敢置信地惊呼 别怪他们太大惊小怪 这种事情 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是不是真的 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视线挨个扫过他们 沈向晚并没有浪费唇舌解释 等他们看到成果的时候 自然就会信了 那个白色石头是什么 丝毫没有怀疑他的说法 魏诚意更关心那种 将水变成冰的石头 那是萧石 这次沈向晚倒是没有隐瞒 萧石是一种矿产 也叫萧酸钾 它的作用很多 除了用于制冰 还能跟硫磺木炭等混合制造火药 我使用的武器 其中的子弹就有火药的成分 是吗 萧石他自识听过 只是没想到 它的作用居然这么大 萧哥哥想不想转一遍 没给他思索的机会 沈向晚靠过去笑眯眯地问道 正经点 啥萧哥哥 叫的人怪不好意思的 魏诚意面上一本正经 心思却是扫养难耐 耳根处悄悄泛起了红韵 虽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叫他了 但上次他满是调侃 他也没想那么多 现在却是极为娇俏 叫得人心痒痒的 闷骚 瞧瞧他泛红的耳根 沈向晚小声的嘀咕 晚晚 以魏诚意的武功 他就算再小声 他也听得清 好了好了 咱们说正事 怕真给惹毛了 沈向晚整了整一斤 故作正经地说道 你手底下 有没有擅长经商的人才 卖冰块 挑眉 魏诚意瞬间就猜到了他的想法 沈向晚点点头 任何地方都不缺有钱人 既然冰块如此紧俏 我们又掌握着制造方法 何不趁机赚一笔 没人会嫌自己钱多 以后他们要做的事情 需要的钱财 绝对是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有赚钱的方法 不用白不用 好 赚钱这种事 魏诚意怎么可能反对 晚点将制兵的比例 和注意事项写下来 剩下的交给我 嗯 夫妇俩三言两语就做了决定 赵玉平母女俩 你看看 我看看你 完全插不上嘴 其他的敬畏和仆人们 就更不用说了 本章完 第155章 拿出空间里的物资 你看 真的变成兵了 嗯 等待了一段时间后 沈向晚让敬畏 将一道角落的桶提过来 揭开盖子的那一刹 魏林儿立马惊呼了起来 赵玉平也是满脸的惊喜 虽然沈向晚已经说过 桶里的水绘变成冰 可亲眼看到 完全又是另一种感受 简直是太神奇了 好凉快啊 沈沈 这是什么啊 跟冬子在旁边玩耍的小幼崽 也凑了过来 小手还伸过去 摸了摸桶里的冰 这是冰 能让我们家安哥凉快的东西 起身蹲在地上 搭着他的肩膀 沈向晚抬手道 将桶里的冰凿出来 用盆装着 放在堂屋各处降温 记住 这种冰具有一定的毒性 千万不要入口 是 周无双叫来两个粗屎吓人 将两桶冰全都提了出去 冰有毒 待到他们重新做回去后 魏诚义沉声问道 嗯 萧氏本身就具备一定的毒性 直接将制溶于水中制作出来的冰 同样是有毒的 如果想制作出能够实用的冰 只需要在制冰的时候 准备一大一小两个容器就行了 小的容器装满水 放在大的容器里面 将萧氏粉混入大容器里面的水中 当大容器里的水 凝结成冰的时候 小容器里的水也会跟着凝结 里面的冰自然便可实用 沈相婉简单地做了说明 他之所以没有弄能吃的冰 是因为想先让他们看看 消失制冰的方法太简单了 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比例 是个有手有脚的人都能做 他们想实用的话 随时可以做 倒是有理 魏诚义点点头 很快 周无双就带人端着好几个 装满冰块的瓦盆进来了 虽然不至于立马就让糖屋里的温度降下来 但使用蒲扇散出来的风 却带着丝丝凉气 很好地起到了降暑的作用 魏诚义回书房处理政务的时候 沈相婉特地让人给了他送了两盆冰块 随后他又拿出画好的图纸 详细跟袁修说明了要怎么修建房屋 赵玉萍母女俩没有打搅他们 默默地带着孩子去村里玩了 家里就两亩地 短短一个上午 五有夫妇子俩就将杂草拔出得干干净净了 沈相婉晃悠到地里的时候 他们连同五里秀正驱赶着两头羹牛离地 怎么有两头牛 没记错的话 他昨天只买了一头牛吧 沈相婉疑惑的同时 又不禁皱起了眉头 他们用的居然是传统的二牛抬杠 需要两头牛才能拉动 且还需要三个人扶着的植原梨 这种效率未免也太低了 难道天启王朝还没有屈原梨 夫人是清管事让人去买的 看到他一家三口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 为什么不用屈原梨 啥是屈原梨 确定了天启王朝真的没有屈原梨 沈相婉无与俯额 屈原梨比植原梨更加省力 只需要一人一牛即可离地 而且当梨华插入土地时 它会刨开一条深深的沟 将土壤翻转过来 使上层土壤和下层土壤互换位置 让土壤更加松软 便于种植作物 同时还能减少杂草和残留植物根系的竞争 在没有机械化农具的时代 屈原梨是最重要的农耕器具之一 在此之前 他是真没想到 这个时代居然连屈原梨都没有 难怪他们在农业方面会如此落后 没事 你们继续吧 屈原梨的事情解释起来太麻烦 沈向晚懒地说 准备让人直接做出来 临走前他又凝声道 翻一遍就行了 然后将地垒成一笼笼的土梗 去山脚下收集地上熟烂的斧叶 倒入土沟中 最后再多理几遍 让斧叶与土壤充分融合 是 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吴有夫还是认真的答应了下来 回到家后 见大家都在忙 沈向晚干脆自己套了马车 一个人去县城了 为了将空间里的东西 正大光明地拿出来 他先去了趟牙刑 找孙管事买了两个很大的宅子 等到孙管事离开 他马上就拿出了大量百米面粉和蔬菜水果 堆放在宅子里 这些东西全都是空间里种植的 营养价值比普通粮食更高 长期食用也能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另外 他还拿出了不少林元购的布皮等物 几乎堆满了整个前厅 如此多的东西 一辆马车肯定是拉不回去的 所以 他又去外面雇佣了几辆马车 当他们浩浩荡荡地回到村子里的时候 再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夫人 远远看到他回来 轻颖第一时间就应了上去 你怎么一个人出去了 看看他身后那些马车 轻颖不禁皱眉 他们接连坑杀了好几波龙影卫 狗皇帝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他一个人出去也太危险了 没事 我就是去了趟县城 听出他话里的担心 沈向晚毫不在意的摆摆手 以前是没有准备 现在他身上已经有足以对付那些武林高手的毒了 一般人想拿下他 可没那么容易 而且就算没机会用毒 他不还有空间吗 真正到生死攸关的时候 他也顾不上会不会暴露了 夫人 好了 赶紧让人将后面那些马车上的东西卸下来 轻颖还想说什么 沈向晚却不给他机会 边说边大跨步走向后方 哎 看着他鲜瘦的背影 轻颖深深地叹了口气 招手让警卫们帮着搬东西 有警卫们帮忙 很快挤大车的物资就搬进了屋里 粮食和蔬菜 全部堆放在厨房旁边的库房里 水果和布匹则搬到了堂屋里 沈向晚回去的时候 还不忘交代几个厨娘 以后做饭就用他拿回来的粮食 不管是他们吃的 还是仆人们吃的都一样 只要他们好好的干活 他就不会亏待他们 出去了 看到满屋子的东西 魏诚一不禁一愣 但他并不知道 沈向晚是一个人出去的 倒也没像轻颖一样担心 嗯 去了现场一趟 摊在椅子上的沈向晚 有一搭没一搭地摇晃着菩扇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忙不迭地起身跑向库房 从里面拖出两只硕大的麻袋 本章完 第156章 高产两种 农民起义 这又是什么 紧随其后的魏诚一 边问边接手 将麻袋轻轻松松地提到院子里 土豆和红薯 丢给他几个字 沈向晚将麻袋移到角落 这就是我说的高产两种 土豆既能果腹 又能入菜 食用的方法 数不胜数 红薯味道甘甜 同样能够果腹 最重要的是 它们的亩产都能达到6000斤以上 6000斤还是比较保守的说法 它空间里的各类种子 全都是经过一代代改良的优质良重 各方面的品质都是拔尖的 其中自然也包括产量 别的不说 就说土豆红薯吧 在它的空间里 它们的亩产量都能达到万斤以上 即便外面的地没有空间里肥沃 亩产6000斤应该还是不难的 什么 淡定如未诚意 听到那夸张的数字 都忍不住瞪大了双眼 一旦是120斤 6000斤不就是50斤 亩产才仅仅只有一袋而已 就算是土地肥沃的地区 产量最多也就是翻一倍 可它 这足足是50倍啊 震惊的何止是它 但凡是听到的敬畏和仆人 默不目瞪口呆 6000斤啊 那得养活多少人啊 你准备在我们的地里 种植这两种作物 没有问它 红薯和土豆是哪来的 魏诚意相信 能说的 他自然会跟他说 不能说的 他问了只会让他为难 嗯 我准备一亩地种土豆 一亩地种红薯 不管他说 什么都没有亲眼见到来的真实 明年他就打算在大同县 推广种植土豆和红薯了 有了这次成功种植的经验 百姓应该也不会太过抗拒 看来 我也得加把劲才行了 以未诚意的精明 又岂会猜不到他的目的 既然他都已经在着手 将计划付诸现实了 他也会努力扫清障碍 在来年开春之前 将大同县抓在手中 必须的 沈向晚可没有跟他客气 他们一个主内 一个主外 家里该安排的 他都安排好了 外面的事情 他也该迅速搞定才对 你呀 诗笑着摇摇头 魏诚意跟他一起回到堂屋 这些水果哪来的 堂屋里堆满了用竹框 装着的水果 什么种类都有 大部分都是他没有见过的 买的 沈向晚故作一本正经 脸不红心不跳的瞎扯淡 除了这个理由 他也找不到别的理由了 是吗 魏诚意玩耳一笑 知道他没说实话 却也没有戳穿 随手拿起一串葡萄 摘下一颗包去果皮后 喂进他嘴里 我们家玩玩可真厉害 居然能买到这么多稀有的水果 狗男人 搁着阴阳谁呢 含着葡萄 沈向晚气鼓鼓地瞪着他 大有一种扑上去狠狠咬他一口的冲动 明显没料到 他的小赖皮 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未成一朗声笑了出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在他的面前 如此肆意地大笑 沈向晚一愣 随即跟着笑了出来 算了 看在他笑得这么开心的份上 这次就原谅他了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 建屋里堆满了布皮 和一框框的水果 牵着孩子从外面回来的赵玉萍 不禁疑惑地问道 先前他的确是看到好几辆马车回来 可他以为他买的是粮食 毕竟家里多了那么多人 多买点粮食也是应该的 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布皮和水果 沈沈 没等沈向晚回应 小幼崽睁开他的手 跑过去扑在沈向晚腿上 沈沈 吃果果 那 沈向晚拿起一颗婴儿拳头大小的草莓 送到他嘴边 等到他咬了一口后才问道 好吃吗 好吃 嘴里含着果肉 小幼崽双手竖起大拇指 草莓酸酸甜甜的口感 瞬间就征服了他 待会儿要吃晚饭了 不能多吃 又拿了两个草莓塞给他 沈向晚扭头道 周沈 每样水果都捡一些出来 剩下的送去给敬畏 你们自己也分点 好 周无双高兴地硬了下来 他的感觉果然没错 夫人的确是个人善的 别的富贵人家 怎么可能把这么稀罕的水果 赏给下人吃 周沈 我来 让我来吗 好好好 奴婢端着烧鸡 小少爷来捡吧 好 小幼崽乖巧的音一声 当真带着冬子 挨个儿浏览起地上的水果来了 几乎每样 都往烧鸡里装了好几个 特别是刚吃过的草莓 见他跟勤劳的小蜜蜂一样 来回穿梭 沈向晚等人彼此对看一眼 全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用过晚饭后 赵玉萍母女俩 带着小幼崽 去外面散步消食了 魏诚意接到了紧急书寒 跟青隐元修和元树去了书房 魏诚鹤则一门心思 扎进了五道的世界中 沈向晚干脆回到房间 钻进空间里 让一号将去园里的图纸画出来 准备改名 就让人做出来 扣扣 害时两刻 沈向晚敲响了书房的门 他已经在空间里洗漱过了 本以为魏诚意应该忙完了 却不想 他居然还在书房里 进来 魏诚意低沉的声音 从里面传了出来 沈向晚推开房门 探尽一颗 脑袋问道 还没忙完吗 进来吧 冲他招招手 魏诚意眸底瞬间便有了笑意 清隐和元修元树默契的不支声 以免又被人强塞狗粮 他们晚上吃得饱饱的 不需要靠狗粮果腹了 在忙什么呢 沈向晚也没有跟他客气 脉步进入书房 还不忘反手关上门 你自己看吧 拍拍身侧的椅子 魏诚意拿起信纸递给他 眸底的笑容再次消失 嗯 疑惑接过信纸 沈向晚一幕时行 迅速浏览 脸上的表情越发凝重 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信纸上的内容很简单 直到现在 朝廷依然没有任何赈灾的举措 灾情最严重的泉州 宾州和泰州恶嫖遍地 相继出现一子而食的现象 宛如人间炼狱 三帝几乎同时爆发农民起义 被逼得没有活路的百姓纷纷响应 好几个城池都沦陷了 即将掀起更大的灾难 是啊 魏诚意也跟着叹了口气 宾州和泰州的农民起义规模极为庞大 参与的百姓多达十几万 并且还有越来越壮大的趋势 他们打的是朝廷不仁 视百姓为除狗 他们就不易 推翻昏军的名义 虽然他暂时还没有收到皇城的消息 不确定皇帝会做何反应 但根据他前世的记忆 皇帝会迅速派人镇压叛乱 泉州的叛乱最先被镇压下去 宾州和泰州 由于选择的将领不对 不但没有消灭叛乱 反而损失了朝廷十几万的兵力 无限期拉长了这场 近乎百万人卷入的人祸 本章完 第157章 谢谢你 晚晚 当初遭遇灾情的时候 为了百姓 沈向晚完全顾不上休息 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出去当散财童子 可惜 他那点救济 也仅仅只是杯水车薪 昏庸无道的朝廷 始终还是逼反了那些苦难的百姓 朝廷如果派人镇压叛乱 又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了 沈向晚稍微回忆了一下 可惜 援助是围绕沈向月重生后 如何改变命运 抢夺援主的机缘 成为太子妃来写的 来来去去都是些后宅的手段 根本没涉及多少国家大事 朝廷具体会怎么做 他也不清楚 百姓也是被逼得没活路了 与其等着活活饿死 不如搏一搏 说不定还能搏出个朗朗乾坤呢 不知道过了多久 沈向晚叹息着打破了沉默 当日百姓遭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他以为那已经是最惨的了 却不想 说来说去 还是狗皇帝的错 既然无法为百姓立命 又凭什么享受百姓的供奉 朝廷很快就会派人镇压叛乱 我想派人去宾州和泰州 找机会收拢叛军 先偏据一鱼 等到将来咱们起兵后 再与之会合 你觉得怎样 当今上位后 不少能争善战 且手握兵权的武将都遭到了清洗 如今的朝堂 真正能打仗的将领没几个 由于第一次选将错误 几乎全军覆没后 哪怕后来 选用了征北大将军袁洪裕 也花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才镇压下所有的叛乱 如果他从中斡旋 说不定还能无限期的延长这个时间 届时 只要他登高一呼 瞬间便能将整个王朝一分为二 从宾州到称州的这几个州府 也将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是不是太早了点 审相挽机 不可查的皱眉 不论是宾州还是泰州 距离我们都太远了 万一有什么事 原水救不了近火 我不建议掺和两州的战士 不过 如果你坚持 不管是拿下了宾州 还是泰州的叛军 我都可以为他们提供粮草 俗话说得好 枪打出头鸟 泉州 宾州和泰州 是最先爆发农民起义的 哪怕是为了自己的颜面 狗皇帝也绝对会拼尽全力镇压叛乱 他们很有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与其冒这么大的风险 不如将精力 放在如何谋夺 称州政权和军权上 只有得到了一州之地的支援 他们才有资格搅住天下 你说的有道理 是我太急了 稍作沉思后 魏诚义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 他们目前还一无所有 什么底气都没有 的确不应该急着谋化远 在宾州和泰州的兵权 别急 我们才刚抵达称州而已 时间和机会都有的是 不过 伸手过去拍拍他的手 沈相晚话说到一半 忽然狡黠的一笑 让你的人密切注意起义军的动向 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帮他们一把 别的他没有 粮食还能没有吗 如果有那个必要的话 他不介意利用空间 去一趟的宾州或泰州 给起义军送点温暖 嗯 就算他不说 他也会密切关注战场的情况的 而且 他大概也能猜到 晚晚会如何帮助起义军 他可没忘记 当日跟踪他前往县衙市 发现的事情 元修 女儿找人帮我把这个东西 打造出来 起义军的事情 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沈相晚摸出几张纸 递给元修 什么东西 结果图纸 元修好奇的翻看 青影和元术 也凑了过去 屈原离 沈相晚也没有卖关子 今儿我去地理的时候 才发现 吴有夫他们用的 居然还是需要两牛三人 才能拉动的植元离 太耗费人力和触力了 相比之下 屈原离更小巧方便 操纵起来也更为灵活 便于转弯和掉头 减少耕地时的阻力 从而节省人力和触力 只需一人一牛 即可轻松离地 屈原离可以说是 农耕社会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其轻便高效的设计 使得耕作更加容易 将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真的 一人一牛 即可轻松离地 文言正在观看图纸的三人 不约而同的瞪大双眼 别看他们现在 个个都武艺高强 实际上 他们全是战争遗孤 也是贫苦百姓出生 比谁都清楚 如果屈原离真如夫人所说 将会为百姓 带来多大的便利 我还不至于 拿这种事开玩笑 如果你们不信 等屈原离打造出来后 大可以亲自上手试一试 就知道会这样 沈向晚不由的失效 夫人放心 明儿一早 我就去找人打造 小心翼翼的折好图纸 放进袖带中 袁修认真的保证 他们也是百姓出生 自然也希望百姓的日子 能越过越好 嗯 点点头 沈向晚做事就要起身 魏诚意一把拉住他的手 转向亲颖他们说道 你们先去休息吧 我有点事 要单独跟晚晚说 是 三人不约而同的躬身 离开书房的时候 还不忘贴心地 替他们关好门 等到书房里 只剩下他们两人后 魏诚意稍微一使劲 就将沈向晚 拉到自己腿上做好 一手还着他的腰 一手轻柔地 俯着他白嫩的脸庞问道 听说 你今儿是一个人 去的县城 刚开始他 并不知道这件事 也没有担心 直到听亲颖说起 他才忍不住一阵后怕 前世今生加起来 他才好不容易 找到这么个宝贝疙瘩 若是他因为自己的疏忽 出了什么事 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不 正确地说 如果没了他 他都不知道 该怎么在这个世界上 活下去了 哪个狗日的 打我小报告 沈向晚反射性的大怒 随即又搂着他的脖子 讨好地说道 那不是我看 大家都在忙吗 而且 我不仅自己会武功 还有各式各样的毒药 和厉害的武器 普通人可伤不了我 除此之外 我还有一个 能够百分百保住性命的底牌 哪怕是所谓的天人进武者 也奈何不了我 他也不是蠢货 如果不是有一定的底气 又怎么可能 贸贸然地脱离他们的保护 一个人前往县城 我不是质疑你的能力 靠过去抵着他的额头 魏诚意近乎泥难地说道 哪怕知道你有自保的能力 我依然会担心 婉婉 答应我 以后出门 无论如何 也要带上敬畏 他对他而言太重要了 他承受不起任何失去他的可能 好 清楚地感觉到了他的恐惧 沈向晚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谢谢你 婉婉 凑上去清了清他红润的唇瓣 魏诚意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这就完了 挑眉 沈向晚显然是很不满意 他小鸡着米式的亲吻 捧起他的脸 就主动了清了上去 安静的书房里 两人交换着不同的角度 激烈索取着彼此 窗外高挂在空中的月娘 似乎也羞涩地躲进了云层之中 本章完 第158章 足地建学堂 一日 沈向晚难得地没有睡懒觉 刚刚沉时就出现在了堂屋里 正在用膳的魏诚意等人 不禁都有些意外 不需要他们吩咐 无水欲机灵地去厨房里 拿来了他的碗筷 一家人吃完早饭后 魏诚意带着元秀出门了 赵玉萍等人 则聚在堂屋里 给大家做衣裳 外面正热着呢 你这又是要去哪 见沈向晚要出门 赵玉萍疑惑地问道 我去找村长说点事 简单地交代一句 沈向晚就带着魏诚意 特意给他留下来的元秀出门了 他买回来那些衣童 还需要安置 不过 在教授他们衣术之前 必须得让他们掀十字 昨晚跟魏诚意商议后 决定在村子里建一所学堂 不求教出多少 惊天伟地的学子 但愿以后村里的孩子 沈向晚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家里晾晒熟米 居然还能这样 看着沈向晚交给他的册子 赵大山忍不住连连撑旗 没想到 居然有那么多肥地的方法 我建议你们 着重用欧肥的方法 毕竟分别是最容易获取的 另外 如果你们打算 种二计粮食或种菜的话 可以先选择收集腹植土 混入地里 毫不讲究地 跟他一起坐在堂屋前的屋檐下 沈向晚由衷地提出建议 他也是永安村的人了 自然是希望他们的日子 能越过越好 唉 其料 赵大山却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迎着沈向晚疑惑不解的目光 无奈地说道 我知道 你能拿出这么多肥地的方法 肯定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我也相信 你的方法肯定能行 可村民们早就穷怕了 估计根本不敢尝试 除非亲眼看到 种植二计粮食的可行性 否则 没人敢胡乱尝试 万一明年地里产不出粮食 他们要如何负担沉重的科捐杂税 这就要看大家敢不敢赌一把了 赢了 你们将多收获一计的粮食 并且完全不需要缴税 输了 可能就要承担明年粮食减产的风险了 虽然沈向晚很清楚 她的方法是确实可行的 但目前 她还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 村民们愿不愿意尝试 就看他们自己的了 我会尽量劝大家试试 实在不行 今年就我自己先试 等大家看到效果 明年 应该就会跟我一起种植二计粮食了 咬咬牙 赵大山无奈地说道 她也不知道 自己为何 如此信任眼前的小姑娘 但直觉告诉她 说不定她 真的能改变他们的贫困 让他们逐渐富裕起来 这样啊 文言 沈向晚稍作沉吟 片刻后才说道 赵叔 要不这样 你去问问村民 有没有人愿意将地租给我几个月 期限就直到过年吧 一亩地 我给二两银子 而且 我还会按照 壮劳力 每人每天三十文的工钱 请他们帮我耕种土地 二两银子 而且帮他干活 还每人每天三十文钱 赵大山忍不住惊呼 别怪他一惊一乍地 多十两银子一亩 七八两也都有人卖 他仅仅是租赁小半年 就给到了二两银子一亩 简直跟送银子没多大区别了 而且 村里的壮劳力 出去给人做零工 累死累活 一天最多二十文 大部分都是十五六文 三十文 简直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刀架 你也太吃亏了 震惊过后 赵大山又忙不迭地说道 他们怎么能占他这么大的便宜 那也太丧良心了 我可不是个会吃亏的人 赵叔 你就放心吧 我既然敢给这么多钱 肯定是有把握在那些地里赚回来的 文言 沈向晚不仅失笑 他可不是忽悠他 那些的在他的手里 跟在村民手里 所能创造的价值 是完全不同的 只要他愿意 他能赚回十倍 甚至是百倍的赢钱 真的 赵大山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地里那点收获 能值几个钱 当然是真的 我可不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 含笑点点头 沈向晚说得十分笃定 让人想不幸福都难 行 那我晚点就召集村里人商议 明儿再回你 深深地注视他半想后 赵大山终究还是做了决定 他是真的希望 大家都能摆脱贫困 日子越过越红火 好 这件事 差不多就算是定下来了 沈向晚稍作沉默后 又继续说道 赵叔 其实我今天来 还有另一件事找你 我想在村里建个学堂 一方面 我有一批人需要读书识字 另一方面 我也想为村里做点事 等学堂建好后 让村里的孩子 免费到学堂里读书 当真 赵大山激动的一跃而起 他真的要在村里建学堂 并且还让村里的孩子 免费读书识字 要知道 对于他们这种贫困百姓而言 读书识字 无疑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平日里连想都不敢想 他居然愿意出钱出力帮助他们 他难道是菩萨转世不成 自然是真的 迎着他激动的注视点点头 沈向晚进一步说道 不过 我办的学堂不走科举之路 以后 如果村里 有在学问方面特别出众的孩子 可能就需要你们自己 把他送到县城去求学了 我这里教不了 这一点希望赵叔能够理解 也要提前跟村民说清楚 他的初衷 是为了尽可能的 让村里的孩子都识字 并不是培养什么学士高官 这些事肯定是要提前说清楚的 以免将来闹出什么矛盾 可以的话 他并不想 将自己那些手段 用在村民身上 那是当然 你能让大家识字 就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哪能啥都靠你 稍作平复之后 赵大山坐下来认同地说道 对他们而言 能够读书识字 就是莫大的奢侈了 哪还敢奢望考取功名利禄 行 那学堂的事就这样定了 我先回去安排安排 说着 沈相婉站了起来 赵大山连忙跟着起身 学堂的事情 我能不能跟村民说 可以啊 又不是什么见得光的事情 那就好 两人边说边出了院子 袁叔亦不亦趋地跟在他们身后 老实说 他也没料到 自家夫人居然如此大意 怎么说呢 他都有点为夫人的气魄折服了 如果说今天之前 他是奉命保护他 那现在 就是心甘情愿地供他驱使了 本章完 第159章 分家的争执 一 沈相婉带着袁叔回去的时候 却见魏靖淳和魏靖鹏 两家人又来了 看热闹的村民围在外面 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几家人似乎已经闹过一通 个个都赤红着双眼 特别说魏靖汉和魏靖怡两家的人 他们是做梦都没想到 这才两天呢 居然又来了 走 看看去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沈相婉脚歌一转 就朝不远处的人群走去 先前赵玉萍曾问过他 如果是他 会怎么对付那些人 他知道 他是帮魏靖怡他们问的 还是指点了一二 相信他已经告诉他们了 他都要看看 他们是要抛开敌数的枷锁 不顾一切的反抗 还是继续任由那些欺辱 如果是前者 他这里正好有事需要他们帮忙 倒是不介意提携他们一把 相反 若是后者 那以后 他们无论有任何事情 他都不会再插手 你们要是没钱 怎么能建这么多房子 老二 我可是你的敌长兄 今儿你们必须借一百两银子给我 就是 老五 一百两银子而已 我们又不是 要你的命 我要是有银子 又怎么可能治件茅草屋 为了建这几间茅草屋 我们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 连吃饭都成问题了 哪有钱借给你们 谁知道 你们是不是故意装穷呢 我没有 人群的最前方 魏静怡 魏静汉 以及魏静淳和魏静鹏 四人炒得面红耳赤 前者气的血罐双目 胸口不住的起伏 其他人的面色 到底造了什么孽 怎么会摊上这么一群极品吸血鬼 泽泽 挺热闹的呀 婉婉 你怎么来了 突然听到他的声音 同样在人群中的赵玉萍 不禁惊呼 小幼崽立马扑过去 抱住他的腿 仰起头 乃声乃气的说道 婶婶 有坏人 一哥哥 哭 说着 他还指了指不远处的孩子 他叫魏云逸 是万世的长孙 已经五岁了 是他们家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安哥儿喜欢一哥哥吗 弯腰抱起他 沈向婉柔声道 嗯 喜帆 点点头 小幼崽咬词不清地回道 疼出一只手 宠溺地揉揉他的头 沈向婉抬眼 看向正懂事的 给母亲擦眼泪的魏云逸 大人的丑恶嘴脸 的确不该牵扯到孩子 你们没钱 难道不会找本家借吗 就是 你们可是跟狗一样 向着本家呢 他们那么有钱 多少也该赏你们几个吧 你 你们 没想到 他们竟如此无耻 魏静一手指颤抖地指着他们 唇半不停地轻颤 他也不是蠢的 从他们的话中 不难听出 他们也知道 他们没那么多钱借给他们 之所以这么闹 不过是想逼他们去找本家借钱罢了 到时候 钱进了他们的口袋 还钱的却是自己 简直太无耻了 要钱没有 要命也不给 我们都已经落到这不田地了 谁还管你们是不是嫡系 如果你们再这样闹 我就让人去报关了 魏静汉也回过未来了 也许是气到了极致吧 他反而冷静了下来 不再像先前一样 跟他们吵闹了 老五 你什么意思 见状 魏静汉的心里多少有点慌 其实他比谁都清楚 寻常百姓家 根本没有什么敌数之分 他们早就分家了 已经算是两家人了 真闹到官府去 倒霉的只有可能是他们 就字面的意思 懒得再搭理他 魏静汉做事就要转身 可 你敢 我打死你 明显没料到 他竟真敢 不把他放在眼底 魏静汉冲上前 一脚踹在他的屁股上 啊 爹 夫君 魏静汉没想到会动手 被他踹得往前扑倒 扑倒在地了 本就不好看的脸色 瞬间难看到了极致 稳住身形后 魏静汉猛地转身 成光 成左 成仙 给我打 是 魏静汉冲过去 就狠狠地给了魏静鹏一拳 他的三个儿子早就耐不住了 相继冲向魏静鹏的两个儿子 你们干什么 刘芳路上 魏静汉他们 可不像魏静鹏他们那样 总饿肚子 身体素质显然比他们要好 父子几个压着他们 就是一顿的锤 魏静鹏的婆娘 做事就要冲上去撕扯 张氏 我认你很久了 魏静汉的媳妇临时见状 立马带着两个儿媳冲了上去 两家人顿时扭打成一团 打 另一边 见魏静汉一家都打起来了 不等魏静鹏反应 他的儿子们嗷嗷叫着 就冲向了魏静淳等人 万世则带着儿媳 冲向魏静淳的婆娘 他们也是憋狠了 下手极其狠辣 抓头发挠脸 无所不用其极 我打死你们 眼看着儿子媳妇都打了起来 魏静怡也管不了那么多 一起冲了上去 噓 干得漂亮 总算还有点血性 眼看着魏静汉两家全都爆发了 沈向晚皮皮的吹了声口哨 他们要是再没反应 他都要转身走人了 好在他们还不至于让人太失望 打得好 短暂的正问后 一向人善的赵玉萍拍手叫好 实在是那些人太无耻了 连他都看不下去了 沈向晚诧异的扫他一眼 扭头吩咐道 林儿 找个禁卫去县城报关 早就看不惯他们了 转身便带着无水欲往家里跑 巴不得那些人 全部被抓进监牢里 魏晨光你这个狗东西 我是你 不要打了 贱人 让你打我儿子 老娘打死你 不 魏静汉和魏静怡两家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全都打红了眼 从流放路上开始 他们就受够了那些人的无耻 长久憋在心里的那骨子闷气 总算是找到了宣泄口 下起手来 真是一个鼻个狠 反观魏静淳和魏静彭家 他们的人本来就少 身子骨又没别人好 几乎是被压着打的 魏静彭还想搬出长辈的身份压人 话没说完 砂锅大的拳头迎面扑来 顿时痛得他嗷嗷叫 傻长辈不长辈 敌出不敌出的威风 都消失得干干净净 本章完 第160章 分家的争执 二 事实证明 老诗人也是有脾气的 魏静彭和魏静淳两家人 仗着自己是嫡系 没少气压述出的魏静怡和魏静汉两家 当他们忍无可忍 彻底爆发的这一刻 两家所谓的嫡系才知道 他们有多狠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哎呦喂 打死人了 魏静彭和魏静淳两家的男人 已然无法还手 全都只能护着头 蜷缩在地上求饶 他们家的女眷也没好到哪里去 一个个劈头散发 裸露在外的肌肤 满部掐痕或划痕 都是被万事他们弄出来的 呸 狠狠地出了口恶气 魏静汉停下来 冲他们吐了口沫心子 其他人见状也陆陆续续地停下 从他们脸上舒爽的表情不难看出 他们打得很爽 要不是怕打死了人 还得偿命 他们估计会毫不客气地下死手 夫君 我胆啊 确定他们不会在动手后 几个女人分别冲向自己的男人 此时的魏静淳等人已是鼻青脸肿 脸上和身上都有少许血字 老二你敢打我 缓过劲后 魏静淳手指颤抖地指着魏静怡 作为嫡长子 她是做梦都没想到 有一天竟会被树出的弟弟打成这样 就算是 他先逼他们借钱的又怎样 自古以来 树出就是敌出的垫脚石 他们既然能跟本家借钱 借一次和借两次三次 又有什么区别 本家早早就让人在永安村修建好了房屋 显然是早有准备 暗地里肯定囤积了大量钱财 但凡是手指缝里漏点出来 就够他们好吃好喝的享受一辈子了 原本他还打算靠着魏静怡吸本家的血呢 谁能想到 他们居然敢反抗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轻易的饶恕他们 老五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把我们打成这样 今儿你要是不赔我们千八百两银子 我们就不走了 同样发难的还有魏静鹏 怒吼着说完 他索性原地盘坐下来 他是魏静汉的敌兄 他就不相信 他真的敢打死他 等拿到钱 他们也可以在村里盖新房子 甚至还可以买几个奴仆伺候 等钱花完了 再来找他们 要就行了 他们跟本家交好 本家有那么多钱 难道不该分点给他们 但凡是有点脑子的人都看得出来 与其说他们是在逼迫魏静怡和魏静汉 不如说他们是在谋算本家的钱 只是因为他们欺软怕硬 本家又极为强盛 他们才只能以欺压两家的方式 谋算本家的钱 谁让他们跟本家交好 本家又愿意借钱给他们呢 行 你们不走是吧 还想要钱 做梦 魏静汉的怒火又蹭蹭蹭地往上冒 回身便道 成光跟本家借马车去官府报官 就说有人在这里敲诈勒索 是 狗日的小畜生 你给老子站住 被点名的魏成光转身就准备冲出人群 魏静蓬猛地地上爬起来 也不知道他究竟从哪生出来的体力 竟生生挡住了魏成光的去路 老五 我可是你弟兄 你敢报官抓我 就不怕被人戳断几两骨 怕 但我更怕被你们活活逼死 与其窝囊地活着 我宁愿背负骂名 对上他的双眼 魏静汉冷冷地说道 他仗着敌出的身份 欺压迫害他们多少次了 这次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再容忍 否则 他们定会更无耻 更猖狂 你 你 魏静蓬气得浑身颤抖 手指颤抖地指着他 你了半天 也你出个所以然来 他真的已经不在乎敌数之别了 清汉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 你们走吧 否则我们真的报官了 抢在魏静淳之前 魏静一沉生道 他也受够了他们的无耻 不会再谨守着 莫须有的敌数之分 为难自己和妻儿们了 你敢 魏静淳的反应 没比魏静蓬好到哪里去 瞪的眼珠子 都快掉出来了 我是你的敌掌兄 你当真要如此绝情 我绝情 魏静一被他的说法气笑了 我要是真的绝情 就不会任由你们 一而再再而三的欺压了 魏静淳 别再拿敌掌兄的身份压人 我已经不在乎了 说吧 魏静一沉痛的闭上眼 他自问已经做得够多了 本家大嫂说得对 他们都沦落到这步田地了 还在乎什么敌数之分 不是自己找虐吗 从今往后 他只会在意自己小家 其他人 想都别想再沾染他们 你 明显没料到 他竟会如此决绝 魏静淳一时间也有些抓瞎 只是脸上 眼底都爬满了赤裸裸的愤怒 还不滚 当真要让我们报关不成 另一边 僵持有一会儿的魏静汉怒声喝道 你 我们走 实在是拿他没辙 也怕他真的报关 魏静鹏只能选择先避其锋芒 琢磨着等他们气消了再来 我们也走 不等魏静一出声 魏静淳也决定先离开再说 反正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慢着 就在两家人即将离去的时候 沈向晚的声音突然响起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看了过去 准备离去的魏静淳和魏静鹏两家人也停了下来 晚晚 回过神 赵玉萍有些不赞同的看着他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魏静淳两家为何会如此闹腾 这种时候掺入其中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丢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 沈向晚放下孩子 带着袁树走向魏静淳等人 看到他 两家的眼神都亮了 他们可都听说了 本家一次性就购买了好几十个奴才 如果能直接从他们的手里弄到钱财 又何必跟魏静翰他们死磕 对钱财强烈的渴望 让他们选择性的遗忘了 沈向晚的手段有多狠 想象的越美好 他们的眼神就越亮 有些嘴角甚至都泛起了笑意 可惜 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残酷的 迎着他们充满希望的注视 沈向晚从袖带中掏出族谱和比 当着他们的面宣布道 从今天起 你们被逐出魏家了 魏家不需要像你们这种 处处坑害亲人的族人 不 碰碰 啊 瞳孔一缩 魏静淳两人做事 就要上前抢夺族谱 随行保护的元树可不是吃素的 一人一脚就将他们踹了回去 两人身形不稳 双双往后一屁股坐倒在地 他们的家人完全没有反应 全都傻傻的愣在那里 本章完